阿克战刚到扬州就大开眼界 严商弟子们在闹市区纵骂行凶 一路鸡飞狗跳却无人赶出来阻拦 看来两怀严商的势力 比想象中的要厉害很多 而自己派出手下前去制止 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焉 为首的马大行则有事无恐地不断叫嚣 亏你这么大岁数不长见识 我告诉你 我爹是组商 你敢等我马上一试一下 阿克战快被这个二十组整了 简直是瞌睡送枕头 正是时候 可是万万没想到 刚下马车 他就遭到另一个二十组的暗算 胆子不醒了 大人 大人 见自家大人被袭击 手下们赶紧制住这群富二代 此时闻眩而来的官兵恰好赶到 部分青红皂白地对着阿克战的属下一顿勋斥 我们大人欺负小孩 不先丢人哪 官兵显然明白这群二十组不好了 本着迅思枉法的优良品德 跃跃欲试的要将主持正义的阿克战 抓到衙门里吃牢饭 岂有此理 事业和司圣赶紧出来制止 并自爆家门 这是新来的严院大人 哟 哎 就他 他要是严院大人 老子还是何中堂呢 带走 走 这下好了 两怀严正被手下抓到大羽 急得扬州知府直接到老李下规请罪 按照官场品级 扬州知府从私品 两怀严正是正乌品 但阿克战毕竟是皇命钦差 天字进尘 此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你的手下可真好 不知大人家道 惊扰大人 下官罪该万死 见知府只认属下抓人之错 却绝口不提谁是作案凶手 阿克战直接拿出袭击他的胆住 要他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是怎么回事 扬州知府现在真是犯难了 阿克战他得罪不起 但是汪朝宗也同样不能得罪 看他始终不愿意松口 阿克战决定放大招逼他一把 查去啊 你要是找不着凶手 我就住这了 这劳饭挺好 阿克战瞬间开心起来 今天连同汪朝宗在内的几位总商公子 斗上赶着替父亲们送把柄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该怎么烧 他已经有计划 于是从大牢里出来后 阿克战也顾不得官场规矩 第一时间就派人通知所有盐商到衙门议市 两怀岩运使卢德公 不知大人驾到 有失远赢 你不赢有人赢 参与袭击事件的几位盐商 瞬间紧张起来 他们早已经知道自己孩子造的腻 但阿克战的第一把火 却是把矛头对准了盐商的朴素穿着 开口就是阴阴侧侧的嘲讽 卢大人 自他一进城 这扬州市井之繁华 我算是见识了 名不虚传 不过阎台大人和各位总商这日子过得 过得好像很辛苦啊 回大人 清苦倒是不至于 不过 也不像外面传闻的那样风光 卢德公这招毕时就须 巧妙地化解了他的发难 阿克战道也不纠缠 转头就烧起了第二把火 此言一出 盐商们互相传递延伸 像是预先排练好了一样 马总商带头叫苦 盛名莫过皇上 今年的盐 确实收得不错 可是丝盐也闹得厉害呀 是啊 对对对 大人 丝盐的价格 是官盐价格的一半 生斗小明 贪图眼前利益 不买官盐 只买丝盐 单积压在一帧码头上的官盐 就有几十万斤 官盐卖不动 银子就收不回 我们在家里干着急 愁得一把一把撸头发 嘴里嚼什么都不香 朝廷官府地方的支应 我们又一点不敢短 只出不进 阿克战冷笑的嘴角开始上扬 他静静地看着这群富家 天下的言商哭穷 一言不放 像我们这些小商小贩 本来日子过得就苦 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非得卖房卖地不可 也许是戏言得太过 连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的卢德公 都看不下去 赶紧出来打圆场 言商们哭穷 也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了 朝廷有朝廷的难 地方有地方的苦 您是带着盛誉下来的朝廷命官 你别乱说 您吩咐 我责承他们去办 瞅着阿克战指过完弹珠 卢德公很时去的将话题 拉回到袭击事件 您刚到扬州就遭人暗算 心里一定很窝火 您放心 我一定帮您弄个水落石出 可他们都是总商的公子 其实我也不信 这扬州言商 失礼传家 怎么会出这样的子弟 对对对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肯定是冒充的 可是我信这个 这一颗担子够老百姓活一年的 阿克战这招一时二鸟爷的众人无话可说 既拆穿了他们哭穷的把戏 又能继续借着玉玺发难 这汪总商怎么没来 说时迟那时快 善善来迟的汪朝宗赶紧向阿克战排嘴 小民汪朝宗见过大人 汪总商 你从来都是最后一个道 面对阿克战多多变人的眼神 和这番诛心之论 汪朝宗开始了巧妙应答 不敢欺瞒大人 汪某军内 要求了半天这才出来了 汪朝宗的意思是 并非他故意迟到 而是阿克战不将政治规矩搞 突然袭击 果然是性情中人 对脾气 那一句话怎么说了 这何先生 捆令大于军令 对对对 就是这句话 迟到的事情不好追究 阿克战便决定从他穿戴入手发难 这汪总商一世华贵 一看就和他们大不相同 不敢当 是我没来的就换掉他 好 总算有人说了句实话 汪朝宗这样坦率 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既然言上的都道歉 阿克战也不多话 直接点起了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 他先是极力渲染严正工作的难度 然后举了个康熙年金 严商们不配合张严院完税的例子 听说盛祖元哪儿了 说这两怀的严税 怎么还交不上来呀 这位张严院 无计可施 情急至短 后来 后来就怎么来着 说说 有谁知道 你 你知道吗 上吊死了 上吊逼死朝廷官员骇人听闻 阿克战将这个丑闻抖落出来 就是要狠狠扇这群言商一巴掌 以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 这在康熙年间是有名的大腕 而在本朝 教书尹若海尹大人 一时间 严商们鸭雀无声 无人敢应答 最后还是专业打人场的卢德公站了出来 尹大人贫素身体就不好 想不到 阿克战早就烦透了这个卢德公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他强调自己现在的处境 和暴毙的前尹若海一模一样 不知道哪一天我阿某人 也会是这样 你说呢 突然被点名 王朝宗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答 他指出 张妍妍是赋税收不起而自上 尹若海是因为捐输没完成而暴毙 但上缴给朝廷的赋税和捐输性质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强制性的 后者单凭心意 这捐输该捐多少 处于自愿 全凭公信 可皇上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诸位的意思和皇上的吩咐不一样了 那就是皇上的错了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 众人进入寒蝉 眼见火候差不多了 阿柯湛又吊转一枪 行了 去看看斧铺吧 按照惯例 运司衙门的盈库由盐商代管 但钥匙却在盐运使和四大总商手中 茶库是一次摊牌 显示了阿柯湛的和底气 也让盐商们措手不及 他们不知道 运库打开后 阿柯湛会像前任一样选择沉默 还是劈头盖脸的爆发 那么 到底阿柯湛面对空空卢也的银库 会采取何种态度 这么大的亏空 为什么不上逗朝廷 运司衙门竟然亏空九百万两库银 纵然是小阁老转世 阿柯湛也被震惊的无以赋加 像当年冒天下大部位推行改道为丧 也不过看看能赚二百万两银子 更可惜的是 刚才检查福库 三位总商还活同两怀岩运使卢德公欺瞒自己 总共有多少 大概有三四百万两 这不对啊 卢德人 阿柯湛立刻指出 他上任之前皇上曾亲口告诉他 福库里至少有一千万两白银 卢德公被掖得无话可说 一旁的马德昌赶紧出来解围 他先是强调福库里的每一笔银子都有去可查 然后指出发生亏空的原因 皇上说一千万两银子 可这等等花销 大得到南巡街家 小得到运司衙门的养联前红心情 曾以别径归礼等等不移之虚退 就是说或是接价或是漏罪 这些银子都花出去了 花出去了 马总商的解释暂时无法印证 深谙此道的何思胜于是提出建议 他认为与其现在就追究亏空 不如提取一百万两交给朝廷冲作军饷 您就提各位总商单些干系 朝廷急需兵享 不如就把福库的银子先压戒进京 等总商们有了银子再补进福库来 这倒是个主意 此言一出 报纵商预言又只似乎有不同意见 卢德公子直接表示不同 但他反对的理由却很难站住脚 一次提取一百万两 短时期难以补足 日后怎么腾挪呀 王朝宗刚白了一眼这个猪队友 何思胜就站出来立声反驳 往上急需兵享 难道真分不清轻重缓急 就在众人哑口无言的时候 继续查验酷吟的何思胜又有了新发现 原来只有箱子的最上层才有白银 箱子底则空空如也 卢德人 你怎么解释 你实话实说 这库里到底还剩多少银子 实际存音九十七万两 卢德公很光棍地交代了实情 这么大的亏空 为什么不上桌朝廷 早就料到阿克战会这样之吻 卢德公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拿出来 他解释道 每一笔银子都是上人炎炎炎如海 亲自划播的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金板人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我都得去问尹大人 现在尹大人也开不了口了 你们随便怎么说 我都得听着 是这意思吧 既然亏空已是既定事实 发现完怒火的阿克战梅等他回话 就猛地掉转枪口 直指在场的三位总上 此时一直没说话的汪朝宗第一个表示反对 这些钱是盐商的本钱 如果您要那去用了 那盐商就无力去各处盐厂收盐 也就无力将盐运到各处盐案 那今年的怀炎就贪了 阿克战反驳军情紧急 救兵如救火 救火也不能报心救火 此话怎讲 汪朝宗解释 如果把盐商们的本钱抽走 势必导致两怀炎也瘫痪 也会因此产生连锁反应 因为这一百万两银子 怀炎明年的政税杂胜都收不上来 损失将达千万两之举 倒是大人您怎么向皇上交差 蒋阿克战没说话 汪朝宗继续渲染连锁反应的严重性 他指出两家两户等十多个省份 全部指着怀炎 怀炎要是过不去 那儿的老百姓就只能吃淡食 老百姓吃不上盐就没力气干活 那地丁税恐怕也就难收起了 到那时候这几个省的总督不正式巡抚 恐怕一个个都得来找大人的麻烦了 阿克战自然也知道他说的在里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并且还有点不服气 汪总上的意思 没有这怀言咱大清国叫亡国灭种 当然不至于 那老百姓只好去吃丝炎 丝炎本就泛滥 这下更就如同洪水猛兽了 等来年就算是有了本钱 两怀的言业也断难恢复 汪朝宗之前说了那么多 其实就是为清剿丝炎做铺垫 话一旦说到新海上 报总商自然表示负荷 马德昌更是站出来帮腔 四个人反对抽掉言上的本钱 并且都把矛头对准了丝炎贩子 孤立无援的阿克战 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可是阿克战低过了这些言销 他们不仅与天地会等江湖势力相互勾结 更是和某些本地言商暗同团取 另外阿克战还高过了基斯营 他们根本不把炎炎的命令当回事 毫无作战意志的官兵 只顾着在树底下那两海模样工 甚至还准备借机敲诈上司 四百来人一起去 一个言贩子没抓 一两四言没绞 还他们舔着脸到老子这来知梁知响 搁着老子领兵那会儿 不抽死他 也得打烂他两头腿 这基斯营都他妈这副德性 怪不得那帮颜商敢拿四眼来堂测 现在阿克战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 万有颜商们的推诿堂测 那有基斯营的杨凤一围 好在唯一能够依靠的幕僚和私生没有掉链子 他告诉阿克战 十分轻重缓击 云四衙门的亏控牵连的大人物太多 少有不慎就引火烧身 不如暂缓半年 而皇帝交代的仇措军相却是刻不容缓 当务之急是必须逼迫颜商交钱 问题的关节在于 要是一毛不拔的颜商乖乖吐银子 就绕不开这群人的主心骨汪朝宗 一语惊醒梦中人 刚刚还挥头土脸的阿克战 此刻又恢复战斗力 带着何私生就去拜访汪朝宗 汪左上 昨天在延远衙门 你可是让本官下不来台啊 汪某只是有一说一 绝不敢 有意冒犯大人 好 快人快愚 难怪本官在来扬州之前 皇上单单跟我提到你汪总上 说要是有事 不妨和你汪总上讨教讨教 不敢 还请大人多指教 阿克战的这番还微病失 既是告诫汪朝宗 不要再拿私言搪塞他 也是提醒他是天子顾疆 更应当提查上瘾 铺垫完毕 阿克战再次开口试探 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先拿下私言 精明如汪朝宗 自然知道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立刻指出私言是搅不完的 只要贩卖私言是有利可图 那就有物之小民屈之若物 大人就算杀的秧子江一片血红 只怕这私言也是禁不干净的 至于阿克战关心的娟叔 汪朝宗也表明了态度 听到汪朝宗松口表示愿意配合 阿克战心中大地 随即他起身告辞 本官今天来到府上 就是想跟汪总上 借一夜东风 对汪朝宗的拜访 既是一次礼节性的寒暄 更是阿克战下的一招狠奇 他知道作为天子顾骄 汪朝宗不会服你一个钦差的善意 而他一旦带头响应自己 其他言商就会与他为敌 本官最是赏罚分明 这次娟叔要是完不成 咱们大家伙一块儿玩完 扬州言物盘根错节 言官与言商沆瀣一气 联手抵制朝廷下达的娟叔任务 其方法是哭雄耍赖百般推 但昨天晚上 一位言商的七一太家着火 这阿克战看到了事情的转机 损失不小吧 还行 四百 不少吧 宋知福 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八十两 阿克战心中暗笑 这货连隐瞒损失都不会 随便报的数就抵得上一任知府五年的工资 傅家一封言商就这么点儿加点 宋知福 你说呢 其老板家一把大火 我只损失了四百两 胡说 且不管这位七一太怎么进了炎月衙门 但是他的暴损 却把七老板卖了个干干净净 一旁的言商 看热闹不嫌适当 阿克战则冷眼旁观七一太的彪悍表演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 他才出言叫停了衙门大堂的这场闹剧 看来其老板家损失不止四百两 四百 大人 你问问他姓齐的 他哪一方的壮力 没个万八千的 七一太的精湛表演 给了阿克战绝佳借口 随便一个岩上的第七房小澳坡 就有万两白银财产 这哪里是穷 深知个案不能代表全体 他开始隶属其他岩上的奢民 周老板 听说你喜欢养马 可是扬州这水土养马不容易 你硬是扬起来 拆了多少民房 凭了多少粮田 才有了你家的牧场 比如眼前这位陆老板 一心想考取功名 却屡试不住 为了附庸风扬 家中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字画 红帽德红老板 尹齐昌尹老板 严院大人 我们这些算什么呀 您不能这柿子 专肩软的捏吧 阿克战等的就是这句话 立刻点名总商鲍以安 他指出鲍老板喜欢钻研美食 为了让鸡蛋更美味 直接拿长白山的人参尾 是燕山的苍神 哦 是苍神 苍神 大人有所不知 各种身我都试过了 长白山的老身 药性太大 不成 鸡吃了他掉毛 他 鸡吃了他整宿闹腾 第二天一个蛋都不下 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他大名 阿克战定的老豹久久不语 最后干脆起身离开 汪朝宗深知这群猪队友 已经落下了画笔 气得将所有怨气 撒给刚才发言的那位 你是软柿子吗 阿克战释放群功大招 一举拆穿岩上的哭雄耍赖的伪装 让以汪朝宗为首的三位总商陷入被动 关键时刻 汪朝宗只能捏着鼻子认错 大人 有些岩上好说这是实情 可扬州岩上的银子不是乱话 他解释道 虽然岩上的非常奢侈 但也为全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西南捐书当然则无旁贷 眼见阿克战根本不搭话 有点底气不足的老汪 只能硬着头皮诉苦 现在关键问题是 哪弄这一百万两银子去 阿克战根本不信老汪的这套说辞 他再次强调 军书士官西南战士 是乾隆下派的政治任务 西南那边出兵开战 户部连军饷都拨不出来 可摧响的折子堆积成山 皇上气得把折子都摔了 你想 就是天大的事 这件事也拖不得 汪朝宗和阿克战斗志斗勇 老包和老马却悠闲地喝起了苏油茶 一副势不关己的态度 不目难知的老汪不得也又给出一个理由 说盐上都还欠着皇帝借的银子 现在手里是真没钱 那又如何 老汪被问傻了 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这有戒就得有魂呢 老马像是看怪物一样盯着老汪 皇帝借个盐上银子是吃利息的 根本不用还本金 阿克战也被汪朝宗彻底打败 这个理由都拿得出来 看来真的是被逼劫 但汪朝宗的意思也很明白 银子也不是完全拿不出来 但这些钱每一笔都不能善动 都交了捐书 那这躺银的利息我都付不上了 内务要是一亏欠 怕是对大人也有一些不利 你这是拿皇上在压 不敢 话到这里 汪朝宗的铺垫全部结束 盐上的手头 现一部分是维持周转的本金 另一部分的还本付息 每一笔钱都有特定用途 无法腾磨 要想缴纳朝廷捐书 就必须另行开源 盐商要有银子 就得先把盐卖 说到关键问题 马总商也站出来表示支持 大人 老王也是不得而已 这要有银子 就先得把盐卖出去 都说这盐盐难卖 你们几位总商 到底这盐盐积压了多少 汪朝宗汇报了 各个总商积压的盐盐数量 大多数是七八万 没有老包的最多 单在建昌府就十三万金 阿克战一听 似乎就汪朝宗手里没库存 其实说起来 这笔捐书 也就缺个 缺个七八十万两银子 要么你想想办法 帮着暴总商 把建昌府的盐给卖出去 不就够了吗 听到有这好事 老包立刻欣然接受 马德昌一脸遗憾 汪朝宗刚想反对 就被阿克战拍板做成定局 随后阿克战召集众人宣布了决定 由汪朝宗负责七十万两捐书 汪朝宗表示五天之内可以完成 这余下五三十万 十四十万 面对突然多出的十万 阿克战阵阵有词 这捐书分两次 就得多走一次关键 要多花去十万 如此明目张胆的贪污 如此难看的吃相 纵然见多事况的盐商们 也开始哗人 这关绝费再多 也不能多过关战的利息 此言一出 盐官和盐商们窃窃私语 阿克战也没想到 他会公开反对自己 乾隆二十一年 山西巡抚得命 从巡抚金库取银八万两 经由本省的点当商 逮出取息 年息不过八千六百两 照此利益 三十万两捐书 就算是脱交一年 也不过多出了三万两利息 这汪总盛 果然精明 将 本官就依你一次 三十万两捐书 外加三万两 官劫费 拿到三万毫出费 阿克战表示可以上走朝廷 替大家宽限一个月 要是两个月之后 还交不上 这西南的官兵 就要断想 就要滑变 将将平定的叛乱 就会死灰复燃 这可是一物军机的罪名啊 兄弟我得掉脑袋 我掉脑袋之前 会把诸位怎么样 不过 逼迫延商交捐书 只是开胃菜 阿克战的后招比较诛心 他告诉大伙 只要汪朝宗 在规定时间内 把钱凑起 以后老报的江西隐岸 就归他了 隐岸 是延商的底盘 他们将怀言 卖到各自的隐岸 才赚取高额的利润 隐岸的多少 贫富 决定了总商的实力 所以 对于总商来说 出银子放血 都是小事 若是分他的隐岸 就如同割他的肉 阿克战出此狠招 既是树立权威 赏罚分明 更是分化瓦解 等着看好戏 那么 被阿克战成功 离间的两位总商 接下来到底会演出 什么样的好戏 现在一个个都行了 当时为什么 连个屁都不敢放 遇上难事 一个比一个躲得远 以为阿克战好糊弄 再怎么糊弄 我们也应该一致对外 阿克战成功 挑起了两位总商的内讧 老报对的汪朝宗 就是一顿喷 我们大家要都不接 他那个捐书 他就得自己背 你可倒好 凶狐派的当当响 就你会做人 你这砸的是 老报一个人的饭碗吗 你这砸的是 盐商的锅 老报的倒打一耙 让汪朝宗十分恼火 刚刚阿大人 逼着盐商交捐书 报言躲在一边 修炼乌龟缩投共 现在他的也 安倍阿克战 强行划过来 反而弄得 自己里外不是人 汪朝宗越想越生气 盐商说到底 就是皇帝的白手套 公然对抗朝廷 那就是自取灭亡 总生到矛盾 小商却不嫌势大的恭货 彻底引爆了汪朝宗的力气 汪朝宗这顿输出 虽然很解气 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样在场的红颜之计 姚梦梦十分难堪 盐夫人肖文书跟着犯仇 汪朝宗口中的爹 其实是他的岳父 萧宇年 阿克战把暴总山的 延案给了女婿 身为扬州延一首总的他 早就得到了消息 老爷子人老成精 他当然知道 汪朝宗如今 进退两难 也知道阿克战此举 是要一举瓦解 延业协会 建昌影案 二十年前我就能拿 二十块烫手的热杀 延元大人 把他扔给了你 你还真去接 要不 我再想法把他给推了 老爷子说大可不必 阿大人这招虽狠 也不是不能破解 得让报一案 心甘情乱的 给你 萧老爷子指出 老报的延案你不能不拿 否则就是对抗黄命病 开罪阿克战 但是也不能硬拿 强行拿走会导致同行 人人自危 毕竟 大家就会想啊 王朝宗今天打了报家的主意 明天会不会惦记我的隐案呢 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王朝宗又犯愁了 老爷子的话虽然鞭辟入理 但是要想安抚好老报的火爆脾气 执行的难度并不低 我不吃鸡蛋了 此时此刻 报一案的心情糟透了 吃个鸡蛋被阿大人指责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日进抖金的建昌野案 又被汪朝宗夺走 无处撒气的他 只能窝里喝 谁 是谁把老子吃鸡蛋的事 给吐出去的 你们这帮 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家伙 老子堂堂一刃 总伤 吃个鸡蛋怎么了 犯王法吗 吃鸡蛋当然不犯法 但是老报家下蛋的鸡 是用苍身胃的 鸡蛋一两银子一个 哥现在驾着五千元 老报生气的 不是吃鸡蛋的爱好被邪漏 而是在阿克战药前的 结果眼上 自己哭穷的戏码 显得那么愚蠢可笑 发泄结束 他又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跟你们说 老子不吃鸡蛋了 老子敢吃鸭蛋 鸭鸭28 马德昌这个时候登门 自然不是吃鸡蛋 他过来是要告诫 老报延安事件的 厉害关系 拿影案也不是朝宗的主意 不是他的主意 谁的主意 不是他的主意 阿克战就把影案划给他了 那也不是坏事 那还是好事 老马指出 不是把铜锣湾交给陈浩南 他就能一定立得住 上上下下有人捧场才行 老报 咱们延商不单止影案吃饭吧 有影案 还得有眼影吧 还得有影伤吧 还得有明的案的各种关系吧 建昌府是你们家三代的基业 阿克战他说给人就给人了 那只是在朝宗的手上放一放 你想收回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一语惊醒梦中人 鲍炎终于明白 这是如果王好处想 汪朝宗是在帮他去库存 银子一旦到手 让自己头疼的捐输也迎刃而挤 这样一琢磨 鲍炎的矛头自然就从汪朝宗身上转移了 我就不愤 你说他阿克战 他凭什么就老拿我老抱说事 马德昌指出 阿克战不是针对你个人 而是故意挑起你和汪朝宗的矛盾 进而积极瓦解整个盐商联盟 所以当前的紧要任务是 搞好内部团结 不能内惑 别老跟朝宗斗气啊 你要真把他惹极了 把他逼到阿克战那边 回头吃亏的还不是咱们吗 那我该怎么办啊 这是好办 马德昌建议拿银子砸他 当务之急必须将其稳住 防止他狗急跳墙 这以后怎么办 可以听听卢德公的建议 卢德公 嗯 他一剑书伤 他能管个鸟用 老抱啊 卢德公表面上看着散弹 骨子里可精明啊 更何况他有根基啊 直通朝廷啊 卢德公的前世是三国卢宿 此刻紫敬已经化身为 两怀岩月氏 在家悠闲的隐私作父 这时下人来报 先沿与阿克战登门拜访 嗯 这边 他值钱吗 事业和司盛观察的小半天 也没得出个定论 而他们观察的这半天 也被一旁观察的卢德公 尽收眼底 哎呀 失礼失礼 下官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真是罪过呀 阿某不请自来 失礼了 阿克战明月拜访 实则来打探虚实 自他上任以来 早就发现扬州眼物盘根错节 严生与盐官横瀉一气 而卢德公这个人物很关键 他必须摸摸地 可他还未开口 卢大人就打探起了他的来意 此次前来 是为了亏空的事 指出内心的发问 让阿克战下了一条 反应过来后立刻否认三连 连忙推说是来了解尹如海的案子 熟了卢大人却走过又而言其他 卢德公答非所谓 他说万有江匪滋扰 竟思言扰乱市场 还有天地会时刻煽动人心 最难办的是 扬州眼商手眼通天很难对付 走而言之一句话 运苦的亏空您别差 这运苦亏空的背后 盘根错节 几重难返啊 如果真的叫起针来 天挺震怒啊 卢大人这是摆明地告诉阿特战 只要他敢去调查亏空 肯定会惹下大麻烦 再进一步说吧 大人是初来乍到 历任的亏空与大人无关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认真不得呀 可这捐书是一天也拖不得 捐书这点银子 对严商们来说 不成问题 急急就出来了 最后卢大人干脆建议阿克战抓小放大 只要他上坐朝廷保证 捐书能够暗示交起 皇帝必然宽心 阿克战莫名其妙地来 匆匆忙忙地走 卢德公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交险严慎的官场大忌 不过 卢大人大可不必担心 男人之间增进感情其实很简单 往往只要一顿花酒就行 至于这个话题 咱们留到下期再说 他分明是来要我命的 阿克战之所以魂不守舍 是因为此时此刻 眼前的扬州兽马 已经唤醒了他那颗哭泣已久的心 魏高权重的他 当然知道这是对手俯视拉拢的手段 可见到子雪姑娘的真容后 他迅速改变主意 决定赵丹全兽 但凡官员收礼 就不仅仅是男人手短 而是主动选择受人以比 更何况阿克战收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美人 面对活色生香的子雪 扶我头痛的阿大人 自然没有把握能够坚守本心 但如何堵住各方势力的嘴 阿克战确实成竹在胸 为了应付送礼的扬州养伤 他擅自将捐束的期限上调了一个月 养伤的捐束收上来没有 这折子上说他正在催办 请求再宽限三个月 是不是扬州的葱油面 把他的性子吃软了 很显然阿克战一定重会了大内宗管 否则面对乾隆的责难 这名太监断然不会冒死替他说谎 皇上息怒 或许阿克战有什么难处 告诉阿克战 让他抓紧 再有差池 让他自裁吧 阿克战这一手虽然带了天大干系 但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首先 他的头桃报李让宋离者马德昌无话可说 紫雪江不再是他的把柄 其次 阿克战愁挫捐束的时间 因此变得更加宽裕 更重要的是 他的将计就计 也彻底迷惑了不明旧里的扬州衍生 他刚来扬州 人还没有认权呢 就敢收马德昌的兽马 也太 太放肆 可是汪朝宗哪里会知道 形势放肆的阿克战大人 现在彻底熬不住了 大人的病不再伤 而是心火过剩热毒玉机 想来是公武缠身 琐事迎怀之功 还是要多休养 瞧了一眼床上哼哼唧唧的阿克战 何司盛清楚他这是在表演 只不过之前阿克战曾经和自己唱高调 宣称绝对不碰马德昌送来的兽马 现在明显是彻底熬不住了 直到大夫口中的琐事迎怀就是紫雪姑娘 何司盛决定给他一个台阶下 大人 嗯 大夫说的没错 但是 少了一杯猛药啊 什么猛药 阿克战定睛一瞧 药房上赫然写着紫雪二字 他瞬间论了 这个好 阿克战的这副嘴脸 让何司盛甚为鄙夷 此时吓人来报 紫雪姑娘要走了 什么 拦着他 拦着他 看到阿克战奔跑的背影 何司盛撕掉了一声刚开的处方 他意识到 这个老伙计 真的顶不住了 英雄难过美人观 阿克战自然不能免诉 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收了紫雪 现在外面的一切麻烦已经被铲除 正是收获果实的时候 紫雪走了以后 没有人照顾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阿克战内心也在挣扎 无论真情是意还是逢场作戏 真收了紫雪对他的使命来说都是乱类 最后 老伙计的情感战胜了理智 他还是伸出了那双罪恶的双手 老手落在紫雪身上 在古代与新人能够幸福美满的红箱子 也失去的自动合手 欺人太甚了吧 难道您就是靠着这种巧取豪夺 咽过拔毛的本事 忠义两全的吗 你真想抗制不成 我汪母就是个商务 轮不着我抗制 有幸一代 康熙一训永不家父 朝廷一旦缺钱 无法取之于民只能所致于商 乾隆末期 是两华严正的阿克战 勒令严商们为西南战事筹措军资 遭到以汪朝宗为首的扬州严商强烈抵制 现在你们在五日之内 各严商按照领取严隐的数目 将七十万两银子筹集上缴 扬州严商素来嚎嚷 他们卸华严之力为朝廷已重 面对强行贪派从不任人宰割 脾气火爆的暴总商 立刻一副断难合作的架势 五天七十万两 这就算银子从天上掉下来 他也掉不了那么快啊 元华老大的马总商使出托字诀 希望阿克战能够放缓七千 缓 缓你个十年八载的 两位没有败振下来 老摩深算的汪朝宗开始白事实讲道理 一下让颜商抽出七十万两银子 终归是哥股辽机 绝非上策 汪总商就是恨了 连圣旨都不放在眼里 既然阿大人拿圣旨说是 汪朝宗索性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如果一位拿圣旨压着 事情或许能办得成 但是若是给阎雾留下大话 那大人在皇上面前是功还是过 奴德公扭过头表示刮目相看 马德昌则不懈的看向阿克战 明显是等着看他笑话 阿大人此刻是理亏雌穷 压着怒火撂下狠话 历来都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我阿某这一辈子偏不信这个邪 既然对方一露败气 汪朝宗开始痛打落水狗 他表示颜商们对阿克战 愁挫损赦的任务 会予以精神支持 但谁也不敢说 自己家里就有几十万两银子 埋在地下 嘿呦喂 你们这帮颜商 娇奢淫义诡计多端 现在敢跟我说没银子了 这么些年来 你们互相勾结黑白通吃 关银的钱你们没少挣 撕盐的好处你们也没少拿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阿大人的这番话 摆明了是告诉三位总商 都是千年的狐狸 哭穷玩聊斋实在没记 随后阿克战干脆提出了交换条件 只要颜商们帮他凑齐捐输银养 那么运库的亏空就当没发生过 你们各位不都想堵住我的嘴吗 我也乐得装个糊涂 可是颜商们心知肚明 一不退则不不退 最后肯定是退无可退 大家不约而同的以沉默表示抗议 眼见软的不管哟 阿克战北壁无奈 只能来应的 我阿某头上还卷着一把剑呢 谁要是对我阿某不义 休怪我无情 阿大人欺人太甚了吧 面对阿克战的步步紧闭 汪朝宗终于爆发了 难道您就是靠着这种巧取 好多咽过拔毛的本事 终一两全的吗 谁也没想到汪朝宗会突然这么横 阿克战当然也不例外 眼看两人已然坦崩 事业何思胜也不再沉默 向众人指出抵制捐输的严重后果 刚才阿大人的肺腑之言 如果大家依然不领情 那恐怕就不止捐输一项 如果圣上追究下来 那运库的亏空 就真的要好好的查一查 何思胜给出这种威胁 让一向反对清查亏空的卢德公坐不住了 他表示两害相权取其轻 赶紧缴纳捐输才是目前的最有机 更重要的是 七十万两捐输对各位来说 还是不难凑齐吧 你这话说的轻强 这是奶妈打孩子 你是不嫌心疼啊 好好说话 我怎么好好说话 在这个衙门面前 我们岩山算个鸟啊 谁都可以抓过来 耗一把毛 我告诉你 老子的银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反了 老包跳出来一同发泄 正好给了阿克占借口 刚才还愁着煤锅煮黄豆 他就把自己送上来 别忘了这批银子是军饷 误了军饷军心离乱 我和各位脑袋都得搬家 你说说是银子要紧 还是你这颗脑袋要紧呢 大人 我们岩山家里是有些银子 但是也经不出这么轰雷打闪的往外搬的 再这么下去 小人就敢买房子卖地了 这时 何思胜也跟着疯狂拱火 他毫不客气揭穿了老包打牌一指千金 遇到军书就无耻哭穷的事实 老包惨遭当众打理 恼羞成怒的他干脆耍起了无奈 不但豪横的宣布自己没银子 更是光光的表示有本事就自己去搬 这可是你说的豹总商 你豹总商急功好逸 回家疏难 本官佩服 原来这七十万两银子是军摊的 可现在咱们这么定了 就由你豹总商承担一半 豹延万万没想到 阿哥站会这样无耻的就破下驴 憋屈的踏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他的这番骚操作 更是让汪朝宗之前的努力复制东流 更要命的是 他现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银 双刀豹延正在疯狂的单刀拍黄瓜 仿佛这根黄瓜就是阿克站 一旁的马德昌坐着说话不要疼 劝他不要总拿运库的账策说事 并给他复盘为什么今天会栽跟头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顺着朝宗的肝子往上爬 阿大人手里拿着黄豆 正愁找不着砂锅了 你倒好自己跳出来了 不整你整谁啊 豹延当然后悔衙门大谈的冲动 但事后诸葛亮已然没了意义 关键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管 你过小罚了 咱俩贴心贴费这么多年 你有事我能不管 但马德昌给出的办法相当粗暴 以托二姐三不管 因为要在五天内凑气七十万两 时间太过紧张 为此他们搬出了扬州支付去做睡客 好说歹说阿克站才答应宽限三天 三天 嗯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答应吗 你知足吧 多这三天就用不着心机火燎的赶了 还不谢谢宋大人 时间争取到了 马德昌的第二步就是借 他们派出报岩手下的岩商吴老板 前往晋商蔡老板的钱庄 熟了蔡老板和老报组上有过节 蔡老板虽然答应借银子 但也附带了一个条件 您开个价 我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 一张败帖 欺人太甚 落井下石 我老报是什么人啊 他让我给他姓蔡的地门生帖子 这丢的是我老报一个人的脸吗 这丢的是扬州盐商的脸 丢的是挥商的脸 正规渠道的荣子老报不愿意妥协 马德昌也没辙了 他是扬州城最恐怖的银行家 人称权武银 每次有客户来贷款 最后都被盘剥的倾家荡肠 这回两环盐义的报纵商不知轻重 张口就要借三十五万两白银 甚至霸老板试条大鱼 权武银宣读了贷款的霸王条款 第一 不管借多少银子 抽头十万起 先付 也就是说 即使只借一两白银 砍头戏也是十万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 借出去的银子 说什么时候还 就得什么时候还 做一天也不行 一旦逾期 轻则曝光通讯录 重则暴利随收 后果自负 这第三 借出去的银子 收多少利息 怎么收 得我定 法定利息不管用 民间融资不参考 比网贷黑笔钱装毒 利率高低权 看心情好与坏 三条规矩说完 这个放高利贷的 全五爷 给报言的观感 差到眉部 简直就是张头 鼠目的夏洛克 如果说借印子 是银镇之客 那么从全五爷 这贷款 根本就是暴心救火 这什么人呢 小点声 这大白天见鬼了 真邪性 哎呀 不到万不得已 咱也不能走这一步啊 马德昌没能帮上报言 只能取求汪朝宗 作为两怀盐商的 头面人物 汪总商征信号房产多 是扬州最成功的企业家 老马要求老报 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纯王赤涵 报言一旦倒台 其他盐商也会 急急可危 汪朝宗深知利害关系 早就做好了准备 妈妈兄 我已经脱了人 脱了人 汪朝宗托的人 叫姚孟孟 也是他的红颜知己 作为扬州寿马中的头牌 他拥顿众多 经营钱庄的 晋商蔡老板 就是其中一名 标准的田狗 还得是姚孟孟 只要他一开袖口 蔡继川这个老色鬼 这一关恐怕是过不了了 蔡继川答应了 这是扬州最富的田狗 蔡继川 对面是他的情敌汪朝宗 吊诡的是 情敌居然跟田狗借银子 一张口就是35万两 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目标 而隔墙偷听的女人 就是他俩都爱的姑娘 汪朝宗拿出康山草堂的房企 他认定这个价值百万的抵押物 一定会让老蔡动心 可是蔡老板一直视他为轻敌 既然敌落我墙 那必须趁势为难 我可还没答应见呢 我还有个条件 兄弟我呀 最近准备纳一房欠 想劳烦汪总上 给做个大媒 似乎是举手之劳 汪朝宗当然不会反对 不过他还是有点好奇 汪朝宗再也坐不住了 梦梦是他的红颜知己 这个扬州城近人皆知 现在蔡继川打这个算盘 摆明的是居心不良 你这是在如我 我今天坐到这儿 是跟你谈生意 你却是趁火打劫 蔡继川表示 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之所以要冒犯汪朝宗 是因为想试探梦梦 在他心中的分量 毕竟 这关乎一个合格舔狗的自我修养 恕罪 恕罪 老蔡随后表示 一只优秀的舔狗 从不已得到为目的 安心心做围胎 尽其所能的成全女神 才是最高境界 梦梦姑娘既然与你有情 那你就该娶了她 我蔡某人指天发誓 从此再不对梦梦姑娘 存非分之下 今天只要你一句话 你娶了姚梦梦 这三十五万两 菜莫不要低啊 赵剑 你要是不娶姚梦 免谈 娶还是不娶 这对汪朝宗来说 确实是个问题 但很快 汪朝宗就给出了一个 渣男式的标准回答 不娶 在我心里 从没拿梦当作我的测试 汪梦正式在堂 巨内之名 扬州禁止 我不想让梦梦背着切实之名 拒绝之下 怕老婆不敢去 尊重她不会去 总而言之 就是冠冕堂皇的不负责任 但是不娶 并不意味着汪朝宗就会放手 可你要敢打梦梦的算盘 我跟你没完 不负责不放手 别人还不能惦记 这就是汪朝宗给出的态度 优秀舔狗 蔡老板居然被这番话打动 随即也忘了自己刚才的狠话 他决心先成全这个渣男 写个借句吧 汪朝宗主动替别人担保贷款 拿到银子的老报却根本不领情 因为有着严重的受迫害妄想症 鲍言总觉得汪朝宗没安好心 在他看来 老汪的目的就是为了夺他隐碍 你帮我借银子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 嘿 既想让我丢了这个隐碍 又想让我丢这个人 你够狠的呀你 你说这话才叫丢人呢 老报的狗摇里一栋斌 让汪朝宗十分震怒 因为他帮着老报凑捐书 根本就没有一点私心 我抵了康山草堂 根本就不是为了你 因为你不配 汪朝宗之所以出手 是因为一旦老报的捐书凑不起 阿哥战一定会以抗制知名将他下鱼 届时总商三举起义 梁华盐也将遭受重创 这三十五万两银子 我绑的是盐商的大局和扬州的命卖 可你既然这么说 见商不隐难 我吃丁 当着小老板的面 两个大老板掐得热火朝天 连马大老板拉架都不管用 众位盐商不欢而散后 马德昌就数落起了不实大体的报以安 老报依旧振振有资 他认定汪朝宗之所以 答案阿哥占据江西卖盐 以及现在帮他贷款 就是想名正言顺的拿走他的盐案 而盐案就是销售渠道 更是源源不断的进展 报以安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我告诉你 建商府我就说死我都不给他 我保准老马 这一趟他去行盐 我让他卖不出去 这个官员相当不地道 汪府管家奉命来替货 他收了银子却不愿意办事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盐来 不好办哪 管家心中好笑极了 不好办的前台词就是能办 只是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过在让读利益之前 他必须敲打一下曹大使 唐尊 这次行盐可是新任 延远老爷阿克战大人亲自下的令 他老人家奉着皇上御旨 这件事要是办不成 他老人家的脸面一伤 怕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吧 可曹大使一点也不慌 一句巧妇难为五米之炊就给顶了回去 这下管家也懒得继续墨迹 开出了驾马 阿人此事若成还有三十两奉上 兄弟我也为难哪 谁也不会跟银子上 这个数已经超过曹大使一年的俸怒 动心之后随即松口 这样 我们先去看看盐 有多少 七十两 好 大不了我今年的盐先给你 二人达成一致后 管家这才领着汪海坤随他去盐厂提货 但是汪少爷可没管家厨师劳练 年轻气盛的他 不但一包一包的仔细验货 遇到一次充好的盐包 他还毫不客气的揭穿 这盐里的沙土至少得有三只 不没有三成这么多 这一包应该是沙土两成七盐七成三 曹大人 直说吧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 曹大使正打算糊弄过去 管家就指出跑去进三成沙土后 仓库里的村盐绝不超过两万盐 你是人是有 那还差五千多盐呢 不但曹大人回答 汪少爷直接揭穿事情本质 巨额亏空绝非自然损耗 只可能是被他贪污并私下转卖了 哪有这种事 汪公子 话不可以乱说 你私自藏匿起来的一等良言有六千亿 连那些四言贩子都认了 难道还要我亲自带去看吗 好小子算你狠 别以为你是汪朝宗子 侄子就了不起 大人不打脸 但汪海坤却把脸彻底撕破了 管家见识不妙 赶紧把曹大人拉到一旁 劝他心 曹大人 您刚才只是一时气愤 您说是不是 我们汪公子发现了六千亿来历不明的私言 大人肯定毫不知情 现在朝廷又急需用言 这些言就便宜了我们了 你 见曹大人不愿吃亏 管家改变策略 劝他不要吟小师的 毕竟这件事一旦被通到阿克战那里 他肯定丢官把制 这六千亿言 深究下去 咱们谁都没好处 糊弄过去就完了 您在这个位子上日子还长 曹大人刚有所松动 可汪海坤却急了 他这坚守此道 唐少爷 唐少爷 那些个私言贩子 自知跑不了了 就喜欢派这几个老爷进来 他就觉得受罪也值了 您说是不是 他是坚守此道 按大情侣罚 犯门避命的 少爷 这趟行业 关系着扬州多少言商的身价性命 曹大人给了咱们面子 你还给他一个面子 好不好 少爷 就是给咱自家老爷面子 好说歹说总算安抚了汪海坤 生怕再出波折 管家赶紧推走了他 剩下的两万一年 价钱怎么算 咱们再商量 走 汪海坤回到家后 第一时间将曹大使 贩卖私言的事情 告诉了汪朝宗 并提出将他告到严远衙门 告他 能告赢他吗 汪海坤表示证据 确凿已告一个准 但是汪朝宗不这样看 反问他一个核心问题 那告赢了之后呢 之后 老汪指出 淮南淮北二十多个沿案 至少有一大半的沿官 暗中贩卖私言 告发曹大使一人 就相当于得罪了所有管理延误的冠冕人物 更重要的是 曹大使那里是马宗商的定点延长 曹大使如果贩卖私言 跟老马一定脱不了干系 这个时候把他牵扯进去 朝廷的捐输 肯定是完不成了 汪朝宗想保护马德昌 但老马却计划着倒打一趴 构陷他贩卖私言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他找到了跟汪朝宗有过节的老报 选择让他来做传声筒 曹一廷这个人 你认识吗 都认识啊 绝岗盐厂大使啊 那两怀那么多盐厂 就属他那儿范私言最厉害 老汪在他那儿进了一批货 闻听此言 老包自以为抓住了汪朝宗的把柄 很快就将这个消息透露给阿克战 就这样 马德昌阴谋得逞 汪朝宗的言传顺理成章的被官府查抄 爷 在太州被扣了 书想着多句嘴 人背后痛刀子 朝宗 找爹商量商量吧 还商量什么呀 请阎神 阎神相当于阎商们的官而已 只有总商更替或者遇到关系行业命运大事时 总商们才敢惊动他讨个旨意 待到人其礼弊 汪朝宗率先发难 谁在太州 扣了我的言传 可是始终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汪朝宗只能撂下狠话 太州的事没个交代 捐书的事 我也不管了 心中有鬼的报言 默不作声 暗地里使坏的马德昌劝他大肚点 可汪朝宗还是只有一句话 是谁扣了我的言 我 萧总商这一声有气无力的回答 惊得现场鸦雀无声 汪朝宗不理解岳父的做法 老报老马何尝又不是如此 原来之所以萧总商派人扣下这批言 是想借此解决暴言和汪朝宗之间的疙瘩 之前阿克战把老报的言案划给汪朝宗 就是为了挑拨总商之间的矛盾 言怨大人 就要的我们斗啊 等着我们斗 盼着我们斗 斗到同事操个骨肉相馋 斗到双方杀红了眼 收不住手 到那时候 晚了 什么都有了 老爷子如此声明大意 老报和老汪心里再不舒服 嘴上也无从辩驳 深知他俩的矛盾点就是严案 老爷子拍板给予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趟去建昌 你和小豹一起去 双头并进 谁有本事先凑足了 捐书 那隐案 就是谁的 小总商一锤定音 这场请严审的纷争就此作罢 你让马德昌送银子 你放心吧 那就是个幌子 那真银子 早从陆路走了 我就说你坏吧 阿克战命令马德昌押运第一批捐输进京 并让鲍言和汪朝宗前往江西筹措第二批捐输 支开这三位总商后 阿克战下定决心调查运口亏空 而切误点就是总商们手里的账策 可汪朝宗早已洞悉了阿克战的意图 临行之前 他将事关严商身家性命的账策 托付给了自己的红颜知己 而同样感觉不太悬长的马德昌 也做了两手安排 先是请求铁三拳全程护损 对方以刺杀阿克战没有拒绝后 他旋即表示默认 在出发之前 马德昌又特地找到报言 反复提醒他提防阿克战 现在扬州城四大总商已缺其三 只剩下一个锤锤老矣的萧宇宁 谋刀祸祸的阿克战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可还没来得及发难 他就收到了两个大礼包 第一份大礼是铁三拳的深夜刺杀 好在航务出身的阿克战足够警觉 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第二份大礼是萧宇年的怡红眉酒 对于这拙赤裸裸的红门夜 是安此道的阿克战慷慨赴约 老爷子选择在封月场所会面有两个目的 一是探望自己二十年没见的老乡好十三亿 二是和阿克战举行谈判 萧老爷子指出 阿克战直开三大总商的目的 无非是想腾出手调查运苦亏空 但这亏空牵连太过 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陷进去 你啊 没张脑子 不该管的事 他就不能管 谁管谁自掘坟墓 老爷子你是在威胁我 威胁也好忠告也罢 反正阿克战以人认定 萧老爷子是以老卖老多管闲事 最后 他懒得和萧宇年废话 直接来了一波反威胁 这两怀孕库的亏空我阿某不仅要查 而且要查个明本 我还告诉你 我阿某掉脑袋之前 一定会先砍他几颗脑袋 在家写着吧 别操这份鲜心了 与老爷子谈判破裂后 阿某站随即发动了大骚步运动 茶汤官抓衍生 一时见扬州城被弄得极飞狗跳人人自危 阿某站派蒋城天天抓人 惊动了一向身居简出的卢德公 虽然并不清楚是否针对自己 但如果继续放任迟早会被牵连 因此他也下定决心搞点事情 为了先发之人 卢德公派人绑架了马德昌和汪朝宗的孩子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两位总商尽快回到扬州 与此同时 奉命押送捐输进京的马德昌 途中不幸遭遇天地毁解杀 可等匪徒们登船打开银箱 却发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石头 装死躲过一劫的马德昌醒来后 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阿某站射击了 道理总商中军进攻之心 我阿某佩服 阿某站 还得劳你送往京城 阿某站 你个天杀的 所有人都掉进了阿某站的死局 赶往建昌醒眼的汪朝宗和鲍宜安 一路上也是风波不断波澜四起 先是鲍宜安的属下其老板 一边忽悠老鲍迅速赶往建昌府 拿眼隐患思言迅速出货 一边突然投靠汪朝宗 并鼓动他以贩卖思言的罪名 搞垮鲍宜安 汪朝宗对着卖住穷之徒 当然存有戒心 其老板立刻指天发誓以后 定会忠心耿耿 为了让汪朝宗更放心 他表示可以纳投名状 这事没我退的余地 我骑士皇 指证鲍宜安 而蒙在鼓里的鲍宜安 已经到了建昌府 他找到严肖头子达成合作 由严贩子帮助他卖银 条件是他将这伙人的私言 变成官业 随后赶到的汪朝宗一行 发现建昌府私言猖獗 管辖通过走访更是发现 当地居民竟然被嚣张的 盐贩子逼着买了很多盐 再想卖根本没有希望 汪朝宗得知这个情况后 直接刚知府衙门 反其道而行 提出帮着张知府去库存 你要买我的官盐 正是 只是您这盐存放了太久了 张大人您可得折低点价格 汪祖商 你可真是鸡尸语啊 老汪以极低的价格 拿到官盐后 开出了查禁私言的条件 知府表示不是不想进 而是盐贩子神出鬼梦 可这难不倒汪朝宗 毕竟都在一个圈子混 下午就一会盐贩子 将盐卸下之后 空船盐浆而下 到了一个叫上主村的地方 进了一间大屋就不见了 想必那里就是私言贩子们的巢穴 有了汪朝宗的情报 官府很快就顺藤摸瓜 将盐贩子一锅端 连同现场的老报和老妻 一并锁拿归案 对于一届总商勾结 四言贩子的恶劣事实 张知府怒从心中起 决定严惩不淡 报言只能大喊冤枉 可是老齐却按照之前 跟汪朝宗的约定 直接倒打一耙 转为污点证人 老老板 你这又何必呢 好汉做事好汉大 你搞什么搞 骑士皇解释 报言勾结言消贩买 虽然他亲眼所见 然而自己苦苦相劝 对方就是不听 总之一切都是老报的责任 骑士皇 他几天就把我卖了 你个狗奴子 不是你 谁去认识那些言发子 不是你 谁会跟那些言发子 签什么字句啊 你现在要是一变 变成好人了 你没好下场 你 报言 你敢抛上公堂 就在张知府要做出宣判 老报从此彻底完蛋的时候 汪朝宗掐着表赶了过来 看到老王 报言想当然的以为 他是落井下石的 开口就是一波慢骂 汪朝宗 你公报私仇 你勾结贪官 我老报我不怕你 我做鬼也饶不了你 你死到临头了 还嘴硬 很赔 很快 报言就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汪朝宗过来 反而是解救他的 老王指出 报总商只是犯了 实人不明的小错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骑士皇 报言 错就错在 被小人利用 被栽赃 嫁祸 大人 说的对 说的对 都是这骑士皇 他从中窜倒 最后 汪朝宗干脆给报言作宝 表示两人相识几十年 老报段无可能勾结四眼贩子 汪朝宗的这番话让老报感动异常 私立逃生后 老报给老汪磕头认错 就在二人兵事前嫌的时候 扬州城却因阿克战的系列动作炸了锢 抓到贪官怎么惩治 大清言商中的这段剧情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 有人说直接判刑就完了 这个傻子都知道 可是在乾隆年有一项特别的异罪银制度 简单来说只要缴纳一定的银子 就可以免除相应的刑罚 所以即使阿克战抓了这批贪官 实际上也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在这种大背景下 凡夫都是阿大人 只能点上三碟小菜一壶美酒 无可奈何地成前毕后治病救人 老阿这样做其实十分讲究 贪官们已经吃了很多天老饭 早就馋得不行 平时根本看不上的饭菜 此刻想吃也吃不上 更显然的是老阿吃的还那么香 心里落差一出来 悔恨和懊恼就会油然而生 都瘦了 老阿转过身去 自顾自的勉了一口小酒 继续放大这种落差 这劳饭吃不饱是吧 但至少劳力比外边清静 这人一清静 就离上天近了 又是蝉虫勾引 又是性命危险 这帮贪污受贿的阎官 完全被阿克战遭中了阳处 所以当阿大人询问他们上路前的愿望时 一个个痛哭流涕 纷纷表示悔不当处 那么问题来了 阿克战当真会相信他们的悔过之心吗 我不信 难道以前你们就不懂大清律令 就不知道不能贪贪王法 我不信 知道正爹在哪儿吗 心坏了 事实就是如此 历来文官贪磨 无疑不心存侥幸 事发之前知法犯法铤而走行 事发之后百般抵赖推卸责任 岂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 心理建设到位后 阿克战这才询问每个人的官嫌大小和贪磨数量 这是准备抓典型的 一名从七品官员交代自己收了一千两 而他每年的俸禄和养联银子加起来 也有六百五十两 从经济学角度衡量 显然这属于高风险低回报的买卖 这样优秀的案例老儿当然不能放过 谈了一年多的收入 就掉了乌纱 你值吗 都是些寒门子弟 十年苦读正义功名 不容易 被戳到通处 这名官员哭着告诉阿克战 自己幼年丧父 刮目靠着帮雍江戏 才艰难将他养大 手都动裂了 在供我读书 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这番话真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 维尔阿克战差点笑出声 天降意外收获 老谋深算的他于是趁热打铁 能哭就好 能哭就好了 能哭说明 你们这心还没黑透 还有那么点干净的地方 看到火候差不多了 阿克战开始假惺惺的安抚这批贪官 他表示自己也不想为难打架 念在他们还有点良心 此时就此结果 我这后边还指着你们办拆呢 一帮小贪官顿时感激涕零 赌咒发誓今后坚决不再贪污 阿克战自然不会就这样便宜了他们 开出了两个阴损的条件 一是将吃进去的赃款吐出来 二是揭发检举同僚 可就在阿克战大获全省 众贪官陆续表忠心的关口 意外发生了 大难不死的马德昌回到扬州 拎着木棍就挥向面前的朝廷二品大员 心中有愧的阿克战掉头就跑 原来之前阿大人命令老马押运假银子进京 害他遭遇天地会截杀 靠装死逃过一劫的马德昌 方才知道自己被设计 又恨又委屈的他 恨不得宰了阿克战 老阿也是成也心计败也心计 很多时候成就一个人的本领 最后往往反倒成了你的致命缺陷 因为一个人如果经常搞阴谋诡计 一旦出了岔子 就等于递格了对手痛击自己的木棍 阿克战扇刺刺到 他一边躲避马德昌的木棍 一边见缝插针地将他儿子被绑架的消息告诉他 如今阿克战设计马德昌失败 假之他儿子还是在自己支开老马后才遭人绑架 余共与四老阿都必须要给马德昌一个交代 可是此刻脸皮在后也没脸去 只能派师爷登门谢罪 看什么看 人都伤成这样了 你们还不沉心呢 马老夫人的一同指责 李亏的何思胜不敢反驳 他只能拿出阿克战带来的陈年老山深已是赔罪 可是官员给富豪送礼往往晦气返校过 因为无论送什么别人都不稀罕 你们这不是卧龙调校吗 庄晕的马德昌迅速阻止了夫人 诸葛亮给周一枯坟 真情还是假意谁也不知道 但他十分清楚这颗老山深的价值 何思胜当然知道自己不受待见 既然礼物和倩已经带到 剩下的就与他无关 待他匆匆告辞后 马老夫人越想越起 把这包东西给我扔出去喂狗 所有这些药材我全都要了 我照价出两倍 大人万万不可以 我这也是为成都百万百姓 拜谢二位总商 汪朝宗还未出嫁 成都知府就主动加价一倍 做了半辈子生意的汪总商 也未曾见过这样的怪事 但是奇葩之处还远不止如此 我这就去给布唐大人写折子 请布唐大人奏请圣上 为二位总商请功 实际上知府之所以对两位总商如此态度 皆是因为二人替他解了成都的燃眉之急 原来最近属地瘟疫爆发药材齐缺 莫非汪朝宗在建昌以言换药 这一关他根本过不了 现在老汪运送药材的奇招 不但解决了成都的瘟疫 也为自己赚得四十万两白银 消息传到京城后 乾隆皇立顿是龙兴大悦 从成都府拿到银子后 汪朝宗和豹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 按照朝廷制度 这批银子应该先送往汶川县 再由衙门缔解到前方军营 可是急性子的老包 为节省时间和手续打算让开县呀 包老板让我跟您说一声 他先走一步了 他去哪了 他说前线军情紧急 他先押着银子去大营 老爷空身直接去汶川县衙 就说银子已经到了 胡 赶快走 老汪之所以如此着急 既是担心老包的人身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 老包的率性而为 已经犯了朝廷机会 兵是朝廷的兵 严生把银子捐给朝廷 朝廷给兵发行 那是理所当然 沿上直接给当兵的发行 这算什么事 您是说这会触动朝廷 当然 前名审判三多大的家产 就是这么丢的性 也就是说 我们明知道前敌进 汶川县远 也只能先把银子送到汶川县 然后再兜个大圈子 把银子送到军营 然而还没等报言 抵达汶川 军饷就被叛军接走 汪朝宗一路追赶不见踪影 意识到情况不妙后 果断改道去军营 毕竟现在只有前方的将士 才能救老报 两怀严目总商汪朝宗 参见定西大将军 什么 扬州商人 不知道在打仗吗 跑到山沟里来做什么 汪某侍奉两怀严正 阿克战大人之命 先来给将军送军饷的 那是我的救星来了 汪朝宗他们确实是阿贵的救星 军队已经断吹很多天了 甚至一度逼得他杀马冲击 听到叛军接走了军资 阿贵立刻召集属下速速打探 好不容易等到的时候 总不能让狼给刁了 月黑风高杀人业 阿贵的将士很快就摸到叛军阵前 火箭为号 如鸡四可的兵士们扑了上去 接走军饷的金川匪徒们 一个不留神就被杀的片甲不留 不带银车安然无恙 报言引此获救 将军神机妙算 真是用兵如神啊 要说神 还得数 汪老板报老板二位总商 他们从扬州出发 一路上 风山开路御水加桥 把军下送到四川来 还有谁比二位总商更神啊 我要奏名圣上 请名发上誉 加奖二位总商 将军过奖了 小商实不敢当 汪兄不必过签 有圣旨嘉奖 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啊 行了 都把银子送到敌人军营了 还光宗耀祖呢 商业护吹结束后 阿贵将军设宴招待汪朝宗和报言 一是感谢他们及时送来军响 二是为他们践行 并强调会上做朝廷为二位请功 面对阿贵将军的热情 汪朝宗连忙推辞 这批军想拖延多日 这批军想拖延多日 也深感愧疚 将军 在前方忍计挨饿的浴血分战 我等愁挫粮草 也是理所应当 我们俩的名字 就不用写在奏折上了 干嘛不加 干嘛不写 阿贵将军 我叫鲍炎 航务出身的阿贵向来 喜欢直来直去 看到鲍炎这般率性 不由的觉得分外清静 而老鲍的歪打正着 也促使阿贵下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要和二人结拜为一行兄弟 你能挽住酒 我认了你们两个兄弟 将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原生 这万万是不得 将军是朝中重臣 汪某不敢告白 汪朝宗谨慎是有道理的 历朝历代 富商和武将称兄 到底十分犯忌讳 但是阿贵却毫不在乎 一是他没有谋反之心 二是因为战事结束 也就意味着兵权会被解除 你要是再推脱 那就是 看不起我阿贵 认就认 哥 你不认我认 我终于有一个 当枪军的哥哥了 鲍炎因祸得福 而他的简单之间 更是让汪朝宗也跟着沾光 阿贵战功卓著 平定大小金川后 按照朝兵惯例 肯定会被提升为首席军级大臣 那不得比那个 和声和大人还得高啊 这下好了 这下阿贵战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吧 提起阿贵战 鲍炎突然就无比肉疼 因为前线一百万银子军饷 他一人就单了三十五万两 而这一切都是老阿的手笔 鲍炎一边抱怨一边骂 最后汪朝宗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安慰老鲍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没必要再说回头话 更何况这次差事办得非常漂亮 皇帝一高兴说不定能赏他一件黄马挂 老汪描绘的蓝图 让老豹美的都快冒鱼炮 但他很快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汪朝宗不及前嫌的提携 尤其是在建昌府他都快下狱了 若不是老汪出手 他根本没有今天 你怎么就会帮我呢 那你要是倒了我跟谁斗去 这话对啊 这话对 我再问你事 就建昌的药材运到成都这事 你是在扬州就想好了 还是临时想的 在扬州迟迟不出发 我就是在等线报 我知道 成都府急需药材 而建昌呢 有大量滞销 通有交相力 够 够我以后我跟定你了 报言却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了 三十五万两银子的捐输 是老汪替他借的 建昌府他企图坑害老汪 对方却不及前嫌的出手 加之宋军想被劫走 又是老汪奔走营救 这几番下来简直是恩童的造 意识到情分永远还不清了 内心有愧的老汪决定先还钱 哥 有些个事啊 我憋了一路了 我想 还是在回家之前 跟你说清楚一下 老汪解释 其实他在建昌府赚了一大笔 现在他决定要还些银子给汪朝宗 但老汪表示根本不信 就你 空了手去了 你小看我了不是 你小看我了不是 鲍银安拿出藏在枕头下的银票 递给汪朝宗 一边跟他解释这笔钱的来源 我们鲍家世代经营建昌府 散落在各处的银子和产业 不在小数 就在那几天 我找了很多下家 包把那些银子呀 归拢了归拢了 这三十万两银子 没用 这么着吧 就算还给你的 还你那个用康山草堂做抵押 帮我借的银子 哦 差五万两 容我几天 连本带息 我一块凑给你 商业小天才 鲍银安这一手 倒是让汪朝宗 观目相看 现在 娟叔的事情 终于告一段落 他们很快踏上了 返回扬州的征程 不过 扬州城等待他们的 不只是亲朋好友 更是无数的阴谋诡计 都查到这份上了 不看他几个人头 怎么跟皇上交代 要怎么镇得住 这帮猴子 杨泽灵 大人 属下明白 凡夫都是阿大人 现在极其恼火 由他掀起的反弹风暴 虽然把扬州城 闹得人人自危 但落网的全是 这么大的一贪 老阿十分清楚 真正的大爷 正在冷眼旁观 等着看他的笑话 他准备摘掉几颗人头 江水搅混 然后追踪寻迹 挖出硕数 刚刚四号邮车 那个小官家 给大人 小孩跟欲如意 见面 一声令下 无数人头落地 阿克战此举 很快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远在京城的河神 收到消息后 立马激眼了 这个阿克战 又耍他的野性子 弄我好要出大娄子 来 必须抢在阿克战之前 把那个杖策给我弄到手 扯 扬州地面上 阿克战打杀四方的动作 让严谕士卢德公 更是如坐针针 虽然不清楚此举 到底针对谁 但作为延远衙门的二把手 卢大人也不敢保证 就不是他 你今天也看到了 他严院大人下手再狠点 这地上的人头 可就是我卢某的了 大人您放心 老爷子那本假账策 正在加紧赶制 已经过了一半了 相信很快就会出来 也许交上去 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瞒过去 桥山正火的目的达到后 阿克战紧接着又使出第二招 他将幸存的严商和严官 邀请到严院衙门 让众人切身观摩搅和的赃款赃物 目之所及触目惊心 这里除了有价值连场的珠宝字画外 更有数不清的玉如意和外国钟表 初步估算一项 这件屋子里的器物价值 起码一百个小目标 就在众人观摩的时候 子雪也探着小脑袋跑来凑着呢 子雪 你怎么在这 我也想看他有什么稀奇的玩意儿 老阿是爱着子雪 而子雪则恃宠而骄 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去 只不过阿大人不知道 自己希望一次警醒众人的目的 差点被他葬送 叶明珠不见了 什么 这可是成堂赃物啊 谁那么大胆子 快找人揍去 大人 不必了吧 什么意思 能进二堂的就那么几个人 敢拿叶明珠的有谁啊 老阿傻了 子雪简直胆大薄天 居然敢悄无声息地掏走赃物 而师爷的解决方法则更为大胆 大人 一床紧被遮盖下去算了 我回头在单子上把他给削了 事关重大 阿克战不敢怠慢 而子雪正心花怒放地把玩的叶明珠 他哪里会想到 马上迎接他的将是雷霆风暴 怎么回事 老爷 我在问你怎么回事 哎呀 老爷 不就那么回事吗 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子雪不知道阿克战是否真的生气 心存侥幸地他开始狡辩 我就是看着好看 自己剪的 剪的 再去给我剪一颗来 哎 剪呢 你知道什么人佩戴这个珠子吗 这颗珠子值多少银子吗 剪去 剪去 现在黄正在上面压着我 天地会在地下盯着我 这一个个言伤恨不得吃了我 你还得给我添乱 我这个言证迟早会被你害得人头落地 子雪真的害怕了 开始疯狂推卸责任 他几时自己敢拿叶蒙珠 完全是马德昌教唆的 别跟我来这一趟 都他们一路货色 老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老爷 滚 从哪来给我滚回哪去 阿科站要撵走子雪 子雪荒得要死 哭哭啼啼地请自己的好闺蜜 孟蒙帮忙 事情没那么糟 要是大人真不要你了 早把你赶走了 这不没事吗 你不知道 他最近烦着呢 刚抓了两个天津会的会党 天津会的人专门跟他对着干 趁王朝总不在 就上他们家去 找那张策去了 说不定绑架孩子的事 也是他们干的 张策在孟蒙手里 但两个孩子的下落无人知晓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他赶紧给子雪 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行吗 你就吃点苦吧 我先走了 到了晚上 叶明珠显得分外明亮 但依迹行事的子雪 却忐忑不安 白领早就已经打好了结 子雪侧耳倾听屋外的动静 直到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好戏也就开始了 然而阿克站推开的是自己的房门 气头上的他根本不像进子雪的房间 就在小铁匠认为他要挂掉时 子雪房间的板凳倒地声 却引起了老阿的警局 等到阿克站赶到 子雪已经痛苦的承受不住了 子雪 快 快来人哪 子雪 子雪 叫郎中 子雪 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 我知道错了 你别赶我走 我真的没有去除了 老爷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傻呀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苦肉计 偏偏老谋深算的阿克站 却被子雪伪装的中列蒙蔽了双眼 一个江南女子性情这么烈 真没想到 不就一颗夜明珠吗 阿克站无原则地怜香惜玉 让何思胜有些莫名的失落 阿克站组织了几场强攻以后 虽然也有所斩获 但大鱼连影子都没见着 他是知难而退 还是索性就卖个破绽 另有所图 事业吃错了后果很严重 阿克站赶紧插开话题 企图以谈论正事来讨好他 你说说这回 这汪豹二位总商送了军饷 又解了成都疫病 皇上降职表彰 竟然连我阿某一个字都没提到 是不是皇上对我还是不太满意 何思胜根本懒得理他 不过出于一个事业的职责 他还是替老阿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 他指出 西南的叛乱很快就会平顶 那么向扬州盐商催脚捐输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现在叛乱平了 严正的水到底浑成啥样 皇上可就容不得再这么糊弄下去了 你的意思是 皇上的眼神又转到东南来了 奎空本来就是前任留下的 不如趁早把这些账目直接上报 如果说皇上不查了 将来东翁离任的时候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说皇上要查 有了这把上方宝剑 你也就不必沾前顾后了 何思胜把韭菜端走了 但他留下的话却让老阿不含而立 抓了那么多小贪 也砍了无数脑袋 如果不把亏空的事情彻查到底 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 开工没有回头解 阿大人该何去何从 爆炎和汪朝宗刚刚从四川回到扬州 热户的庆功宴还没吃上机口 阿克战就不行自来的要开战 我今儿就把话挑明了 别说我不宣而战 我给皇上上了个折子 念给他们听听 查理年来 两怀炎武衙们应有 一千九十余万两余利银 运库现存十银 仅九十七万三千二百两 窥空如此之大 律人严正 居然不省军事参奏 互相隐瞒 竟然没有一人去犯死事 弃军王法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乾隆已经弃了怒目元征 扬州运私衙们一千万两的躺银 居然被上下棋手瓜分完毕 剩下的九十七万两 像是在打赏网络主播 常言道 天子一怒服侍百万 而施权老人弘历 此刻是真的动了肝火 你这 驻阿克战去山东 去查查引入海的老家 看看他是否畏罪自杀 入手贪令之徒 身家击破 子孙莫保 这 皇帝要求彻查 扬州掩误 窥空的旨意 很快引发了轩然打波 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和珅 只是属下切断 与扬州的一切联系 并停掉与扬州延误关联的 所有生意 三日之内 必须全部断掉 如果断不掉 必须跟我先走人 万一走不掉怎么办 走不掉 找根绳 吊死 另一边 收到献报的几位总商 也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由不得他们不重视 因为运扩的存淫 是两怀岩商 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的 而既在窥空去向的账策 又掌握在总商手里 皇帝这次铁了心 要彻查亏空 不交账策就是抗制 但交了账策则是玉石俱焚 由于账策 也记载了历年花小 实际上 是一本官员贪污受贿的清单 在阿克战彻查 延误亏空的当口 账策 既是贪官的催命咒 也是延商的胡神 由于账策事官两怀岩也根基 报言提议先动账 于老爸而言 他还欠着汪朝宗人情 需要交代建昌延案的账目明细 以实现顺理交割 于言商群体而言 账策关乎身家性命 必须随时加以完善 三人一致同意后 好戏开始了 江西不正使 于静 姓喜书画和古玩 南昌知府孔密 他喜欢把银子存在京城四十胡同 玉龙银号 只存那 然后是江西建昌府知府杜之杰 他喜好女色 建昌府书办 唐氏君 喜欢扬州玉器 爸爸 你不糊涂啊 你夸我哪 还不是被逼的吗 就在言商们紧锣密鼓 补权账策的时候 阿哥湛已经到了 前任尹汝海的老将 尚狱 若两怀巡言监察御史阿哥湛 茶巢固犯尹汝海家产 逐一造策巨石回奏 不得有任何欺引 我这是例行公事 对事不对任 请多短短 然而 抄家的结果 却让人大知一惊 尹家虽不至于家徒四壁 但也是别无常物 阿哥湛左等右等 直到何思胜 从屋子里拿出一副子 拿人一文则不知半文 这九个字让人为之一振 结合抄家的一无所获 尹汝海的青年 不禁让阿大人汗淫 毕竟他上任没几天 就像严商索要了三万两关节费 抄家一无所获 阿哥湛当然不能就这样交差 于是他派何思胜去劝说尹夫人 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些线索 之所以不是自己亲自去 这是有讲究的 老嫂子 还认识我吗 尹夫人表示没见过 何思胜也不意外 开始提示他 在鸾羊驿馆 老嫂子料理尹大人的后事 学生也在一旁帮着 何思胜这招是拉关系 以打消他对自己的敌意 做了尹运大人的木宾 出息了哈 哪知道对方根本没拿正眼瞧他 尴尬的何思胜也不反驳 静静地等着他心开口 今天的严院大人 就是 对 当初尹如海死在阿克战的鸾羊驿站 尹大人的后事就是他操办的 这样论下来 拉对尹家是有人在先 出国新人度建立前来了 何思胜趁势打出感情牌 试图进一步卸下他的心房 老嫂子 在扬州这些日子 学生也听到了一些风评 尹大人是个好人哪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有什么委屈 想说就说吧 三言两语之下 何思胜迅速拉进了彼此关系 尹夫人对他也不再设防 感叹起了尹大人的悲情经历 忠心意思只有一个 尹大人是个清官 你们真的相信这样的人 他会去贪赃王法吗 但是他包庇严伤 老下这么大的亏口 总是试试吧 他就是个书呆子 一脚踏进严正 这趟浑水就洗不干净了 他不懂得人情往来 但又根本想不住那些严伤 两难呢 也就是说 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的尹如海 其实下场早就注定了 何思胜当然能理解 他的囚徒困境 但是 这话我信你 阿大人也信你 但是他又没法信你 老嫂子 圣志明令我们大人 查抄尹家 如果没个说法 我们大人过不了关 老嫂子你也过不了关 这赏千万两的亏口 银子到底去了哪里 牵扯到什么大人物 尹大人是说不出来了 现在我们大人在大堂上 看着威风 但是也一样 是两头受气 何思胜这番话的意思是 我理解你的冤屈 但你要理解阿大人的处境 知道什么就赶紧说 先生 尹夫人料了 他只能把救命稻草 寄托在何思胜身上 他口中的命闻虽无实证 但是信息量也足够大了 何身何的 张凤张公公 皇上铸臂扬州 一硬开销 内府确实是拨了银子的 可是 有人还是为了接驾 跟严商们要了二百万两报销 好家伙 那么 知道这些捅破天的秘密后 阿科战又该何去何从 是庄龙作哑按下不表 还是跟乾隆奏鸣实情 这是大清严商中 阿科战与和珅看起来 最亲密的时刻 实际上各怀鬼胎 全谋交易 阿科战准备放手一搏 是要将和珅 所辉二百万两的事情 报告皇帝 何身甚至阿科战 极有可能会在狱前告状 决定恩威秉施 提前排除这颗定时炸弹 他让管家刘全 事先准备好一桌韭菜 然后找到阿科战 所在的京郊驿站 以东道主的身份 向他示好 这驿站的菜不好吃 我就特意让家里的厨子 做了几个菜给你带来 阿姆实不敢当 菜是私厨小炒 而酒则是宫廷御子 这酒是关外铜圣金烧锅 进贡给皇上的 皇上赐给我两坛 特意带来 给你尝尝 下官实不敢当 自家兄弟 不说这个 放低身段 做足姿态 和珅这般有诚意的嗜好 连阿科战也有点受宠若惊 直到火候到了 和大人开始疯狂誓恩 和珅这是在提醒阿科战 当初他能出任两怀严正 全靠自己举荐 意思是阿科战还欠着他人情 和珅赶紧出手制止 他实在听不进去老阿的客套话 再次将话题拉回到二人的关系层面 和珅强调二人均为其人 说到底都是皇上的奴才 现在既然同朝为官 以后要更加亲近一些 这话阿科战也深意为然 就在一切按照和珅的剧本上演时 意外发生了 老爷 一城知道大人您来了 一定要送两个菜 这帮一城 狗野 阿科战不开心了 毕竟他也是一城出身 和珅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隐 老阿 你别多心 你不懂 一样 都一样 这个小小的意外打乱了和珅的谈话节奏 但是很快他又将节奏掰回来 和珅一边吩咐刘全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 一边接着这个意外事件 将话题引到正式上 你看 连这驿站 都以为我和某天天在家 是花天酒地 他们哪里知道 我和某 想当年跟着和亲王在陕西那会儿 是什么苦都吃过 那是 那是 现在 在这个位置上 多少的事 都不能由着性子 阿科战当然明白 和珅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任性胡来 老阿意识到 自己当然可以直接举报和珅 但是这样一来 不仅让朝廷颜面荡然无存 更是不负责任地将难题丢给了皇上 想到这层 阿科战变得无比苦涩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 和珅使出了第三招 示威 面而面圣的事 我都帮你安排好了 很显然 和珅是在暗设阿科战 无论他跟皇上说什么 宫里的眼线都会通知他 只要一次性搬不倒和珅 那么倒的就是他自己 皇上对扬州的事 特别的心中 你说 我挺不住 你一挺 皇上怎么办 咱把所有的事都推给皇上 那要咱们这些臣子做什么 这番话说完 阿科战再无跟和珅作对的心思 因为举报和珅就是让皇帝为难 眼瞅着阿科战已经上岛 和珅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 你要有什么苦处难处 尽管告诉我 下官有一件事 想茂密地问一句 这权武爷 你老认识吗 权武爷是管家刘全的人 和珅虽然知道但没见过 如果说认识 以后权武爷出事就会攀扯到和珅 如果回答不认识 这个奴才的奴才就不能再用了 但和珅何许人也 他的话术简直无懈可计 阿大人 你明白 我家里人多 兼得差事也砸 我不敢说我不认识 阿科战瞬间瞄斗 权武爷就是和珅的人 虽然和珅嘴上不承认 但是也意味着自己不能动他 权 老爷 把这剩下的菜别浪费了 带回家 咱晚上可以再吃 扯 吃不了就兜着走 这是和珅最后的暗示和警告 阿科战深深地看了对面一眼 不寒而栗 第二天 老阿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乾隆 刚到门口和珅的安排就应验了 阿大人 您这趟来得及 皇上实在是分不出功夫 只有早晨这一会儿 您得多体谅 我明白 明白 阿科战来了 老阿平复了一下心情 恭恭敬敬地给乾隆叩头请安 而这一切都被和珅的眼线尽收眼底 皇帝让阿科战坐在他对面 很关切地让他吃早点 阿科战哪有心情吃东西 可军命难为 不得不拿起一块点心 小媳妇时的一点一点塞进嘴里 脸上分明写着心事重重四个大字 白头发没见少啊 雄心壮志还有吗 慧皇上 都还好 嗯 多替朕用点心 寒暄完毕 乾隆也不理他 自顾自地看起了奏折 没了帝王的凝视 阿科战这会儿突然不紧张了 吃东西的速度明显加快 就在吃完第一个包子 准备吃第二个的时候 瞥见他小动作的乾隆发生了 尹如海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阿科战赶紧放下包子 立刻从绣筒掏出尹如海的那父子 一旁的太监也迅速走上前来 帮着将他展开 男人一文则不知半文 虽然阿大人什么也没说 但乾隆瞬间就清楚了前因后果 毕竟这九个字足够说明问题 我怎么成了昏君呢 圣圣英明慈祥 万民用戴 君不密则失臣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臣子假如说话不准密会祸害自己 乾隆是在提醒他要认真奏对 这自有骨头 印的人是死贱 他什么都没说 圣圣把这块骨头给咽下去了 软骨头 乾隆怒了 在他看来 尹如海是个不作为的清官 但却和探随宇宙奥秘的孙连城一般无二 根本配不上死家二子 不拿钱就够了 那朕交给他的差事 说扔就扔了 乾隆越想越生气 尹如海搏了个清官名声 但是他一瞒扬州掩误亏空 却害得自己成了昏君 再看这副字更是怒从心中起 逃兵 这是逃兵 阿克战你别跟我申请 他一如海把自己修得那么清白 与大清何用 与朝廷何用 与朕何用 王长 容辰三个月 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冲 阿克战的军令状 让圣路中的乾隆渐渐冷静下来 平心而论 扬州言无盘根错节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查清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给你半年 这趟北京之行 阿大人败得替吴婉夫 和珅他不敢动 乾隆又下了死命令 似乎只剩下欺负严商一条路 那么阿克战将会如何折腾 扬州已经伤不起了 扬州伤不伤得起 就看你自己了 老岳父的灵魂拷问 揭示了汪朝宗 十分堪忧的处境 完成绝输的他 本来对扬州言也有大功 但架不住人红是非多 严商内部充斥着 参议和嫉妒 马德昌就准备将汪朝宗 推给阿大人做炮灰 这风都杂出去了 是 现在满城里都在说汪朝宗 其实不用您吩咐 他的大兵早就传开了 连胡敬廷的书里都说的呢 马德昌散播谣言十分讲究 只夸汪朝宗却故意忽略鲍言 目的就是要激化二人的矛盾 果不其然 鲍总商手下的小商先结了 你看看现在人家的声势 这么一来 咱们鲍家的言商 比他汪家的言商 十大十就矮了一截 咱们不是说要跟谁斗 可是鲍言却不以为意 反而劝说他不要在意这些虚名 朝宗 不是 那个 那个汪总商啊 对我有恩 我这个人吧 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我总不能去做那些探头的事 再说了 扬州就这么几大组商 我们成天逗来逗去的 怎么做生意啊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早就转了性子的老报 警告老吴不要乱来 这个结果大出马得昌的预料 不过这个小意外 也不影响老马的整体布局 他一边只是属下 按照言计划继续散播谣言 另一边找到铁三拳请他帮忙 老铁 刚才你都听见了 听你了 我我听是听你了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之前不是还和汪朝宗称兄道弟的吗 马得昌表示 生意场上乌兄弟 为了生存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如果汪朝宗还是阻伤 那么自然没必要争斗 现在眼看着他即将成为首席 老报又成了他的铁杆谜底 再不出手的话 扬州城汪朝宗将一家独当 那你想怎么办 宰了汪朝宗啊 我是个生意人 自然不会要了他的性命 要说马得昌一人的手段是真多 他十分清楚真假账策 分别在汪朝宗和萧宇年手里 等到萧老爷子把假账策交给阿克战士 由潜伏在汪府里的铁三拳将他偷走 那么借使汪朝宗要么被迫交出账策 要么抗制 无论何种情况发生 马得昌都能趁乱获利 扬州岩上内部失和 阿克战更是在外虎视眈眈 深知总伤如果铁板一块 那么半年查清亏空根本不可能 报言战斗力太长 违今之计 只有推动马得昌和汪朝宗争斗 阿克战才有可乘之机 何思胜建议 可以提前将首宗给汪朝宗 以激起马得昌的记录和不满 说干就干 阿克战将几位总商和卢德公等人 请到花船上吃饭 借着公和他们完成捐赦的由头 宣布了这个消息 各位 从明天起 这朝宗 就是扬州岩上的首宗了 马得昌脸色巨变 报言束起大拇指叫好 卢德公不动声色 仿佛已经看透了老阿的意图 汪朝宗也深感意外 现在老汪坐上了两怀岩商的头把交椅 但他清楚自己已经被推上了官商交锋的最前沿 没有马得昌彻彻 卖阿克战不安好心 要想不动声色的破局 唯有转移两方势力的注意力 但老汪采用的方法有点阴损 他要将向来置身世外的卢德公脱下水 毕竟如果任由他一直在城楼观山景 谁又能替他分担阿克战的火力 王朝宗要建造的大桥位置在寿西湖 按郑东新先生说 他就是寿西湖龙脖子上的金像圈 可是卢德公表示 二十四桥明月也不差这个金像圈 王朝宗就借着酒劲 开始表演什么叫酒后撒泼 我说卢大人 你不懂 朝宗啊 朝宗 你喝多了 王朝宗表示自己没有喝多 刚才卢德公对自己的话题不感兴趣 那只能使出激将法了 那不是一座桥 是扬州的面子 是面子 所以说你 王总是 要是本官不想要这个面子呢 面子可以不要 脸不能不要呀 马德昌瞬间傻眼 可看热闹不嫌适当 他想看看卢德公的反应 你什么意思 王朝宗仰着脖子一口酒进度 他表示扬州岩上的剑桥不仅是拉动GDP 更是给卢德公造政绩书口碑 剑桥的银子汪某拿大头 但卢德大人也不能不参与 官府也要吐 吐一些出来吧 好 这个吐字用的好吗 怎么吃进去 就怎么吐出来 方朝宗啊 你这也是在吐啊 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呢 哎呀 朝宗不敢 我就是想跟大人打点秋风 打秋风 打到我这儿来了 你找错人了 不错 杨州城里拿过你长笠银子的盐官有 而且大有人在 你可以拿着你的账策去一一吹脚 卢德公确实被汪朝宗戚的不轻 但如果他选择闭口不言或者岔开话题 也许结果没那么糟糕 可是偏偏就是气头上的这段话 引起了阿克战的注意和警觉 朝宗啊 你喝醉了 任谁都知道 这种精明知己的人 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喝醉 王朝宗这出假醉就收获泼风 即将卢德公放在阿克战的泡口之上 也因为他和卢大人的闹掰 让马德昌窃喜暗爽 你可是把卢大人给得罪了 朝宗啊 不过也没事 你这是酒醉之言 卢大人是个读书人 不会在意的 可那件事吧 靠官府还是不行 只有靠咱们言商 你捐了十来万两 想必修的不是一座便桥吧 这样吧 我也不问图样是什么样 保广泰言号 出三万 马松啊 现在扬州城里的水被汪朝宗搅得更浑了 老马和老汪既竞争又合作 卢德公被推出做挡箭牌 那么接下来这浑水老阿又该如何去 建九皇穿越到乾隆年代 成了扬州文艺界的怪咖正东心 此时此刻 咖正带着一帮小愤青齐声喊卖 人到阿克战多尖巧 人到阿克战多尖巧 果然亚比秦赵高 果然亚比秦赵高 欺君勿国你非正道 欺君勿国非正道 可是骂了半天里面就是没动静 老郑实在有些体力不支 传了几口气候开始放大招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阿克战俯首而立不为所动 估计心里也在盘索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但阿克战也只是在心里想想 现在他可不敢出去 前些日子 自己奉旨查查尹卢海老家 不但发现尹大人是个清官 还弄得尹老夫人想不开再大于自己 消息传到扬州 世子愤青和吃瓜群众群起而攻之 一时间阿克战在扬州人人喊道 大人 郑总现在聚集本城市身联名尚书呢 我把书稿抄回来了 书稿是文言文 其大致一字是 扬州延误亏况是历代贪官累计而成 现在把罪名推给清官引入海 还逼死尹老夫人 阿克战起嘴当中 真是好温暢 比你的如何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何思胜被厚脸皮的阿克战文给一肚子 来人呢 把我一手闹事的都给我抓起来 尹老夫人的意外演变成了危机公关 但老阿没有选择删铁盗窃 而是故意激化矛盾找水军朝热度 他的目标是问鼎全国热搜 这个黑瓜 我是打算背 好 好 背吧 痛痛快快的背 最后把这事 捅到皇上眼皮底下去 索性把杨中的盐物掀他个底朝天 弄他个水落石处 阿克战彼此眼如海老娘这条热搜 很快就传到了宫 总管太监张凤起初没当一回事 毕竟热搜就是用来搏眼球的 瓜个两天一定会有新的打瓜替代 放心 翻不起大浪了 那 您要不要跟何大人商量商量 跟他 画得跟琉璃球一样 他要是知道了 就会借沟出水 一准没咱们什么好 然而 太监不及皇帝基 乾隆向来重视扬州盐物 他告诉张凤 现在宫里有人将手伸到了扬州 并责承他调查清楚 张公公这才慌了 担心自己所惠的罪行暴露 张公公准备前往扬州拿到账策 小太监提醒他 太监私自除工时死罪 但是张凤却做了万全的准备 不入护学 焉得胡子 何孝公主迟早要大婚 我让江宁制造局 提前为他造办 吉福长福 那么多断杀可思刺绣 怎么也够他们忙些日子 把差事办好了回来 这太后一高兴 屁事都没有 顺便把扬州的事也给办了 这里解释一下 金册相当于皇族子弟的身份证 何孝公主早已被乾隆徐配给和珅儿子 张凤偷走这个金册 会让和珅和皇帝同时投属忌器 只不过此时公主才九岁 张凤借口提前裁办婚礼之物 提的也太早了 也不知道路上走了多少日子 张公公最终来到扬州 他找到汪朝宗 谎称是奉了秘纸来视察江宁制造局的 并说要帮着筹备何孝公主的婚礼 老汪听得云山雾罩的 一个宫里太监奉了秘纸说得通 但是江宁制造局在南京 跑到扬州就说不通了 对此张凤也早有准备 咱家到了江宁找着了制造局 可他们一时还拿不出东西来 咱家又准了他们十天的线 趁空了来趟扬州 那我赶紧通知各位大人和总商 前来拜见公公 张凤一听这还鸟得赶紧阻止 他强调自己是凤蜜之伴差 不宜大肆宣扬 并提出要住在汪朝宗的康山草堂 张凤的突然造访 让汪朝宗感觉很诡异 他觉得这背后一定有巨大的阴谋 和如影随形的威胁 而老汪把一个活人藏在康山草堂的事情 很快就被他夫人发现了 你鬼鬼祟祟的 往家里藏了个什么人 老汪回答是大内太监总管张凤 萧文书一听就急眼了 王朝宗 你可别糊涂 他一个太监怎么能出宫呢 你说 他干什么来了 说是暗查江宁制造局 顺到了梁州三次新 还给我带了五龙亭和石器拱桥的图样 王朝宗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什么五龙亭六龙亭的 王朝宗让他稍安勿躁 张凤的来一看也猜不透 眼下只要静观其便即可 萧文书虽然无比恼火 但是他清楚不该插手丈夫的证实 很有分寸感的料下狠话 你往家里藏个太监 看你怎么收场 没过几天张凤就按捺不住 他询问老汪手里是否有一本账策 王朝宗又不少 没等张公公开口索要 就先找借口推托 账策当然有 严商的工账都在物本堂里 不够朋友了吧 跟老哥哥都不说实话了 汪朝宗心想 你个老玻璃 我不是你老弟 而张凤则开始编故事 何孝公主要结婚 皇帝和和珅的喜事 怎么也得花掉十个小目标 而朝廷刚刚打完仗 国库里根本拨不出银子 汪朝宗一听 瞬间瞄懂 又有卷书啊 找我 这事你清楚 咱家清楚 可皇上不清楚 张凤见老汪似乎上到 又开始编故事 严商们因为接驾 把银子花光了 只要把账策 整个备份给他 届时就能在乾隆面前 替他们说上话 这样一来 公主结婚 严商们就不用交捐书了 见汪朝宗不答话 他拿出和孝公主的金策 一是证明自己 刚才编的故事不是虚构 而是提醒汪朝宗 掂量一下事情清楚 老爹 好好想想吧 那么 汪朝宗面对张公公 半真半假的表演 又该如何行事 一个太监总管 就这样跑了 这还拿不得 抓不到 这就在顾着皇家的罪言 这还在顾着这张脸面 大内总管张凤思讨出宫 乾隆勃然大怒 主子抽自己耳光 太监公女自然也跟着抽 就在场面一度将注的时候 和珅见来解围了 皇上 发落这些奴才事小 气坏了您的身子是大 皇上 保重您的龙体啊 知道和珅进来一定有要事禀报 乾隆把这些善尔光不用心的全眼轰走后 询问小和的来意 这是杨州的事儿 阿哥站在杨州张扬的厉害 好像差点闹出人命 乾隆有些失望 一点实质证据没有就搬弄是非 也就是和珅 换边早就挨板子 柳中吧 他这样的奴才 已经不多了 还有阿贵 也算一个 乾隆直接忽略和珅渴望的衍生 顺着话头询问阿贵班师的具体时间 他打算亲自前往德城门迎接 担心阿贵太过风光压自己一头 和珅便找理由阻止皇帝 班师在五时 交迎诸王公大臣出城 要在尘时出客 须在城外 等一个多时辰 所以你怕朕等不了 站不住 朕有那么老吗 和珅赶紧跪倒在地 强调皇帝英明神武身体被绑 但亲自迎接阿贵的决定不是很妥当 皇上福德尊贵 天下无几 以万圣之躯 亲临交迎 于皇上是一片阴阴爱护臣子之心 可是臣子们担当不起 恐怕还会折了些福分 然后小和同学开始举例 复工也平定西番乾隆亲营 结果没熬过十年就客人尝试 赵会将军平定大小合拙 回朝也是皇上迎接 结果四五年就挂了 一言以蔽之 乾隆自带客臣体制 赢谁谁就短命 皇上如此眷顾阿贵 奴才又是替他高兴 又是替他担心呢皇上 皇上 奴才不怕 朝廷的轻易说奴才离间君臣 济贤度能 奴才只是觉得 朝廷难得有这样的人才 应当好好珍惜呀 皇上 和珍明明就是争风吃醋 但这番话句句站在皇帝的立场 并且有理有据 乾隆也被他的动人表演折服 让他不要再煽情 不过你说的话 正考虑好了 朕就在宫中拈香等候吧 很快就到了阿贵 班师回朝的日子 不服老的乾隆也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屋里转圈 身旁的太监以为是皇帝等级了 告诉他时辰还走 皇上 阿贵将军的队伍凯旋到德胜门 要正当武士 交迎奏凯 献服效劳赐宴 怎么着也要到卫士才能进来 您还是先歇着吧 外头有十五二个 还有何大人帮着 可乾隆毕竟是老了 才走了这几步已经气喘吁吁 但是作为一个帝王 他可没脸承认自己走不动 你你你不懂 乾隆虽然没能去郊外迎接 但阿贵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通报 而总管太监就在地图相应的位置 插上一面小旗 这样皇上就能根据标注 来了解阿贵的行程 可是等着等着 乾隆也就熬不住睡着了 大约一个时辰后 阿贵在和尚的陪同下赶到 而此时 跟和大人暗通款取的太监开始阻拦 大将军 您看 实在不巧 皇上睡着了 咱们做奴才的 哪好 我先去看一眼 磕磕头 面对阿贵的虎威和坚持磕头的合理要求 太监怂了 将军 那您千万磕磕头就出来啊 太监跟和尚确认过眼神 都不希望乾隆此时睡醒 皇上一旦看不到阿贵 就能借机给他穿个目无君腹的小戏 毫不知情的阿贵 看着坐在地图上留哈喇子的皇上 跪在地上的他 泪水早已磨合了双眼 正当磕完头准备离开的时候 乾隆突然醒了 阿贵 也不叫醒朕 奴才 看不够 这么大的人 还大大杀杀 奴才在金川 每天都在挂念着皇上 朕都没想到 你真把金川给打下来了 看着眼前忠心耿耿的阿贵 此时此刻 乾隆也难免有点动情 但寒暄完毕后 乾隆迅速切换到帝王身份 赵立完毕 招立完毕 并失的老套路 皇帝先是肯定了阿贵的战功 试探性的学问他想要什么赏资 阿贵也是聪明人 表示什么都不需要 这要是不少 对天下人怎么说的过去啊 皇上龙体安康 奴才就高兴了 少来这套 那奴才想 再要一匹马 之所以要一匹马 是因为阿贵粮草结迹不上市 迫不得已载了皇帝遇刺的战马重击 现在再要既合情合理 又应付了刚才的问题 乾隆不知可否 他先将上次的事情放在一边 拿他和阎商结拜的传闻发难 朕听说你还和他们 成兄道弟了 奴才是 九汉逢林 怎么说 天下的鸡尸鱼 都让扬州阎商给下了 皇上 奴才罪该万死 一直在外偷听的和声乐 但是聪明如他也忽略了一点 乾隆如果真的心存借地就不会明书 这只不过是他敲打阿贵的小把戏罢了 朕不怪你 官商之间也要有体统 不可坏的规矩 情义之事 心里有就行了 果不其然 最后乾隆封阿贵为公爵 并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恰好高了和声一头 户部好像也不该你管吧 我在问你 好 你是首府 我就告诉你 但是 我一踏出这个门 我一概不认 这是大清言商中 和声和阿贵这两位军机大臣的首次交锋 阿贵平定大小尖穿后 被乾隆赤锋为军机处领班首府大臣 名义上是和声的顶头上司 阿贵这位空将干部 不但阻碍了他的晋升之路 更因为他与汪豹之间的结拜关系 自己曾向两华盐商所会的事情 会随时东窗示范 但目以成舟 与其奋力抵抗对着干 不如站在新老板的角度 率先卖好忽悠住阿贵 才是及时止损的明智作法 考虑到阿贵常年征战沙场 吉少与在京的同僚士绅照面 和声迅速摆正心态 主动给新领导张洛接封眼 恭喜阿大人 乐不起阿大人 老爷您可回来了 有书 这怎么回事 哦 这 恭贺阿贵大将军 海旋回府 和声大张旗鼓的安排 如此多的官僚士绅 除了给阿贵捧场外 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这就是示威 他要向新任首夫展示自己的人望 换言之 如果阿贵日后想给和声小鞋穿 或多或少都会投鼠机器 很显然 阿贵也嗅到了隐藏在热闹背后的危险气息 眼门前这个满面春风的小个子 在提醒阿贵 战场上的硝烟虽然散去 宫廷里的战斗 才刚刚打响 很快和声就发现 自己引以为傲的安排 就被一朝一钢刻柔化解 航务出身的阿贵 一把扣住和声的胳膊 十分轻松的就将他从人群中拖走 秀才遇到兵有李说不清 曾经巧舌如簧的和声 此刻居然无言以对 招待不周各位记性 招待不周各位记性 等到了无人处 和声还自欺的挣脱了束缚他的铁钱 以沉默表达抗议 何大人 你为我张罗这些牌场 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早料的阿贵会有此疑问 李财小能手和声决定露一手 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 八真席每桌三十二两 十六桌总共是五百一十二两 再加上柴米材料 厨子火肤 一共是六百零六两八千四分 这是何某的一点小意思 何大人一年俸禄是多少 何大人再次卢数家珍 一年俸禄一百五十两 决位补贴一年一百六十两 加上地方官员孝敬的兵镜和探镜银子 年收入过万都是保守的 总而言之 不靠俸禄吃饭 这顿饭 我何某还请得起 那去年三月 到班师 朝廷总共拨了多少 一百三十二万两 三十二万两来自户部库银 一百万两来自扬州盐商捐书 那户部内府三大库 现在总共还有多少存银 阿湘 户部好像也不该你管吧 我再问你 官大一级压死人 纵然和大人是重臣 名义上他就得向阿贵这个领班首府汇报 你是首府 我就告诉你 但是 我一踏出这个门 我一概不认 朝廷现存银 实账有据可查的是三千二百零八万 五千零六十四两 七千三分五一 既然还有这么多银子 为什么不拨军饷 为什么还要延商千里转运 小和开始编故事 虽然公司账户里有三千万 但是高管要发福利 员工要领工资 供应商的货款不能拖 对外公关费更是不能少 总之就是没银子发军饷 实力派大佬阿贵 当然不信财务老总的鬼话 救兵如救火 有什么事情比打仗还重要 但他们闹出的动静 很快引发了宾客的好奇和关注 和尚也知道刚才的鬼话瞒不住他 开始跟阿贵交调 朝廷的银子 其实能调 也能用 可你的军饷支持不到 这是皇上 皇上 我再给您说的明白点 金川之战 皇上没打算赢 起码 没打算在今年赢 和尚指出 阿贵提前平定了大小金川 因为战功卓住皇上和文封赏 但是这个意外 却打乱了乾隆队天下的通盘布局 朝廷之所以不给西南前线调拨军饷 就是制造粮草短缺的假象 来蒙蔽两淮的岩商 您是打赢了 金川收兵了 朝廷没战事 那扬州的岩商 还会乖乖地交捐书吗 两淮严正 江宁制造云南铜矿 广东十三号 本朝立国一百多年 这些地方一直都富得流油 盘根猝节直到今日 针扎不尽 水泼不透 朝廷要没什么大事压着 拿什么逼他们退步 又拿什么借口 大力正顿 严家阿贵沉默 和珅进入了最后的吉安尘寺 阿翔 你对朝廷 利益有战功 可是在理财治国上 你耽误了皇上的大事 如此珠心之论 阿贵一时见无力反驳 因为这番话真假缠本 客观上有助于自己看清当前的局势 和珅甚至先前的铺垫 已经扰乱了阿贵的思绪 临走前他终于亮明了目的 我听说 阿象和扬州的言商 截了兄弟败了靶子 我奉劝阿象一句 扬州是乱局 要么你就自己情耻去管 要么 少掺和 阿贵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差点被小鹤的局势分析护住了 原来和珅今天安排的一切 就是忽悠他期断与银商们的联系 也许是担心阿贵怀疑他动机不纯 和珅临走前还不忘阐述自己的发心 我知道我何某在阿象心里 可能就是个小丑弄沉 可我 都是为了皇上 可是评价一个人 历来讲究论迹不论心 何时所图无非是阿贵不要插手扬州言误 那么阿贵又该如何厘清这些复杂关系 不怕单身没人要 就怕千年做灯泡 子许正把老爷挠 事业匆忙来汇报 回去吧 我跟何先生 有正经事要谈 人家这也是正经事啊 听话 阿克战似乎想兽马的活泼 来缓解事业不如意的烦躁 可是正是总是要办 子许也依依不舍地辞别了老爷阿克战 眼下的事情非常诡异 乾隆差人送来密哲 要求追查斯陶出宫的大内总管张凤 棘手的是乾隆不愿意张扬 要求各级官邸秘密搜捕 阿克战非常纳闷 太监斯陶出宫是死罪 张凤是不是脑子有病 何司盛表示张凤没那么蠢 他一定是遇到了必须亲自出面的事情 什么事情 太监不能余色 张凤做到总管太监 权位也是到底了 剩下的没别的 只有钱 按照这个逻辑展开 张凤只可能去江陵制造 广州十三行获胜来岩商的腹地扬州 张凤他会来扬州 凭他和岩商之间的交情 没准就在扬州 这可是没影子的事情 哎呦大人 想着眼还不简单呢 何司盛看向江左领 意思是可以借刀杀人 这是因为 如果张凤真在扬州 窝藏他的人就犯了死罪 而这个人只可能是冒危总伤 进一步说 汪朝宗或马德昌嫌疑最大 因为报言没有在刀尖上跳舞的智商 那么问题就更简单了 何理使用排除法即可 阿科站的办法十分直接 他找到了扬州城手眼通天的全武爷 毕竟和珅曾隐晦的暗示过 此人是他门下的奴才 全武爷肯定也依照收到了消息 全武爷给句实话 马老板哪 是个厚道人 上次给何二爷逃换那个虎头大将军 二爷呀 一直说他好 至于其他人呢 就不好说了 虽然没有明说 但话里话外就是在暗指汪朝宗 因为马德昌跟何身交好 他不可能因为张凤而得罪何大人 至此 汪朝宗已经有了重大嫌疑 但真正让阿科站确信的 居然还是来自马德昌处的消息 汪府来了一个太监 不知阿大人知道不知道 我哪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 就该让他知道 凭什么呀 别忘了 我可是预付过银子的 就这一次 马德昌将消息 透露给阿科站后 激动的手舞足蹈 此时此刻 他终于看到了 扳倒汪朝宗的希望 他决定在家一把火 让铁三拳 趁着汪朝宗出师的档口 驱头仗子 老铁 你的机会来了 老铁 现在元元大人和延太大人联手 对付汪朝宗 汪朝宗可是你的仇人 你忍他忍了这么久 终于有了这一天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现在就看你的了 但是老铁则表示 清教白龙帮的是阿科站 一切跟汪朝宗无关 他拒绝冲担马德昌的帮凶 意外被拒绝 老马迅速开启忽悠模式 我说老铁 我要不先收拾了汪朝宗 我怎么能够 严台大人联手 对付阿科站呢 可是 好言相选也好 威胁利用也罢 铁三拳就是打定主义 言辞拒绝 我不敢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竟然敢说你不敢了 你知道 阎员大人定的是什么日子吗 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 你现在说你不敢了 你让我跟他怎么交代啊 铁三拳怒了 他轻松将马德昌摔倒在地 警告他老铁是不受威胁的 并重拾了二人之前的约定 我当初答应你的 是帮你保住银子 你 不是帮你保住前程 马德昌犯愁了 没有老铁帮忙 他根本拿不到账策 与此同时 郑主汪朝宗也在犯愁 虽然他早已把张凤送到了寺庙 可以难保消息不被泄露 更重要的是 我担心有人会拿这件事做文章 还能做什么文章 你不是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吗 你没看出来啊 这些日子阿克战腾出手的 他是要决盐商的祖坟呢 肖文书也有些担心 阿克战是个冷面阴随的狠主 而汪朝宗却是个热心肠 这样下去迟早会吃大亏 你还是离他们远点吧 连什么事都冲到前面 小心他们到时候 谢莫杀驴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只是不知道 他会如何下手 徒兄比手谢 阿克战开始给汪朝宗下套了 再三确认张凤在老汪家的消息后 老阿借着过大叔的奇迹 开始了精心补局 他一边严定生日宴一切从简 并嘱咐只邀请几位总商参加 一边给手下蒋左领下达特别指示 准备好了吗 都妥了 除了侵犯 还有仗策 他汪朝宗可不是等贤之辈 他不是一条龙 也是一只虎 调虎离山的布局完成后 阿克战摆下红门眼 严生缺的几位头面人物 纷纷呈上鹤里 汪朝宗正打算把张凤来扬州的事情 以鹤里的方式送给阿克战士 孟孟却不请自来 红颜知己驾到 老汪也就暂时放弃了谈攻式的打算 九过三巡菜过五位 汪朝宗正准备寻找机会送贺礼师 蒋左领却带着刀商进来了 你这是怎么弄的 汪总商 府上真是人才济济啊 蒋左领 什么意思 下官奉命 搜捕侵犯 没想到汪府早有准备 搜捕 汪朝宗瞬间明白阿克战的谋划 原来阿克战摆下升任调离老汪 就是让蒋城去汪府搜查张凤 孟文书本于阻拦 哪知蒋左领拿出了圣旨 索性张凤早已被老汪送走 而蒋城也在搜捕过程中遭到了铁三拳的刺伤 汪朝宗承认了张凤之前是到过汪府 但他却从怀中掏出了那份礼担 阿克战打开一看 瞬间傻眼 今天大人过手 我本想以此为例 谁料下 大人心机如此之事 若是在我府上抓到了张凤 我认罪 可若单凭蒋左领这点伤 就定窝藏之罪 郭府 汪总商 虽说张凤没有当场拿货 可你勾结天帝会反贼 那是板上钉钉的 你以为这是茶楼说书呢 带上来 蒋左领虽然没抓到铁三拳 但这次布局早饿后手 从汪府出来之后 就安排了天帝会叛徒老旗来栽赃汪朝宗 我该叫你汪总商呢 还是该叫你天帝会汪剁主 阿克战明目张胆 诬陷汪朝宗为反贼 只有报言站出来替他辩解 而马德查恨不得他立刻倒台选择了沉默 汪朝宗此时是百口默辩 阿大人啊 真是费尽了心机啊 可望汪母不服罪 最终汪朝宗被阿克战口压 和司圣建议直接灭口来个死无对证 那么 到底老汪该如何摆脱这次杀身之祸 杀 汪朝宗舍不得 阿大人之所以异常纠结 这是因为此时此刻 他已经发现汪朝宗就是个烫手山羽 既杀不得更放不得 如果自己一狠心宰了这个天字故交 岂不说对乾隆无法交代 整个扬州城都容不下他 可若是不明不白地放了他 自己将颜面扫地威信打碎 以后就再也无法驾驭两怀的严生 这个汪朝宗连坐牢都熟门熟路的 是啊 拿不到他的实供 我们会很麻烦 当然 现在轮到咱们父虎不成反被虎咬了 骑虎南下的阿克战 只剩下静官骑便一条路 于他而言 没有咬紧牙关死活不放 才能迎来事情的转机 很快 一心向扳倒汪朝宗上尉的马德昌 以极其阴损的方式打破了僵局 他召集了两怀大的小小百事号严胜 号召他们发动所有资源 营救汪首总 还望各位 有亲的串亲 有有的防友 只要是扬州城里 有名有姓的近身是患 能拉来一位是一位 能拉来多少是多少 所有的开销 都算在我马某头上 明天早上 咱们就带着队伍 到蜀院衙门去请院 豁出这一成近身的脸面 你要把朝宗兄 从大牢里救出来 马德昌的助攻 让阿克战大喜过望 不明不白地靠牙汪朝宗 天知道老阿鼎的多大压力 眼瞅着都快扛不住了 现在这么一闹 阿克战就是想放都不能放了 马德昌是故意让咱们知道 他汪朝宗的根底 想让我们看看 他汪朝宗在扬州城里 有多高的人望 这是架盘搓混 借刀杀人你知道吗 可是对外呢 别人还以为他马德昌 是在拼命地抱着汪朝宗 还落了个后台 后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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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刀切豆腐两面光 师爷建议放任他们闹事 因为岩上闹得越凶参与的人越多 汪朝宗即使从前无罪 现在则是罪责难逃 然而阿克战终究 还是看清了扬州岩上的实力 尤其是低估了前日首总 萧玉年的能量 他的大麻烦来了 老爷子还是老爷子 他不声不响就搬动了 整个江南一半的官场 他露了露脸 扬州就有一半满了铺户 都跟着他走 我要是再把汪朝宗扣下去 就等于得罪了这所有的人 我在扬州就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正在他跟师爷不知道如何收场时 萧玉年登门求解 阿克战自然清楚老爷子的来意 他正好也缺少释放汪朝宗的台积 所以没等萧傲开口 阿克战就强先暗示 只要架码合适 事情可以转换 想要汪朝宗性命的人有 但不是我 我只是奉旨办差 情非得已 你能这么说再好不过 老朽这次来 就是为了帮大人办好这个差事 要不说老爷子年老成精了 他也不再废话 直接把前些日子 赶制好的假账策递给阿克战 老阿结果心心念念的账策 简单的翻看了一下 打喜国王 老爷子 你要是早交出来 何至于到这个地步 是不是 老朽的时间不多了 老朽不愿意给别人添会一起 哪里 阿克战得到了账策 就等于拿到了运口亏空的钥匙 也是就坡下驴释放老汪的台阶 随后他采难了萧宇年的提议 召集众人意识给他们一个交代 萧老来找我 给我送来了一本账策 说这是务本堂的工账 这诸位都是言误上的老人 所以就请大家来参想参想 看看这本账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阿克战话音刚落 心急如焚的鲍炎 立刻询问老爷子为何要交出账策 毕竟本质上它是一本百官行书 一旦陡落出来 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就捏在了老阿手里 萧老爷子解释 阿克战抓汪朝宗就是楼草打兔子 如果再不上交 老阿还会伺机抓人 你也不能不跟我们商量就把他给叫了 鲍总商 你如此紧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鲍炎关心则乱 异常紧张的趟 此刻已经是张口结舌 而卢德公丝毫不慌十分淡定 他不仅清楚这本账策是假的 还知道老阿需要这本假账策下抬计 就在众人默认的时候 偏偏马德昌站出来捣乱 大人 既然汪朝宗的性命和扬州延夜的安危 都细在这本账上 那咱们是不是得查清楚 万一 他是假的呢 那咱们今天在做的都脱不了干系啊 马德昌之所以质疑账策的真实性 就是希望阿克战业明示假货后 会跟萧宜年索要真账策 届时双方斗起来 汪朝宗肯定不会被释放 自己就是最大赢将 马德昌这是要指汪家鱼死地 可是老包愣是没看明白 他一边接过阿克战手中的账策 一边数落老马 这是怎么说的 这平日里旧朝宗你比谁都没力 你今天怎么搅这个局 这是真的 老爷子 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假的 老包站对萧老爷子一口咬定是真的 马德昌则说是假的 厂商一比一打拼 奴德公和阿克战是官员 不便表态 但账策是老爷子拿出来的 自然不会承认他是假货 二比一 马德昌完败 我把账策留在这儿 是真是假 你慢慢看 小心点 自以为聪明的马德昌 这回犯了大错 他不知道阿克战已经起火难下 这个时候萧一年交出的账策就是台积 虽然阿克战猜得出来账策肯定是避重九轻 甚至可能是假的 但他要的就是这个 这是对手之间的默契 当然 马德昌既然提出了质疑 阿克战自然会验证真伪 好在账策虽然是伪造的 但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萧老爷子最后交出来的东西 靠得住 这本账 应该还是假的 但是里边重要的人物 都已经摘出去了 咱们可以用 能用就好 王朝宗终于被放了出来 阿克战也丢掉了这颗烫手山芋 绝大部分人都松了一口气 唯马德昌惶惶不可终日 本想趁机上位 现在既得罪了汪宝肖三家 又惹怒了阿克战 萧老爷子为了搭救女婿王朝宗 不仅拖着病体赶至杖策下阿大人求贺 更是亲自出马搬动了半个东南官场向他施药 这番折腾下来 王朝宗虽然获失 但老爷子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 老爷子走了 留给马德昌的是无尽的悔恨 连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留给他 老爷子 萧玉年突然死去 没有给马德昌任何解释和缓和的机会 他的痛哭是发自内心的悲痛 一半为萧老 一半为自己 老爷子走了 失去至亲的汪朝宗无比悲愤 他将萧家旗下的公盈 撒下老岳父的棺材 四大总商的历史宣告终结 从这一刻起 三大总商将开始新一轮的博弈 而间接造成骁老病天的阿客栈 此刻也深感资责与懊恼 汪朝宗强忍着怒气 转身就走 眼下老爷子安息要紧 出殡之前不宜翻脸 老马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 比谁都动情 这一刻汪朝宗已经原谅了他一半 想把马总商扶起来 是老爷 老汪能谅解老马 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阿客栈 老爷子的葬礼结束后 内心悲愤的汪朝宗 直接拿出了真账策递给阿客栈 但是老阿却不敢收了 老爷子已经把账策交给本院了 为了他 老爷子把命给送了 阿客栈之所以不敢收 自然是投书机器 因为账策中涉及和珅等大人物 他惹不起也不敢扔 而在老汪看来 扬州言物涉及面太大 只动颜商而不打决贪 阿大人这欺玩怕硬的作派 简直是一响天开 你以为你套上定着 钦差大臣的道歉 就能把扬州 卸个天翻地面 就能把扬州言议 百年纪业连肯拔起 就能把辛辛苦苦 给朝廷交捐书 纳言税的颜商 打翻在地吗 阿客栈也是有苦难言 他又何尝不向大力所谈 可是他必须先顾全大局 因为一旦率性地将窗户支捅破 就等于将难题抛给了钱 那你叫我怎么办 让皇上怎么办 让朝廷怎么办 你跟我说说 这么多年来 这言物是不是有亏空有击毙 今天不查明天不抓 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他烂透夸掉吗 我告诉你 老子吃的是黄粮 扮的是黄差 做这个阎官就得为朝廷负责 为阎务负责 老子是朝臣 汪朝宗怒不可 对方口口声声整顿扬州阎务 却对从中余力的重要人物只字不提 这是避重就轻缩小范围 老汪再三将仗策塞给阿客栈 让他看看清楚在场高点 我用不着看 我用不着看 也不想看 自从接到密骨张凤的真意 我就知道这帐子的前几位是谁 我根本不用看 没有这几位 他张凤也不会来扬州 可你为什么非要告诉我张凤来了扬州 你为什么非要告诉我张凤就在你家 你为什么非要留着他 在阿客栈看来 大内总管牵扯运户绝额亏空 此事应该永远成为秘密 而汪朝宗非要将其揭开 这严重损伤了乾隆的领命 你就是这么当朝臣 你叫我怎么办 哎 皇上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多少烂账都记在他老人家头上 阿客栈指出 乾隆四字南巡要求例行节约是事实 但张凤向严商索要报效也是事实 根本分不清哪一笔是出自授意 哪一笔是张凤个人贪谋 这些烂账他老阿姬不敢查 更不敢问 老阿拿皇帝当挡箭牌 让汪朝宗十分窝火 他迅速打开账策 开始了新一轮的质问 你看清楚 第三位 他不是皇旗 可你敢抓他 我是不敢抓 我也抓不了 可是汪朝宗 凭心而论你说说 我抓你抓错了吗 可自打我抓了你 我才知道 为此事老爷子竟然搬动了两江总督 巡抚 翻丝 蔑丝 整个扬州城里多一半的商业铺户 都起来跟我作对 你说说 是你们家老爷子有面子 错 是你们家老爷子 把他们都给喂饱了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连你们家老爷子 我都搬不动 这个主 此时此刻 阿克战被汪朝宗的激将法 整得无比愤怀 连他岳父 萧与年都搬不动 何况是跟和珅搬首外 知道就好 那你就打算 保住自己的顶子 活了两年 回家去养老呗 这回你还真是算错了 我阿克战也是堂堂一筹好汉 朝廷的事我不想管 我也管不了 可两环延误这一谋三分地 我算是管定了 今后谁要是再早亏空 搞贪腐 我要他的脑袋 这就是说 以前的烂杖 他不会轻易触碰 碰在引火烧身 但只要他在任上一天 都会大力整顿铁湾速碳 阿克战绝不轻易成钱 但坚决闭后的决心 这在汪朝宗看来 已经实属难得了 阿大人 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因为萧老爷子的死 满腔悲愤的汪朝宗 才把仗策拿出来 指吻阿克战 现在既然已经没用了 老汪随手就将他扔进了火盆 从这一刻起 二人算是取得了暂时的和解 他们深知 彼此真正的敌人都不是对方 而是危害严正的贪官和避正 所以他们很有默契的不追究过往 乾隆想到南方旅游 可又不好意思直说 开始疯狂铺垫 萧宇年死了 阿贵与和珅都等着对方先计划 一时间居然没人回答 皇帝挑起的话头 这你的两个大军纪在背后 琢磨什么呢 阿贵比较实在 他回答说阿克战不明不白的 抓了汪朝宗 赶巧萧宇年死了又给放了 这事情透着诡异 和珅 你来说说 回皇上 盛名无过皇上 奴才最近对扬州的事不大关注 所以 你倒躲得干净 两位军机都不正面回答问题 乾隆继续铺垫 将话题引向扬州严者 张丰那个狗奴才此刻就在扬州 皇上 这张丰 真要是在扬州 事情可就大了 只怕萧玉年之死 汪朝宗出狱 和他都脱不了干系 蒲殿说到回想 乾隆于是借体发挥 开始指责起汪朝宗的不是 朕素肉看他还好 竟然和张凤这种人勾勾搭搭 难怪阿克战 雷厉风行的脾气 到了扬州 竟然蔫了 扬州好深一滩水啊 皇帝将扬州定性了 作为军机大臣自然要顺着上一行事 阿贵率先站出来 表示想去扬州查个水落石处 而他这般表态 仍一直没发言的和珅急了 皇上 阿贵大人言之有理 可阿贵大人现任首席军机 不可轻动 再说这钱梁税妇 一直都是奴才所管 奴才请指 由奴才带阿贵大人 替皇上去扬州问这个案子 乾隆了了 两位军机都觉得扬州事关重大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 他当然不可能让左膀右臂 真的去扬州查 不是还有阿克战在吗 等朕手头的事忙完了 也该带着你们去见见阿克战了 皇上 这么说 您要南巡 终于有人点破了心思 乾隆老怀大尉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充分论证理由的必要性 坚定他到南方嗨皮的信心 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是 大清南方有很多棘手药物 听说皇帝要亲自处理 无不举双脚赞争 六部群臣都很雀跃 说主子再度南巡 不仅是江南之盛事 也是国家之盛事 还总结了三条好处 一是巡视河宫 河正通天 也是吏之所在 南巡可以除荒症 这是第二想大一处 其三自然是要笼络江南世子 南巡的必要性论证完毕 可阿贵认为充分性似乎并不是很足 国家战士方休 如果能够缓一两年 等国库再充裕点 乾隆心想缓个一两年 国库可能是充盈了 但自己能不能挺过去可就两说了 不过阿贵既然提到银子 似乎也并不难办 合身有办法 至此 乾隆皇帝此生最后一次南巡敲定 由合身负责弄银子 沿途官商 士绅负责一应接待事宜 执一发到扬州后 阿贵站如临大敌 做好安保工作 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皇上的秘制已经到了 就在今年 皇上要寻兴扬州 天地会不能再绷的 我给你们一个月的功夫 把地面十道出来 就算砍一千块认头 皇上来的时候 也要天下太平 然而 就在阿贵站紧罗密鼓 肃清天地会的时候 汪朝宗家却发生了两件大事 首先是汪家武又延长 因水灾产量锐减 工人们收入减少情绪不稳 隐隐有闹事迹象 汪朝宗生怕再起人祸 决心派个得力干将前去帮忙 此时汪海坤毛遂自荐 老汪本来不放心海坤前往 但郑先生认为 年轻人应当早些历练 于是老汪同意并叮嘱他要小心行事 记住 遇事不可鲁莽 一定要三思而再死 不能再惹出事来了 第二件大事是汪朝宗受到了朝廷嘉奖 这等喜事他自然要大摆言戏 之前坑过他的马德昌 也在受摇之脸 朝廷的旨意下来了 汪朝宗封布正史加黄马冠 明天他在康山草堂摆酒 扬州城所有有脸面的人都请到 请拉客站 请拉卢德公 请了我 也请了你 他这是特意让我来通知你 是 老汪正式想借机给马德昌一个台阶响 使得二人重修于好 老马是迹象却又没脸去 内心十分纠结 给句痛快话到底去不去 我就是要去 那 那 那也是给你面子 行 明天我挡你 猪门酒肉臭路有冬死骨 第二天没雨一时 贫苦造火忙着抢险就在 扬州有头有脸的近身是缓 却依然冒着大雨到汪府复衍 水晶摇肉 清炖蟹粉狮子头 淮阳烫干丝 四血丸子 白斩鸡 这些华阳菜阿克战都不认识 但并不妨碍他代表官方向汪朝宗表示祝贺 要说到贺喜 这喜从何来啊 喜事有三件 第一件喜事 汪朝宗有功于朝廷解了成都疫病 第二件喜事 各位严商完成了西南捐书 帮助朝廷平定了大小金川 第三件喜事 老爷子之前把账策交了出来 阿克战案是不论真假 事情就此打住 来 咱们干了这一杯 来 来 在这之前的那些沉这么烂谷的 统统不算了 从今儿开始 咱们陆力同心 把两怀的盐物办好 扬州成立的盛宴 暂时缓解了官商之间的争斗 可是远在海边的五佑盐厂 却在连绵不绝的暴雨中 陷入新的困境 官府不同意减免盐宫租税 活不下去的造火民怨沸腾一处击发 汪海坤结了 要去见见那位盐厂大使 看他到底怎么个不准 使不得唐少爷 六叔公 如果再不去争一争 这盐厂就全完了 哎呀 咱们已经没办法了 唐少爷 赶紧给老爷报信 让他拿主意 六叔公 老百姓的主意 到什么时候 都得自己拿 汪海坤实在是太明清 太冲动 民怨沸腾事 首先应当疏导而非拱火 他擅作主张去盐厂 衙门情愿本事出于善意 但他不知道 此事会彻底失控 酿成新的灾病 这是一道普世无华 但不枯燥的旨意 会在地上接职的是扬州言商汪朝宗 他即将登上人生的巅峰 汪朝宗 朕素知道你是宫中体国的忠良 果然不负朕望立了大功 两怀言勿由阿格战卢德公和你 朕甚安心 献赏你不正史私贤 给你一件黄马褂 也让你风光一下 好好做 朕不日在下江南 你有了这种身份 接驾也方便些 钦此 在清朝巡抚上任之前 从二品的不正史 就是一个省的老大 类似于常务副省级 一旦巡抚掉走 一般都是不正史接班 但乾隆赏给汪朝宗的是不正史先 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虚贤 可在农本商墨的大环境下 能有这般圣恩眷宠 简直古今罕见 这虽然 这个官职 不是个实权 但怎么说 也是个从二品的大员 这扬州 再也没几个大过这个官室的官了 汪朝宗受到朝廷如此厚赏 自然和府同情 管家恨不得立刻将消息告诉全扬州 今天咱家灯火不尽 所有的门都打开 如果正厅花庭摆不下旗 就在院子里 院子里再摆不下 住在花园里摆 知道了 只要有愿意吃咱们王家一杯酒的 就不能让人家走 汪府大宴宾客 自然是真宵美酒通通都上 接连不断的美味佳肴 更是让阿克战叹为观止 这个菜我认识 这不是鳖吗 汪朝宗心想你个土鳖 随即解释这道菜叫沙地马蹄鳖 配合上一道雪天牛尾梨 正好组成一副对联 一谈到吃 报总商瞬间来讲 顺着汪朝宗的话茬 讲起了这两道菜的玄机 这两道菜的菜名 不是一副对联吗 这对联得一起挂 所以这两道菜得一起吃 这果子梨 他姓温 所以吃了他以后难免内造 而这个鞭 他姓韩 所以两道菜一起吃 正好变成了 温韩相依 文武兼备 然而 就在汪府宾主近欢 畅向山珍海味的同一时间 汪家旗下的舞又延长 群情激愤的严工们 为降低租水 在汪海坤的带领下 已经逼向了延长大使羊们 道人 我们不求别的 只想求大使羊们 给口饭吃 为首的延长 牙医有些忌惮汪海坤 见他带头聚众闹事 立刻好言相权 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跟这些穷棒子 交在一起 少爷您听我一句劝 这事 你别沉了 疯狂作死的汪海坤 非但不领情 反而借此煽动 严工们的情绪 是要与他们手拉手 新联系 听见他们喊什么了吗 这些穷苦造兵们 只是想有人站出来 为他们说句话 为他们讨一条活路 你们要是还有点凉气 就把路 给我让上 看着眼前 多多遍人的汪家接班人 牙筛甚至多说无意 一番对峙后 还是把路让开 就这样 群情激愤的严工们 很快冲到了 延长大使羊门口 港元大人 天灾如此刺虑 为什么不准我们的状子 对 不是我不准 是我准不了啊 本官没这个权哪 那你也应该如此上报 对 那我的官就保不住了 难道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官位 不顾这些老百姓的死活吗 对 王少爷 你别站着说话不妖的 俺捐一个官不容易啊 王少爷 我劝你还是放聪明点 你可别没事找这儿 你到底是哪头的 你该清 冲动的汪海坤 还是没理会 延长大使赵藩善意的警告 反而号召大家 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 群情激愤的造火纷纷响应 然而 随了一声火哨衙门的声音出来 事件很快失控 造火们纷纷冲向延长大使衙门 汪海坤知道大使不妙赶紧阻拦 可是为时已晚 我又延长巡检寺衙门被烧 出了这样的恶性事件 当然要追责 大队官兵很快赶到要抓捕汪海坤 造火们纷纷阻拦 好不容易有个有身份的人 替他们出头 怎么也不能任由官府带走他 双方在雨中对着起来 海坤没有躲 他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 并劝说大家不要恼事 如此危难之际 汪海坤考虑的仍旧是 这些造工的利益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请不要为难大家 好 我配合 敢做敢认 还是那句话 汪海坤被衙门带走 第二天正在行酒的汪朝宗 就收到了这个令他震惊无比的消息 其他人知道后 纷纷求汪朝宗想办法搭酒 老汪背弃的不幸 临行前百般嘱咐 让他欲是三思后行 可冲动的汪海坤 偏偏一意孤行 你早跟他说过慎 但凡听我一句话 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弃归弃马归骂 人还是要全力营救的 汪朝宗膝下无子 海坤这个侄子就是他的继承人 断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但这是往大了 说就是死罪 所以到底怎么就十分讲究 穿上从二品的朝服 汪朝宗在提醒自己 作为领了不正史贤的首总 他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纵有天大的困难 也要奋力去争取 毕竟 海坤是为贫苦的造户们 才闯祸 他不知道 这顶带 能不能换回一个公道 很快 汪朝宗就发现 这个从二品的徐贤 并没有什么用 他需求阿克战帮忙的时候 就遭到了一顿西路 这么点事就拿不住了 好歹你也顶着个不正史贤 不管哪抓了海坤 你说放了 谁还敢拿着不放 老汪也知道对方在讽刺自己 但阿克战毕竟是 言无系统的最高长官 此时他就此心切 再次舔着脸求他帮忙 可老阿不但不表态 还趁机要挟老汪 要将五亭桥的进度 提前一个月 因为他想借此 给乾隆南巡紧上天荒 老汪被迫答应他的要求 我又严惩的事 大人 还请您说句话 赵东啊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还要我怎么样 还记得老爷子下葬那天 咱俩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这扬州得有规矩 言无也得有规矩 这不能立规矩是你 破规矩还是你吧 汪朝宗被阿克战争的 哑口无言 但是帮海坤求情 既是家事 也是事关严长造护生计的大事 他希望严院衙门能体恤下情主持公道 不料却遭到如此奚落 没办法 老汪只能期望言语使卢德公帮忙 毕竟海坤是他的学生 老卢平时非常佛系 但这次却一点也不含糊 带上礼物就去找何司上说情 怎么样 何先生 这可是必然珍藏的 郑先生的末报 说话算话 送给先生了 卢德公去献救国 让阿克战大为不爽 直接点破他的来意 陆朗 收买我的师爷 是不是想为你的贤弟子汪海坤求情啊 大人明察 长言说 叫不言 师之多 这个汪海坤 虽然不是我的入室弟子 然 二提灭命 也有时日啊 阿克战根本就不想释放海坤 他赶紧阻止失忆 没料到何司上 却看上了这幅字画 大人 的确是东兴先生的真情 卢大人 学生受之有愧 确实不恭了 客气了 客气了 此时下人来报 汪朝宗求见 卢德公刚准备起身告辞 去被阿克战拦住 卢老这回就别躲了 一块儿倦倦吧 此时此刻 阿克战还不知道 这将是他今天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二位大人 又是为了汪海坤 是 我刚从知府衙门来 这宋游之近把黑脸留给我来唱 我不早说过了 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老阿氏铁了心不放过汪海坤 当着汪首总和卢德公的面 他言之早早的宣称 要按照朝廷法度言办 可是阿克战做梦也没想到 一向佛系的卢德公 居然会跟他硬刚 汪海坤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殴打阎官火烧衙门 再怎么着也得赐配 阿大人 不见得吧 阿克战不禁有点担忧 对方似乎要铁着心跟他死磕 你的意思 是非要把汪海坤无罪释放 下官以为 汪海坤罪不至此 老阿感到好笑 开始滔滔不绝地 隶属着汪海坤的种种罪状 总而言之 海坤最大恶极 必须严办 那都是事出有因 汪海坤是替造户们 打报无评 要不是 阎官们不尽责 衙门不争气 卢大人 你自己也是个阎官 董事长和总经理各自一词 互不相让 出现这种情况 老阿威且要把案子提交给总公司裁局 咱们俩就各自给皇上写个谢罪的折子 用咱们这两点帽子 把汪海坤保下来如何 下官正有此意 炎炎的二把手跟自己唱反调 首纵汪朝宗更是要力保自己侄子 阿克战怒急返校 这个台阶如果不给 以后自己的政令将寸步难行 好 卢大人 你到底是来给汪朝宗撑腰和我打类台的是吧 下官不敢 卢德公十分清楚 对方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 那就找个台阶给他下 他表示汪海坤只是个导火索 事件的根源还在延长 严工们本就工资低租税高 现在又遇见暴雨洪灾 生存已经成了问题 我们都是朝廷命官 不能治百姓的疾苦与不顾 汪海坤虽然年轻气盛 有过节严刑 但他并无犯上作乱之意 面对炎炎使 卢德公和汪朝宗的双重压力 阿克战知道汪海坤的事情 他必须退让 但就此妥协也不是他的左派 于是阿克战开始使唤 他命令手下在押送汪海坤的路上 故意留下破绽让其出逃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可以给汪朝宗和卢德公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因为不是无罪释放 主动权始终由自己掌握 我把他汪海坤放 又不是工堂上的特赦 他一天不归啊 我就天天急纳他 从此他就像一只耗子四处流窜 再也进不了汪朝宗的家了 他汪朝宗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啊 损了一员干将 这面上他还得领我的情 但是阿克战想错了 汪朝宗可不会领他的情 收到海坤逃跑的消息 就知道这是阿克战的计谋 于是为了逼迫老阿放弃追捕海坤 他一边假装生病 一边只是手下停掉了武厅桥的工程 别准了 你什么病 你没病 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啊 什么 什么交代 汪海坤呢 我还想问你要人呢 阿克战之所以不知道汪海坤的去向 是因为在抓捕过程中 他被天敌婚所救 目前下落不明 这样就等于风筝断了线 阿克战失去了拿捏汪朝宗的把底 而老汪又停了政绩工程 现在主客一尾轮到他来求老汪了 我跟你说 我不管这事是谁干的 这话我只跟你说 汪海坤跑就跑 我不追 这事我记在天敌会头上 咱俩不斗行不行 这皇上不日就要到扬州来了 扬州的烟雾还得靠你维持 武厅桥 你还得抓紧把它修好了 汪朝宗继续装病 对方虽然已经答应不再追捕海坤 但是自己就想看看他着急的样子 你要再跟我捉 我就把你这个家再抄一遍 你信不信 老汪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 阿克战则死盯着他 四目相对 汪朝宗再也绷不住失声而笑 阿克战也跟着笑起来 这是对手之间的默契 交易就此达成 老汪啊 安心养病啊 放心 朝廷会记着你的 多谢大人 不客气 就在二人激情刺涉 阿克战要给老汪喂药的时候 郑东心不合适宜的闯了进来 阿克战只能遗憾的放弃威药 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汪朝宗好好养病 郑东心望着老阿离去的背影 表示这切实在难以理解 这老小子怎么跑来了 狂上要来 他也不想出事啊 不想出事 出大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到底扬州城又出了什么大事 我知道他心术不正 也知道 这次趁着天灾 他囤了不少四岩 想狠狠地转一笔 这些年 为了岩上的大军 我没有对他赶尽杀权 这一回他丧纪天良 冒铁下是大不韦 汪朝宗之所以懦不可 那是因为马德昌居然趁着天灾 轰抬岩架囤积居起 智阳州岩岩和百姓生计于不顾 现在外面疯传 马德昌扶持铁三拳 重振白龙邦 他就是想趁现在这个天灾 大捞一把 铁三拳出来了 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那天老马从你这离开以后 居然去了龙王庙求雨 本来连日暴雨就使得岩场欠收 岩价随之看涨 更诡异的是 有人造谣东南流有瘟疫 风传岩是消毒防疫的必需品 于是乎 百姓们开始疯狂抢购食言 这样一来 扬州各大岩号的存岩纷纷受起 而早就囤积了一大批私岩的马德昌 终于完成撬动市场的第一步 什么 岩号没岩了 打从昨天起 整个扬州城 就只剩下咱家有现岩了 马德昌开心坏了 事件的进展比想象的要顺利许多 自己独霸扬州演绎的机会终于到了 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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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岩号没岩了 人算不如天算 机会来了 只要铁三拳的四岩及时赶到 我就会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 汪朝宗 我一阵就斗倒你 追掌杀爹 人性历来如此 虽然严价一路飙升 扬州百姓抢购食人的热情不减反赠 面对如此反制的时常乱局 管下赶紧和汪朝宗汇报情况 现在扬州市面上除了广泰还有岩 报价的御龙也已经卖完了 岩是一天一个价 现在已经涨到十五文一斤 汪朝宗当然不能坐视老马囤积狙棋 他要给马德昌挖坑 于是他指示管下 凡小汪两家旗下所属的延号 延不许出境 各留三拳 消息要谨慎 不许走路风声 汪朝宗之所以留三拳 当然不是跟银子过不去 而是要保证长期公益 避免短时间内被马德昌垄断市场 而卖掉七成 则会让老马产生错觉 如果老汪家的库存都要见底了 那么其他延号哪里会有多少现役 这个时候他肯定会孤注一只大肆收购 如此就能慢慢拖垮马德昌的现金流 要把污本堂所有的存盐都盘下来 这点银子哪够啊 你要那么些盐干什么呀 这扬州城哪还卖得了啊 我就没打算卖 只要把扬州城所有的盐都攥在手上 市面上没盐可买 江南巴上没盐可卖 到那个时候 盐价一定看账 到时候我就把江南所有的钱都赚到我手里 上天欲让人灭亡 逼先使人疯狂 现在野心勃勃的马德昌 已经准备掏光家底去收购市场上的存盐 为此 他甚至不惜将名下所有的房契作底 跟黑心拳武爷借银60万 拳武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提出要分走两成的盈利 两人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 最终拳武也开出了底价 10万两现银 10万两折银 60万两被拳武爷吃走20万两利息 很显然马德昌是在饮鎮止口 但为了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商战中 一举奠定自己的霸主地位 马德昌忍着恶心答应了 他在乎的不是钱 在乎的是能不能一举扳倒汪朝宗 由于炎价持续暴涨 扬州的三个兽马也围绕炎 谈起了私房话 千万不要小乔女人的八卦力量 子雪是炎炎太太有关系 其夫人擅长做生意搞外交 而孟孟子见多是广有主见 他们三人围绕炎展开的讨论 直接为马德昌的垄断师也加了一把火 幸亏这盐哪 这只是用来做菜的佐料 要是拿来泡澡 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呢 孟孟心想 你是不知道 但是不代表我不知道 十三姨好像 以前还真用预言来洗澡 据说能让皮肤光滑细嫩 还能治病呢 子雪立刻化身捧根 难怪十三姨皮肤那么好 这么说 盐能治病是真的了 孟孟表示 能不能治病不清楚 但是十三姨的秘方 她记得很牢口 就是要把盐磨成极细的粉末 再加上一点香油 再加点玫瑰 或者茉莉花叶 搅合到一起 倒在澡盆里 先把水温调合适了 然后让水没过脖子 在澡盆里静躺一会儿 好像 好像还得闷上那么一段 出来洗干净就行了 那你洗过没有啊 当然没有 只是听十三姨说过 齐夫人细细一琢磨 嘴角渐渐露出微笑 这是多好的生意啊 要是我们姐妹几个 合起伙来 专门卖着洗澡盐 那肯定能赚大钱的 这个主意好啊 子雪 你不是盐院夫人吗 只要你啃张嘴 咱们就能从总商手里 拿到很便宜的盐 然后咱们再让人 赵嬷嬷说的 做成玉盐粉 你想想 哪个澡堂 她敢不买呀 子雪和齐夫人 一拍集合要买语言 孟孟却表示不想参与 不过这也不打紧 最后决定由齐夫人出面 跟各大浴场推销 而子雪打着阿克战的旗号 从各大盐后 施账购入便宜的盐 今天骑士皇家七太太 到柜上说 子雪姑娘要买盐 子雪姑娘要盐干什么 她说要四十文一斤来买 哟 还有这样抢买的 行了 关太太惹不起啊 就卖给她吧 就说我马德昌送给她的 管家赶紧汇报 说子雪张口叫五万金盐 这个数字 着实吓了马德昌一大跳 他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据说 他们名誉房 做了一种什么预言 马德昌摸了下胡子 摸爬滚打 多年的商业秀绝 告诉他 预言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潜力 和极其庞大的消费人群 给我把风都放出去 就说颜言大人的太太 要带咱们广泰号 买五万斤盐 回家洗澡 哎呦 你们大伙都想想 扬州城十万户 每户买一百斤的话 那得需要多少盐呢 盐价一定看涨 马德昌判断的没错 本来盐就短缺 现在又有了预言的加持 扬州的盐价开始飙升 盐价从七文到十五文 到三十文 五十文 八十文 九十文 看着价值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一斤盐会涨到一百文 现在马德昌的穷凶极恶 紫雪等人的推波助澜 已经造成了全扬州百姓的癫狂 人们的非理性消费 已经不是为了过日子 问题的根源 还是在与盐能消毒防疫的谣传 谣言一日波破 纵然市场上 有再多的库存对抗老马 盐价也会居高不下 马德昌哄抬扬州盐价 盐院夫人紫雪也跟风进场 瞎完一出空手套 你不是盐院夫人吗 只要你肯张嘴 咱们就能从总商手里 拿到很便宜的盐 紫雪则更狠 他打着阿克战的名义 不但要求盐商低价供货 还要求施掌 低埋高卖之下 他们的预言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两位瘦马也赚得盆满钵满 月青 你说这银子 真这么好账 银子当然不好挣 但有了阿克战的面子 那就不难挣 只不过紫雪赚的这一点 仅仅是在豪老马的羊毛 而他的老爷阿克战已经打算收割马德昌了 这马德昌是不是穷凶极恶了 东王 这事恐怕不能再由着他下去 要是两怀岩区各大隐暗严价暴涨 引起百姓的骚乱 东王怕是难辞其咎啊 这马德昌已经爬上楼了 咱们把这梯子这么一抽 抽梯子固然痛快 可这抽就结大了 那得看跟什么人结了 马德昌的台必须拆 但在打压岩架进行宏观调控之前 岩上手里还没有五热的银子 让阿克战有些眼红 为了麻痹中岩上实现目的 老阿绝口不提轰台岩甲之事 也不指责岩上们趁机余力 市面上的盐都涨到百文一斤了 钱所未有 各位年前入库的引颜 身价都翻了好几番 这钱赚得太容易了 心虚的马德昌左顾右而言其他 而报言表示 这场言商盛宴他没掺货 更没赚到银子 汪朝宗则一言不发 他已经听懂了老阿的话满音 直到阿克战点名 他方才开口 汪某不才 网测一下大人的意思 是想让言商 再为朝廷做点贡献 还是老汪透亮 你就表个态吧 汪朝宗尚未表态 报言就坐不住了 他的确没赚到钱 想他出银子绝无可能 这次言价飙升 谁赚到谁没赚到 你心里不会没个数吧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家里囤的那些盐 不也一起看涨吗 只不过是你没有出手 想必是要 抿得一个更高的价钱吧 你敢跟我赌个咒吗 这次谁从中取利 谁都断子绝村 你骂谁呢 汪朝宗清楚老报 没有参与哄台演讲 但经他这么一闹 他也理清了思路 给了一个按比例上交的方案 赚了就给朝廷交银子 亏了就免了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方案合情合理 没有马德昌脑子短路 表示反对 我不赞成 那盐院夫人跟人合伙 做生意 把盐卖给了澡堂子 说是什么特质的预言 百姓们纷纷效仿 什么盐狱 他赚的一定不少吧 他向朝廷纳税吗 马德昌显然已经历令指婚 此事无论他反对与否 场上的结局都是注定的 现在又公然打脸阿克战 更坚定了对方 打压盐家的决心 马德昌的死期到了 被老马这么一搅和 虽然结局不会更改 但阿克战脸上实在挂不住 于是他立刻跑去质问子许 你面子真大 这些银票是从哪来的 这是我跟月轻做生意挣的 挣的是什么黑心钱呢 老爷你说什么呢 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了 你这是巧取豪夺 你做什么生意 你懂什么生意 要不是我的面子 这帮盐商会设言给你 你这是拿我这张老脸 挣你的赠钱 面对阿克战的质问 子许却表示很委屈 老阿高兴的时候就哄哄他 不高兴的时候就把他赶走 只有银子能给他一点安全感 老阿很烦他这套诉苦理问 生了一肚子闷气的他扭头就走 毕竟要加紧谋划对付马德昌了 第二天 扬州大街上从天而降无数传单 而这些都是汪朝宗派人散发的 其目的就是破除盐能防疫的谣言 除此之外 老汪还指示管下 将延号所有的存盐投入市场 并严令定价要比马德昌的低 广泰延号卖一百文一斤 我们就卖六十文 他们不跌往不动 他要是卖六十文 我们就卖三十文 始终要掐着他的七寸 老汪在商场与马德昌熬债 由于价格低 市场很快朝着汪家清洗 何司盛将延商开打的情况报告给阿克战后 他意识到打压延价的时机到了 甚至如果再拖下去 可能会弄个官逼免返 于是他吩咐何司盛准备收官 汪朝宗降价销售 目标直指马德昌 但老马认定 老汪根本没有多少库存 加之自己发动这场商战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钱 因此他没有采纳管家降价止损的建议 反而释出做空的老套路收购 汪朝宗敢降价卖 我就敢放手收 咱们有污本堂的存盐 他好不过咱们吧 只要咱们把他手头上的存盐 都给他收干净了 咱们上手做空 眼价自然会涨上来 然而马德昌十分清楚 这是在兵刑险招 万一对方库存充足 他将万劫不复 可是眼下只能孤注一掷 汪朝宗汪朝宗 建分晓的日子到了 很快 汪朝宗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马德昌派出去的人 反馈老汪家的银子 没买不空 更重要的是 现在扬州城里 疯传马德昌囤积居械 荒台演讲 马家的人一旦出门收购 就是人人喊打 老爷 那咱还买吗 买 事到如今 已经无路可走了 只要把汪家的酷炎买空 让扬州城 美颜可卖 救不出我把打进去的 转不回来 这个时候要顶不住 一切都完了 你去告诉兄弟们 这一仗就是砸过麦铁 也要给我打赢了 就在马德昌丧心病狂 拿了全部身家拼似豪赌的当口 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了 阿克战瞅准时机颁布了限价令 马德昌彻底崩盘了 沿沿衙门的限价令 简直是致命一击 不仅打断了他翻盘的最后希望 更打断了他人格上的几两股 马德昌上手做空严实的计划破产 曾经风光无限的马总 如今已是动辄催崩债态高筑 为了不至于成了老赖 他只能央求汪朝宗接盘 我特地来找你 我是来求你的 马总商手眼通天 求人不如求己 汪朝宗这是告诫对方要拿出诚意 马德昌挣扎了很久 咬着牙给出了抵押物 湖北的隐暗 老马无比肉疼 隐暗不仅是地盘 更是销售渠道和永不枯竭的裁员 但事已至此 他只能弯绕补创 该花的我都花了 该押的我也都押了 田产地产现银 都押给了全武业 我手上只有 只有这湖北的隐暗了 不要隐暗也没用 老汪这事案实诚意还不够 老马自然也能听出话外音 再一次割肉 那我再把我马家三年的盐银 都对给你 盐银我不要了 隐暗我也不要了 你就把我这个烂摊子全接过去吧 这老汪就是不语回应 马德昌言辞堪切地表示 如果再加玛纳 他必然倒台 两患三分之一的盐商给他打工 自己一旦垮掉后果 不堪设想 多少给我流口气吧 让我缓一缓 全当是 为了扬州的盐物 不够 还不够 马德昌傻了 开始疯狂卖惨 老马兴自己如同丧家之却 全英州没有人比他更惨 老汪却表示反对 那些被你哄抬 严价坑了的百姓 被你末世天灾 晾在盐厂的造户 都比你惨 惨多了 你好歹动不着饿不着 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 汪朝宗表示 当初老马帮助自己 修建五庭桥市 是发自真心的希望回馈社会 可是老马哄抬 严价市 显然已经背离了这个初心 自己被迫与他开战 不是为了私仇 而是为了扬州百姓的生计 我们都是严商 是有钱人 可不能为父不仁 宁可穷一人而富万家 也不可富一人而穷万家 这些年我也在想 我们享受的够了 足够了 那些银子 一毫一毕 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得来 再整下去 就会天下大乱 汪朝宗之所以跟老马说 这些大道理 就是希望对方能够记住这次教训 但汪朝宗衍生着老马 是典型的计之不及的 所以最后主动降低帮忙的条件 你按我受了 严引你拿回去 我只要你三个字 这三个字 比你三年的严引还重 马德昌站了起来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对着汪朝宗深深的鞠了一躬 然后说出了六个字 我错了 我错了 有人哭就有人笑 武厅桥上最热闹 阿克站正在跟大家商量 如何利用这座桥来接待 即将难选的乾隆 而谈到搞接待 报言显然是把好手 只见他击掌为好 一群阴阴阴阴的扬州兽马 就在十三一带领下粉末登场 来姑娘们 给大人们请安了 大人吉祥 阿克站非常凌乱 乾隆已经六十多岁了 挑选这么多兽马能做什么 于是他询问卢德公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报总商 给皇上想的新玩意儿 这皇上的龙舟吃水深重 这沿途必须有欠夫拉欠 这些姑娘 就是准备给皇上龙舟拉欠的 老阿瞧着这群若不禁风的兽马 让他们给皇帝拉船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不明就里的他开始质疑 就他们 老报赶紧解释 这群兽马是面子工程 他们只负责好看 出力的 当然还得靠倩夫 这些人就是个样子 得让皇上知道 咱们阳中有多丰丧 报总商 那叫封兽 对 封兽 封兽兽兽 阿克站则表示 这个创意不错 可是人数太少了 我已经让衙门发了公文 城里乡下 多招十七八九岁的姑娘们 当然 这可是咱们给皇上用的第一个新花样 话音刚落 卢德公就指着一座等比例缩小的扬州建模 跟阿克站汇报他的接待创意 接下的第一步 要让乾隆一路都能看到扬州最美的湖光山色 到时候圣上的船队沿运河缓缓行进 河两岸自然是一一垂柳 浪漫鲜快 接下的第二步 是让乾隆充分感受扬州的风土人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需要引导船队抵达提前布置好的集市 这集市上的人们是人来人往 摩肩皆种 但是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可举 这摊位上摆放着扬州的特色和特产 什么玉器书画 剪纸刺绣盆颈胭脂 还有扬州各色的土产小吃 当然岸上还有说书平坦艺人 唱小曲的漂亮姑娘 那是零零种种梦不暇接 卢德公这安排 就是让乾隆感到新鲜 皇帝酒居大内 突然看到这些山间野鶴和热闹景象 肯定会耳目以心 接下的第三步 向乾隆展示扬州城的千年气派 为此卢德公计划安排无数民女拉起 皇帝一进城必定大受震撼 到时候 扬州的城墙咱们都用水洗过 一应接驾人等 全部都是盛庄 要的就是这股子气象 卢德公的第四步 是将乾隆的游船拉到宝塔湾 让扬州南京所有的文武大臣提前等候 在码头上迎接圣家 如果大人还嫌不够 我们可以在水路上玩出花样 皇上不是喜欢听戏吗 在下已经问过话法了 两条船并在一起 就可以在水面上搭起一座戏台了呀 不拖不拖 阿克战之所以否定最后的这个提议 那是因为他要找回身为领导的存在感 毕竟刚才他一直在小吉着米式的附和 而他给出的理由是 担心这安排皇帝会觉得太奢靡 卢德公能有啥办法 关大一级压死人 只能表示大人所言及时 于是乎乾隆接待案的前四步顺理通过 不过卢大人的接待案没有规划乾隆的住处 好在阿克战早就有了安排 皇上说上次他来养 在康山草堂住的很好 所以这次南群还住在你汪家的康山草堂 汪朝宗听到这个好消息 心里美得飞起 意识到这是自己敲诈阿克战的绝佳机会 谢恩之后 他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奸商体制 他先是强调康山草堂很久没有休闪 引发阿克战的紧张情绪 哎 赵总 这事可玩笑不得 这康山草堂哪需要羞羞补补补的 千万千万要抓紧啊 既然对方慌了 老汪便开始哭穷 他说自己的银子都投到了银厂里 现在手头比较紧张 阿克战当然理解老汪的暗示 为了确保接下顺利 他大方表示 赵总 要是缺银子 只管开口 谢大人 就在二人虚伪的表示合作顺利时 一名小官禀报权武也闯了进来 汪朝宗一听 立刻表示不信 权武 大爷 阿克战根本不想见权武 吩咐事业替他招呼一向 此时 汪朝宗却站了出来 您这要是不方便 我替您招呼 有劳汪朝宗了 权武来找阿克战 是西瓦阿大人收拾欠他银子的马德昌 而已经答应替老马还债的汪朝宗 又会如何招呼这个鬼剑仇权武 权武也大摇大摆的来到亚门大堂 发现只有转身看着他的汪朝宗 于是习惯性的打了个招呼 呦 汪朝宗 这您一日啊 汪朝宗张口就是一波讽刺 你来之前 这屋里就我一个人 你来了 这屋里怎么还是我一个人 见对方骂自己不是人 权武也不生气 阴策策的开始挑拨汪朝宗和马德昌的关系 我就不明白了 这马德昌处心积虑的害你 你到现在 倒还给他撒屁股 要听着什么了 权武也控诉马德昌炒言完脱手了 之前拿来抵债的盐 现在根本不值钱 害他亏了将近十万两 这马德昌要不逮起来法办的话 咱这事没完 没完 我倒想听听 怎么个没完 没想到汪朝宗是这个态度 权武开始扯虎皮 他说和珅过些日子会来扬州 威胁如果衙门不给说理 届时他就跟和珅投诉 和大人是半价 皇上也来 对方的有恃无恐 让权武也回过神来 汪朝宗是天子顾教 拿和珅压他显然是行不通的 既然白的斗不够 那就只能玩黑火了 怎么着 跟我玩三青子是吧 三青子 二愣子 鱼目割大板凳子 三青子的意思是耍流氓 殊不知全武自己才是最大的地痞无奈 王朝宗挥手示意权武也过来 开始接牢谍了 通州落河一龙殷尺 这澡堂子我去过 汪大人 汪总上 我有眼不是泰山 冒犯您了 冒犯您了 日昌蓉的银票呢 我还 我还 权武也之所以如此紧张 是自己身份再次被曝光 早些年 和珊托人在澡堂子买科举试题 全武就是其中帮手 后来东窗事发 他家被满门抄斩 为最前逃后的全武改名唤醒 投靠了和珊的管家刘全 摇身一变成了和服在扬州生意的代言人 王朝宗知道他出身搓澡工的真面目 又看不惯他装差 所以这才有此提示 王朝宗勒令全武也归还马德昌的二十万抽头 他带着银票救去了马府 老马还以为他是来催债的 刚准备躲就被赌个正着 由于马德昌不知道他搓澡工的底细 权威还一如既往的冲淡 马德昌 马爷 当初借我银子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调 今儿个 我不是来逼债的 是来送礼的 你这回生意输给了王朝宗 连你人都输了 你是不是认为王朝宗在帮你 他越帮你 是把你的脊梁骨踩得越紧 马德昌对着黑他银子的全武爷 自然没有好脸色 再加上现在又挑拨理解 刚准备轰他出门 却被对方欲擒故纵的一段话说懂了心 马爷 如果说你还信我的话 今儿我就在你面前冲个大 我全武爷在点拨你一二 如果说你不信 没关系 我站起脚就走 武爷 告辞 请坐 您请坐 老马是典型的忌之不忌党 权威显然也是拿捏人心的高手 上来一段话就骚中了马德昌的羊处 卖 你这次做生意 赔了银子 把我也给拖下水了 我不服啊 咱们得想折 把赔的银子找不回来 前武爷指点 见马德昌上岛 全武爷于是开启了寻寻善有的忽悠模式 你们阎商挣的谁的银子 朝廷的 这不得了 这朝廷是谁的 当然是皇上的 把皇上伺候好了 是不是什么都有了 马德昌表示 李氏这么个礼 但讨好皇帝难度太大 此时的全武爷已经完全掌握了谈话节奏 于是他开始铺垫钓鱼前的夏儿工作 他告诉马德昌 自从湘妃荒逝之后 乾隆一直念念不忘寝食男 皇上啊 过些日子要到扬州来 对 如果你找一个 像湘妃这么漂亮的女子 那为自卫啊 五爷 我不知道湘妃这长相如何 于是已经咬钩 全武爷立刻表示 他可以帮忙弄到湘妃的画像 可是湘妃像 那得吃多少银子呀 你 那可是价值连城啊 二十万两 值不值 值 值 乌爷 我最近手头紧呢 这么值吧 我答应王朝宗了 把赚你的二十万两银子还给你 你看 这是日昌荣耗二十万两银票 全武爷将银子还给马德昌后 算是给汪朝宗一个交代 但他随后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湘妃画像 意思很明显 老马这张银票捏舞不热 马德昌其实也不在乎银子 看到湘妃画像后大喜过往 但马上老马就意识到 有一个重要关节难以突破 皇上 这很快就要到扬州了 这短短时日 让我如何寻觅啊 全武爷指了指脑袋 告诉老马要开下脑洞 香妃之所以称之为香妃 重点就是他携带天然体香 扬州各色美女满打击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 当然是围绕乡子来做文章 也不等马德昌计划 全武爷直接掏出了一颗巧克力豆 递给对方 吃了 马德昌害怕的脸都抽出起来 仿佛这是一颗毒药 全武爷看他为之如火的样子 也不废话 直接掰开药丸就吃了下去 马德昌这才小心翼的 把剩下的一半咽了下去 就等着香吧 明早上拿着银票找我去 至此全武爷归还了二十万两银票 老马被他一顿忽悠后 只能误一个晚上 但老马花高驾找香妃替身 自然是想趁着乾隆南巡拍他的龙屁 那么到底马德昌此举是福还是祸 船 内务府奉陈怨卿 加江南部正使汪朝宗觐见 称汪朝宗 见驾 前龙皇帝人生最后一次难寻 抵达扬州后 将码头上等着接驾的文武百官 晾在一边 而老头子本人已经悄悄溜走了 等了许久皇帝都不现身 部分被点到名的大佬 终于按捺不住 找到和珅打探情况 汪朝宗呢 为什么第一个选他觐见 前龙之所以第一个招见汪朝宗 既是因为本来就要住在他家 也是因为想尽快了解两华阎屋的实际情况 你跟朕说实话 现今扬州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阎武上很暗 还有救吗 汪朝宗赶紧跪倒在地 凌然沉奏两华严正击中难返 只有皇上出手才有可能挽回局面 老汪的回答让乾隆倍感交心 君臣四目相对久久无言 最后老头子让老汪起身放胆肇事说 阎武长的问题主要有五条 陈阁 击毙 贪腐 赦命 还有眷属过重 全今日动弹 请皇上恕罪 瞧着又跪倒在地的汪朝宗 乾隆这次没有喊他起身 而是出言鼓励巨石陈走 于是老汪开始一一解释 所谓陈科 是指历来延误账目不清 亏空俱导 而毕正则是大清立国一百多年来 施言买卖的盐引制度一成不变 无法满足现在盐业发展的需求 贪腐自然是针对利润盐官大捞特捞的罪行 奢靡则是批判扬州眼商挥金如土的现实 至于坚属 本朝立法宽人 扬州眼商能有今天都是圣上圣财 但这些年 我们为朝廷效力 臣子本分不敢有怨言 不过阴武 却始终是喘不过这口气 认真听完汪朝宗貌似近见的五条 乾隆迅速指出 贪腐和施迷使人的层面问题尚可矫正 而其他三条则关乎制度和流程 短时间扭转怕是很难 臣科 击臂 卷术 这才是你们留给朕的 难题啊 汪朝宗隶属两话言误的弊病 乾隆深感棘手 纵然自己亲自出马 短期内也难以对症下药 为了取得老汪的理解和体谅 乾隆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 大人不仁 朕坐在这个位置上 要顾着天下 就顾不上每一个人 臣明白 啊 你不明白 汪朝宗当然不明白 朝廷为何再三勒令言诚缴纳 在他看来 这是给延误增加负担 乾隆告诉他 君叔发句话就能免掉 但他不能这样做 自己对大小金川用兵 两怀的岩上按照指一缴纳君书 这样大清这辆马车就能转起来 而不是趴在原地不动 盛世比乱是难 成平日久死水一潭 要缴乱这潭死水 就要让这个天下活起来 朕就不能不作为 不能不花银子 王朝宗被乾隆的说辞 忽悠得迷迷噔噔的 老头子转右聊起了 沿岸变更问题 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 却是浙江的地盘 而江西省的建昌 又是两怀的沿岸 乾隆表示这些情况 他都清楚 扬州言商申请重西划分 他之所以不能同意 这是因为 一旦把建昌 划给了较近的福建 那么福建的四言 就会流向江西辅州南昌 这样一来 四言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了 这也有私心 这怀言啊 税重克多 民言税轻克少 变更引荐 两怀消息必受冲击 这朝廷的 严格收入 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 一群大内侍卫 就抬着擅闯的 郑东新建来了 乾隆的诉苦大会 由此被打断 好在 延屋上的证事 基本上都交代了 现在 闲下来的老头子 不由得顽心大方 恶去为丛生的皇帝 不但亲手摘掉了 郑东新的眼罩 更是站在对面 笑意盈盈的盯着他看 老郑睁开眼睛后 发现居然是乾隆 惊得连基本的礼节都忘了 乾隆二十一年 朕亲脸的近史 就混成这模样 好歹你也算是 朕亲脸的门生 在这江南行圣 只知道为所欲为 不知道帮朕多用点心 其实 郑东新是汪朝宗 有意引荐的 作为扬州八怪之首的 他才华横溢 在江南文坛声望颇高 恰好乾隆 扩碍诗文并且耗大喜功 由他助攻会 平添很多乐趣 很快 乾隆最后一次 南巡的游玩部分开始了 第一站自然是 他下榻的康山草堂 朕上次来 不是这块匾 皇上明见 这块匾是换了 乾隆故地重游 一眼就看出 草堂的牌匾换了 不着痕迹的 秀了一下记忆力 等汪朝宗解释 此便是董奇昌的真迹时 乾隆又叫出了卢德公 让他见点 听说你对金氏说话 是极为精通 这几个字如何 你说说看 老卢和等水平 瞬间洗精附体 这几个字 行云流水 无可不可 应该是相关居士的真迹 明知是艳品 却不点破 就是要把表现的机会 让给皇帝 却是仿得像 难怪你们上当了 卢德公奸计得逞 静静地看着皇帝 卖弄学问 一脸受教的样子 皇帝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开始为大家讲解 为何是艳品 这个董奇昌是个大乡身 字里的圆滑 如意的尽头 那是自然生成的 写这几个字的人啊 也就是个 骆驼不及的文士 此时一旁的何司圣也反应过来 看向身旁骆驼的正东西 这几个字是你写的 圣明无过皇上 颇为有趣的是 所谓圣明的皇帝 开心的像个孩子 他以长者的考问教育汪朝宗 要在古玩字画上多下些功夫 老汪自然是一波龙屁奉上 龙颜大悦的乾隆还闲不过瘾 忍不住开始手咬 朕给你再另写一副 臣谢主龙恩 乾隆一生写实近四万手 他的诗文在帝王中是最不值钱的 因此小铁匠觉得 这迫使我们不必看了 大家的龙屁远比他的诗歌精彩多了 朕是天子惊怀 诚和人后之中 阴阴之意 苍眼 相光居士 看到有皇上的欲比 也是要自愧不如了 唐乙诗传 皇上 臣已料得这康山草堂 千百年后仍将异议升回 立于扬州 共万人瞻仰 见皇上所赐 最后一次难寻 游览寿溪湖时 发现一座美伦美欢的桥 于是问道 这桥谁秀的 是汪朝宗和郑东新 皇帝老怀大卫 汪朝宗不愧是天字故交 实在是贴心 随着有传的行进 寿溪湖的美景 见词展开 湖外两旁 千万流之随风飘扬 合着湖水中的倒影 在阳光的照射下 满湖都流动起绿的光彩 此时 武厅桥的全貌也越发明朗 中间是一座孔桥 如同一弯明月 桥上面则是雅亭 乾隆远远望去 不由的感觉似曾相识 这很像是咱北海子里的 穷岛春阴哪 就是少了座白塔 文庭此言众人脸色各异 拉面露凶色翻白眼 卢德公不动声色的 给马德昌使了个眼色 老马立刻心领神会的 点了两下头 老霸则不明所以的 眨了下右眼 到了晚上 众大臣都在排皇上听戏 在卢德公轻脚一踹之下 老马这才反应过来 悄眯眯的找到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 表示希望能拿到白塔图纸 穷岛春阴的白塔图 你到咱家总随身带着呀 知道这是要敲诈自己 马德昌已经做好了挨仔的准备 反正也不是第一回 还望公公多帮忙 小的一定不忘了孝敬你 嗯 这还差不多 少了一万两可没人搭理你 我一毫都不敢少 交易似乎比想象的更加顺利 林公公收了好处很快离去 临走前表示图纸很快就会被送到马府 马德昌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不由的鄙视起来 才一万两 没见过世面 而见过大世面的马德昌丢下两张五千两的银票后 拿起贡桃偷偷地砍了起来 更过分的是 临走前他还不忘顺带一个马德昌敢偷吃皇帝的桃子 汪朝宗更是不含糊 趁着乾隆心情不错 他准备触碰一下皇帝的逆临 为石刻法平反 是扬州人共同的心愿 汪朝宗决定安排演出桃花扇 貌似尽见 准备桃花扇 桃花扇主要讲述秦淮歌迹李湘君和明末才子侯芳玉 在明清交替乱世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需要注意的是 此戏的男主侯芳玉自朝宗 曾认石刻法的参赞军 汪朝宗安排这出戏 给大兴文字语的乾隆看 可以说是存了死之 令人意外的是 乾隆没有叫停这出戏 这让台上台下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静静的等着皇帝发难 但直到桃花扇演完 才发现乾隆已经装睡很久了 好 好 乾隆醒来后再叫一声好 大臣们也跟着齐声喝彩 而出演桃花扇的演员 已经吓得腿都软了 你可知道台上这么一大堆 说的是什么吗 和尚刚准备开口就被打断 乾隆点名阿克站回党 拉则选择了逃避问话 奴才 鱼鲁 你说说 汪朝宗赶紧跪倒在地 他已经准备豁出去 这是桃花扇容 石刻法 扬州失守 桃江 循难他一辙 从乾隆的时代环境看 汪朝宗此举 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 晚年的乾隆又当又立 他一边大行文字语 一边又想着收览天下人心 乾隆深知 扬州百姓缅怀石刻法 短期内根本无法扭转 他想收进扬州人心 只能顺势而为 所以这次面对汪朝宗抛给他的难题 他决定亲自为石刻法平反 治国者当之人心相悲 不可服逆 如果要是不还石刻法一个公道啊 朕就难以收拾江南世子之心 虽然这个石刻法不明顺逆 但当时天下未定 也怪不得他 他都成危局 与历史谷中 终于死讯 走成一代完人 当于以保养 乾隆当然不是真心替石刻法平反 这只是他为得到扬州人心所做的让步和妥协 如果老头子的表演到此为止 那绝对堪称完美 但是他偏偏要给自己加息 前隆之所以玩这么一出 是想与石刻法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面对着战战兢兢的演员 老头子开始作秀了 石刻布 你虽是贴名重臣 但忠勇可嘉 虽说朕不能与你亲眼相见 今日你见戏子傀儡之心 与朕相见 朕十分感动 感日 朕必去 石刻布目前 遵旧祭奠 演员是既激动又害怕 紧张的话都不会说 郑东兴赶紧嘱咐了他几句 于是好戏上言了 石刻法 这一国家设计 天下黎明 口血皇上 大明忠良 宁死不祥轻的石刻法 此刻居然向大清乾隆皇帝下跪 杀人朱新 这出滑稽戏码 就是乾隆所要的效果 桃花扇事件结束后 拿到图纸的马德昌赶紧召集手下开始布置任务 赶快组织人手 把那几十万斤盐 从通四门的仓库给我运到寿西湖 在武丁桥的南面 找这个图样 堆一个白塔 明天皇上还要出游 在这之前一定要给我打好 原来马德昌之所以花仲金购买穷岛春莹图 就是要照此图样 在一夜之间搭起一座白塔 几十万斤食盐 无数工人的劳作 只为博取乾隆一笑的同时 施展他那逆天的宋飞计划 第二天 乾隆照例游览寿西湖 龙船行至武厅桥南面时 一座白塔用皇帝眼灵 老头子颇为震撼 一夜见起一座白塔 都能这么寄心办差 这也没什么可待有的了 幕后推动者卢德公 立刻表示这是马德昌的一份孝心 老马则向前一步 等着皇帝问话 你就是马德昌 看着贵道在地的老马 乾隆让他解释一下 一夜之间见起一座白塔 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 回皇上 臣说不好 闻听此言 乾隆觉得十分有趣 老年就是这样 便越掉他胃口 他就越是好奇 他自己见的 他都说不好 哈哈哈哈 臣请来了一位扬州说书的高手 他能说好 还跟朕打着埋伏 马德昌请来的这个说书高手 自然就是之前 全武爷指点找来的一语妹子 女人经过乾隆身边时 老头子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 那是至爱香妃才拥有的体香 奴婢行如 叩见皇上 等乾隆看清女子的身姿和面容时 他再一次愣神了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相像之人 至爱香妃已经逝去 但似乎又把一龙笑貌留在了人间 奴婢伺候皇上听说 你是真想起一位 故人来 女人没有回话 他在太监的蝉扶下 起身回到船舱准备伺候皇帝 经过乾隆身边的时候 老头子抽动鼻子感受一人的香味 直到女子消失 苏大强新版表情包又诞生了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哈哈哈哈 杀费苦心迎合圣意的马德昌成功了 大人 有两个姚蒙蒙 有两个姚蒙蒙大人 你想干什么 弄不清楚就别出了信 乾隆南巡 天地会头目英子和汪海昆 分别混进扬州城密谋刺杀 结果英子被收到献报的蒋座岭一网打击 没想到 杨州花魁姚姑娘 竟然是天地会的乡主 英子本是姚蒙蒙的鸾身妹妹 认错人的蒋座岭 以为逮住大鱼了 赶忙跟阿克战汇报情况 老阿则有点纳闷 王朝宗为什么要推荐他给皇上献衣 大人 我的探子一直盯着汪海昆 稍后当有汇报 今天晚上定能拿他们个人赃病货 大人 不能再犹豫了 汪朝宗这个人得马上拿下 蒋座岭的意思是 孟蒙是汪朝宗的红颜知己 汪海昆是他的侄子 这两个天地会涉嫌刺杀 汪朝宗也有重大嫌疑 考虑到乾隆就住在汪家康山草堂 没有真凭实据不能贸然抓人 于是阿克战指示蒋成严密监视汪府动静 最咬近的是给我抓住汪海昆 卑之灵命 然而监视汪海昆的探子却意外被铁三拳放倒 海昆趁机逃脱 消息传来 阿克战勃然大怒 汪海昆还没抓住 大人 探子还没有汇报 汪海昆送来精灵小心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派双奖 我告诉 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大人 单凭这推荐姚孟猛现役 就足够咬死汪朝宗了 花音刚落 紫雪和孟猛就出现在二人面前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阿克战和蒋座岭都是一脸惊恶 但老阿很快冷静下来 不着痕迹地开始了盘 孟猛姑娘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就到了大人 时间不符 且有紫雪这个不在场证明 老阿很快意识到 蒋座岭抓错人了 于是也只能假笑着先送客 孟猛姑娘 今儿晚上 我和蒋座岭还有点事 就不陪你们了 紫雪 替我送送孟猛姑娘 救你事 二人走后 为了推卸责任 蒋座岭脑洞大开 以后要订姚孟猛有分身术 大人 有两个姚孟猛 有两个姚孟猛大人 你想干什么 阿克战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就是一顿暴躁输出 什么两个姚孟猛 反正活生生的姚孟猛 就在我跟前 怎么回事 我早跟你说 我再提醒你一句 只抓天地毁 别碰汪朝宗 大人 然而 暴躁老阿还不知道 刚才自己让紫雪送客的决定 差点让他永失致爱 第二天 众人继续陪着乾隆游览 寿西湖 趁着休息的时间 汪朝宗找到老阿 质问他为何派人监视汪府 阿大人这么做事 有点卑鄙了吧 我在辛辛苦苦陪侍皇上 而你呢 在背后捅过刀子 刚才啊 好几次 差点脱口而出 请皇上给拼拼离 别啊 你就可怜可怜我了 我哪敢盯你的宅子 这不找死的吗 见对方企图糊弄过去 汪朝宗哪能允许 他非要阿克战解释 监视自己的目的 心中有鬼的老阿 只能使出托子决 今儿咱就不说这事了 待日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今天不说清楚 咱们就当着皇上的面说理去 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难办 老汪不依不饶 阿克战为免去麻烦 还是把抓住天地会 女乡主的事情说了出来 没想到 汪朝宗听完反而更加不说 又是那个天地会 上次你弄过 上次你弄个什么老七 对我栽赃陷害的 今天还要来这一招 这样你再派人 到我们家仔细去搜搜 哎呀 今儿咱不纠缠这事行不行 咱言归正传吧 老汪 下午 姚某某给皇上献议 是你推荐的 可不能有差池啊 你要是不满意 那就换个人吧 到了下午 杨州花魁 姚某某 带着一把琵琶如漆而至 而梦梦的出现 也让乾隆眼前一亮 不由的发出赞叹 既然人不错 剩下的就看曲子了 梦梦弹的是十面埋伏 是以楚汉相争为题材 创作的琵琶独奏曲 前半段的另一部分 梦梦弹的还凑合 节奏也比较自然 很好的渲染了 曲中该有的战争气氛 但是越往后 乾隆越发觉得不对劲 英律不齐 是乱于心 止了吧 王上累了 乾隆知道 汪朝宗推荐的人 不可能学义不精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于是他让老汪 拿来了梦弄的琵琶 老头子拿到手 只拨弄了一根琴弦 就听出了问题 是出自琴妇 乾隆又翻过琵琶 拿着扳指敲了几下背板 找到砸圣源头后 直接掀开 一把特质的弩剑出现了 顾驾 汪朝宗跪地不起 人使他推荐而来 如今出了这档子事 他白口默辟 和珅经过检查 发现弩剑上全是毒针 刺杀罪名彻底作势 不过乾隆也并非那么混忧 因为汪朝宗实在没有理由行刺自己 这就是你举荐的扬州头牌 长醉难问死 让朕怎么说你 叫那个姑娘进来 那么梦梦为什么刺杀皇帝呢 原来他的孪生魏妹英字被捕 天地会众人求他帮助行刺乾隆 首富极致力的他自然是不敢的 可念给予魏妹的过往 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役的时候 他思绪紊乱 被乾隆察觉出破绽 连意外的是 知道前因后果后 乾隆并没有责怪 孩子 起来吧 这谁也不怪 皇帝的怀柔直接让孟梦破防了 谢续紧张的他放生痛哭 乾隆也很有耐心的跟他讲起了道理 天地会只知道搞破坏 但是却没想过后果 这天地会呢 一心一意想着要杀朕 杀了朕天下怎么办 怎么办 就会大家都起来 争作这个皇帝 届时 汉人打满人 满人打汉人 打来打去 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打打杀杀许多年 死伤数也数不清的人 值得吗 孟梦摇了摇头表示不值得 只不过此时他心系妹妹和老王安危 求皇帝放过二人 并且表示罪责可以由自己一人承担 乾隆当然不会杀掉汪朝宗 不止如此 连他妹妹也准备放过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容 汪朝宗 臣在 天地会那个女贼和姚某某是孪生姐妹 相貌一般不二 朕罚你把她领回家去 好生管教 春秋则备 乾隆表示 英子还年轻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过他曾是天地会 也不能让他继续造反 所以 朕就把他赐给你为倩 乾隆的骚操作让众人傻眼 而他的理由更是有趣 女人嘛 心里有了男人 就想着相夫教子 就不会在外面胡作非为了 这怎么替朝宗想出这样的好法子呢 好 好 你记着啊 人在你这儿 要是死了 跑了 正为你是我 当时汪朝宗脑子嗡嗡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自己明明爱的是姐姐 皇帝却把妹妹赐给他 如果拒绝就是抗制 那么 奉执那妾的老王 又如何处理这复杂的男女关系呢 朕让你来扬州 是个朕察延误 做闯将 不是让你在这儿祸悉你 哪一本假账册 想在这里懵事 奴才该死 阿克战万万没想到 乾隆举重若轻地处置了天地会的刺杀 却对他交出假账策严加训斥 这样看来 皇帝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 不过 既然领导发飙了 先错再解释 而后推卸责任 才是常规套路 皇上 奴才到杨州后 首要任务 就是为西南战士 筹集捐书 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所以 奴才是 先抓捐书 后查掩饮 这账策 的确失智数落 数落就会纠缠不清 恒生之急 再次爱了领导一顿马 阿克战甚至已经没了退路 自己只有将阎务亏空彻底查清 才能在乾隆这里过关 不过 在此之前 他还得将天地会的英字交给老汪 皇上已经降职 把那个女匪 赐给了汪朝宗 赐给汪朝宗 那不是放武汇山吗 汪朝宗要他干嘛 做小老婆生孩子干什么不成 你管得着吗 好好办你的差就是了 是 蒋成钻石撞到了枪口 可没等老阿彻底出晚起 一名小官就带来一个糟糕的消息 您到外边看看吧 子雪夫人 预感大事不妙 心急如焚的阿克战赶紧往外飞奔 甚至为了加快脚步 他连自己的二品顶带都给扔了 果然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已经被打断双腿的资讯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至爱遭受如此大难 阿克战简直心如刀割 但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且没有任何人提前跟他汇报 里外里处处透着不寻常 我问你怎么回事 何思胜解释 之前天帝会抓了子雪 是想换回被捕的英子 可是当时阿克战正在排斥皇上 自己担心他分心这才没有汇报 而实际上 就在今天早上 天帝会飞刀传信要拿子雪换英子 何思胜则直接撕掉了纸条 非但没有报告阿克战 更没有与对方做任何有诚意的接触 子雪这才被打断了双腿 至于落到匪徒手里的子雪 遭受了什么待遇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老爷 子雪 已经到家了 阿克战着短短几个字 让子雪又是感动又是担忧 身体上的疼 远比不上心里的痛 在那个年代 保护一个明洁存疑的女人 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何况对方是朝廷要员 何况他本就是一个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兽马 可是 真男人阿克战 他最不缺的就是勇气和担当 咱们回家吧 老阿今天确实很惨 先是被皇帝宣誓 后面又差点失去资讯 与他相比 汪朝宗可就幸福太多了 乾隆不但赏赐了他一个小气 而且还亲自登门 准备帮他做正式萧文书的思想工作 你心里有委屈 又不能跟人说 心里就着急啊 萧文书之所以精神抑郁 是因为他无法为汪家生个儿子 自己给汪朝宗那些对方又不敢 乾隆决定彻底打开他的心结 朕听说 你们家宇翰本是女孩 汪朝宗赶紧跪倒在地 毕竟这可是欺君 他让宇翰女扮男装并对外黄霸 就是为了保住总商资格 这是因为 朝廷和延商曾有约定 哪位总商无后就让出位子 乾隆告诉萧文书 自己不怪罪老汪的骑君之罪 也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但是着急会起反作用 朕清楚 你是替朝宗着急 也是替他汪家着急 可你就这么倒下了 朝宗哪有心思替朕办柴 朕年岁比你爹大 朕就替你做个主 给朝宗 资个婚 要是生不出儿子来 朕就再赐他一个 朕就不信 他汪朝宗 真是扶不起来的恶斗 皇上 萧文书再也绷不住 放声痛哭 这些年他生怕被别人戳几两骨 毕竟在那个万恶的年代 不像有三无后为大 生不出儿子错误都是女人的 他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也是他抑郁的根源 乾隆任由他情绪充分释放 直到他心结打开后 便开始了叮嘱 温叔啊 你要记着 替朕把朝宗的家务了理好 一天到晚鸡飞狗跳 老婆哭孩子闹 再有能耐的人也做不成大事 皇上 他汪朝宗 不值得您对他那么好 他年轻啊 朕指望着他呢 然而 萧文书的心结是解了 可老汪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是因为 虽然文书曾鼓励汪朝宗那些 可是真到了这一天 他还是忍不住吃醋 皇上遇刺的儒夫人 是谁家的姑娘 皇上这哪是赐婚呢 就是赏了匹猎马 天地会的乡主 汪朝宗求生欲很强 但萧文书也不是吃素的 面对老汪这样的说辞 当机讥讽下 你少来 得了便宜还卖怪 知道让皇上赐你美人 又知道 让皇上在我面前吹小风 递小话 哎 你可要当好朝宗的贤内助 拿着圣旨来压我 我哪敢呢 这不那乡主在咱家圈着呢 你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我正发愁呢 没想到老汪态度这么好 萧文书一想也对 自己是正义夫人 收拾个小妾简直是手到前来 她准备给正在绝食抗争的英子 一个下马威 英子姑娘 吃点东西 别饿坏了身体 英子缓缓抬起头 而萧文书看清她的下马 时一瞬间无数画面从脑海里闪过 人也跟着方寸大乱下 姚梦吗 你是夫人吧 我不是姚梦 我是她妹 英子 没人告诉你吗 英子的回答让萧文书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她姐姐那个段位的救星 于是 她立刻拿出正方父人的姿态 要求她停止绝食 而英子作为天地会的乡主 哪会将她的话当回事 萧文书怒了 既然你进了我汪家的门 就由不得你无礼 好话听不见 就休怪我动家法了 我连王法都不怕 我倒想看看 你们家家法有多厉害 放肆 来人呢 说时迟那时快 英子正托束缚 一把扣住萧文书的脖子 挟持着她就要往外走 萧文书一看姑娘这架势 便请她自辟 此时汪朝宗也带着家丁赶到 汪老板 我能走了吗 不能 你再往汪府一天就是我汪朝宗的人 你要迈出这大门一步 你还是朝廷缉拿的天地会盘当 汪朝宗继续解释 这婚事是皇帝赐的 一旦他当着自己面逃走 汪家满门都要跟着遭殃 另外自己喜欢的石他姐姐 留他实在是迫不得已 只要你不为难我 我汪某绝不为难 姓汪的 既然你也不情愿 那就赶快放我 我不为难 你让我放你走 就是在为难我 我要是放走了兴奋 我还不是得死 我看要不这样 你让我在这儿关你几天 你真有本事逃了 那是你的造坏 我汪某人也不会收到你的牵连 如何 你别后悔 汪朝宗暂时稳住了英子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他 否则就是抗制 可是不会武功的老汪 又该如何收服这个凶神恶煞的主 乾隆人生最后一次难寻 驻碧扬州期间 马德昌进现山寨相飞 迫得皇上喜爱 皇上起碗了 马爷 哎呀 我全无服你了 当今圣上 自打六岁跟着圣族老皇上 就没有睡过懒觉 可是到了你这儿 他起碗了 老马的龙屁算是骚中了乾隆养处 而汪朝宗周到的接驾安排 更是让乾隆龙心大悦 两位总商在皇帝面前大发一彩 可急坏了报以安这位总商中的小套民 你说那两家 全奔上巧宗了 你 你看 接驾的接驾 是修桥的修桥 搭白塔的搭白塔 献美人的献美人 哎哎哎 你爹就简直成了一个 没爪的螃蟹 哎 咱们到底该怎么弄啊 报建宏让他爹另一匹蹊径 只有发挥长处才能投其所好 双刀抱以安一听 自己处一冠绝一失 可以请皇帝吃个饭 玄机这个想法就被自我否定了 我请皇上来咱们家吃一顿 他好像也不太会来啊 父子俩抓耳挠腮的陷入沉思 突然小胞有了灵感 他认为皇帝来扬州 既为识可法平反提别 又接见了郑东新和山长先生 明显是众士们 叫企图笼落江南狮子 不如就从这方面入手 您不是帮阿大人编了本诗集吗 朝廷这两年正在编四库全书 咱把这本诗集献上去 一举两得 皇上还会觉得 咱们报家 诗里传家 与众不同 报言觉得儿子这个点子不错 于是趁着乾隆驾临汪府的契机 他带上诗集与银票 找到正当红的林公公 托他帮忙乘给皇上买鱼 皇上现在哪有这功夫啊 是 我是没有那种奢望 要见皇上 我就是说 如果林公公您通融 我就想请林公公 您跟我说两句好话 被马德昌嫌弃 没见过世面的林公公 看到银票后便一口银语 然而两人勾勾搭搭的小动作 却背在汪府转悠的和珅 尽收眼底 林公公收了银票正往回走 哪知道转角就遇到爱 何大人 他来干嘛 说是有本什么集要献给皇上 正好您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转 您给看看 放这吧 和珅的截胡 不但让老报的银子打了水漂 更重要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这本诗集会给报家带来灭顶之灾 不过和珅暂时还没心思翻看这本诗集 皇帝昨天识破阿克战的假账策 并研制老阿清查延误亏空 而他现在要做的 是要确认阿克战是否知道自己在策 以及试探他的反腐决心 谁承想 老阿上来就给了他一颗重磅炸弹 账策 还牵扯到国舅高横 高横 下一个是我吧 下官不敢 阿克战的这番姿态让和珅恼羞承诺 于是出言警告 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抖鸡里 当年我在北京城做铁头胡孙的时候 你还在关外放马呢 带了这么多年的顶子 你不知道怎么当官 别忘了 官子两张口 和珅警告阿克战不要不自量力 老阿泽表示自己当的是皇上的官 只对皇帝负责 和珅没想到他这么刚硬 干脆拿前任严正尹如海自杀的事情 对阿克战进行死亡威胁 下官不怕死 但也不想像尹如海那么死 唉 这就对了嘛 你死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和珅表示 言误上的情币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但如果把涉及亏空的官员全部抖出来 最后天背痛破 为难的还是皇帝 就连尹如海那书呆子都知道这事不能抖出来 抖出来那就天下打乱了 阿克战对和珅的话不屑一顾 他认为尹如海之所以不敢揭发亏空背后的真相 是因为害怕引起朝廷动荡 而他选择自杀是逃避现实和缺乏担当的表现 自己与他不同 不会因为牵扯大人而畏缩不前 更不会坐视日益增长的贪腐 情状不闻不问 皇上的千秋工业总得有人去扛去支撑 要是连我们这些当差的都必是就须一血成灾 难保没有溃低的危险 看着架势 如果阿克战真的将亏空一查到底 届时自己摊没的事情也必然暴露 为了动摇阿克战的反贪决心 和珅决定小之以礼动之以为 我何某人闯荡官场 平的就是一条 谁挡我的路 我就踢开谁 可要是道上有一泡狗屎 你会上去狠狠踩一脚吗 别说是狗屎 就是万丈深渊 我阿某也绝不后退半步 何时奈着性子继续选说 皇帝其实最像追悔银子 而非一本导致朝廷动荡的破账策 要是没账 这银子就根本无从查起 但只要查了 就得按图所记一查到底 一查到底 可这账本是你送给皇上的 如果真查起来 这事情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 所以我让你只收银子 不贪查 眼看即将要谈崩 林公公突然出现了 皇上要起家了 这是乾隆最后一次南巡的最后一站 作为信佛之人 他带着亲信大臣 来到高明寺上乡 礼佛结束后 皇帝让和珅叫来阿克站 当着二人的面 开始就扬州掩物下达重要指示精神 他先是肯定了阿克站的忠心和勤勉 而后话锋一转 只是朕让你来扬州 不是去做那些 苗龙旧风的表面文章 是让你把言误查查清楚 给朕个交代 面对皇帝的责难 阿克站赶紧跪地成错 还有觉悟地主动提出 乾隆关系的亏空问题 小云年龄死前 交给奴才的账策里 设计提应亏空数百万两 几百万两 九百多万两 可是即使扬州年商再有钱 也不能节责而语 阎上 阎上可以为朝廷救急 不可以给朝廷插死 圣上英明 阿克站也有难处 和珅这话让乾隆冷静下来 老头子清楚阎阎案背后设计众多朝廷要员 而阿克站人为延期 做到目前这一步已经实属难得 只不过这还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朕这回是要个结果的 和珅 陆塞塞 这阎阎案设计朝廷重臣 打个站搬不动 你帮帮他 和珅有点不解 扬州延误的巨额亏空 他从中余力最多 而老头子的人事安排 既是让他自查自究 又好像是在保护他 同样不解的还有阿克站 刚跟和珅差点撕破脸 现在又让和珅协助他 就在二人揣夺圣意的时候 乾隆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阿克站骨架差点被拍散后 乾隆也准备启程回京了 临走前 皇帝当着文武大臣的面 只喊了汪朝宗一个人告别 今日一遍 不知和珅再见 真是拿你当朋友的 最后皇帝复尔汪朝宗 和珅还以为在交代秘址 他们说咱俩走路很像 真走给你看看 乾隆走了 留给汪朝宗的是张嘉义的 走路姿势和苍老背影 留给阿克站的是 彻查两环延误的旨意 而接下来 由扬州延误亏空引发的 朝堂决战也即将开始 自宣 也就半年 我娶你过门 为什么要半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半年是乾隆队延延案的 最大耐心 清查延误亏空 阿克站与和珅之间 最终会有一场 你死我活的搏斗 老阿不想因此连累咨询 与此同时 他也给失业和思圣 安排了退路 我在皇上面前 举劫了你 那不常懂啊 咱可是说好的 只能我辞你 也不能你辞我 没有不散的宴席 去绍兴树立之府吧 我不干 再来着没公欠了 没有就欠着 和思圣开始撒娇 耍赖死活不肯走 最后 实在逼得老阿没辙 只能跟他交底 那我要跟你说句实话 之所以赶你走 那是为了给我和思圣 留条退路 有朝一日 万一我们要流落到 你的地界 你还得管我们一口饭吃 事与不由的心中意紧 他最不愿意 看到的局面出现了 你这是要跟 和珅硬碰了 哼 还不至于 不过人家在上头 我不能不防 既然阿克战已经做出了决定 何思圣也不再坚持 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董萌 绍兴之府我会去当 但这最后几个月 你让我跟你吧 后院暂时稳住后 阿克战第二天就来到了汪府 在开战之前 他必须跟汪朝宗通个气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自己什么也办不成 阿克战告诉汪朝宗 现在的情形是军命难为线索完备 他已然没了退路 我阿某是动也得动 不动也得动 可要是动不好 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好与不好 我的下场都一样 查清亏空 无数贪官浮出水面 老阿将遭到疯狂反噬 若是查不出个所言 阿克战又无法对皇帝交代 所以无论是哪种结果 都注定没有好下场 老阿告诉汪朝宗 自己只能选择前者 更重要的是 皇帝实际上已经给了他暗示 听和的人说 圣上对外戚明目张胆的脸才 早有不满 如果这次拿高衡开刀 可以起到敲山正虎的作用 阿克战解释道 如果能干掉高衡 一来可以逼着大小贪官 拓出赃款 二来可以一次张显乾隆的反腐决心 更重要的是 高衡身份是国舅 如果能扳倒这个外戚 可以为太子日后继位提前扫清障碍 一时三鸟啊 高明 所以这次让何大人挑头 何大人 一贪至贪 汪朝宗彻底被乾隆的阴险手段折服 想到这层 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下来 你笑什么 圣心难测 不敢妄议 高手对话就是这样 既然你不说 我也就不问 玄机阿克战拿出皇帝的秘制 递给汪朝宗 老王打开一看 这是乾隆给阿克战的命令 只见上面赫然写道 卢德公贪污之鄙 朕早有耳闻 待朕御驾起程后 立即搜集罪证 将其定罪正法 这么说 是保不住了 自作孽不可活 早晚的事 反贪斗士阿克战 终于打响了彻查阎 沿岸的第一枪 而他的首个目标 就是二把手卢德公 老阿的准备相当充分 他先是逮捕了老卢的亲信于林 再将卢德公 请到沿远衙门当庭对峙 力图一击比伤 于林 说说 本官为何抓你 小的在老家放贷 逼人还钱 致人重伤 大大奴才 竟然背着我 干下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卢德公这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撇清关系 二是表达自己不知情 现在他还不明白 阿克战的真实意图 这是目前最稳妥的选择 阿克战则一点也不急 开始追问放贷数额 二百两 二百两 你在盐运寺衙门 每年的薪水是多少 小的年薪六十两 外加大米六十糊 不少 不少 不过就你这么一点薪水 也敢去放贷 说明你这家底很厚实 玉林赶紧回答自己没什么家底 企图蒙混过关 岂料郑重阿克战下怀 没什么家底 那就是卢德人带你不薄了 面对这样的恶意指责 卢德公怎么回答都不是 干脆闭口不言 而阿克战也不带他回答 直接让何思胜汇报 抄家起货的数额 而何思胜的汇报也非常细致 金首饰玉器字画 以及绸缎两天 所有加在一起 按照正常市价估算 可以折合现一万九千三百零一两 一万九千三百零一两 你不吃不喝也得干上三百年呢 说说 这些人的都从哪来的 可恨 卢德公再也坐不住了 再审下去自己就危险了 如今之际唯有撇清干系 没想到 你家公祭司 坚守自盗 重宝私能 你今天要不跟我说清楚 我饶不了你 玉林开始料了 小的跟随卢大人 十几年来 受受盐伤的办公银 砸废银不计其数 又在运库 重复劣之茂里 就这些 当然不止这些 他甚至将客口赈灾银 也一并抖落出来 他还没说完 卢德公急得快跳脚了 装装件件都与他有关 趁着他还没直接咬到自己 老卢准备来个死无对症 你好大胆 来啊 抠出去择 卢大人 不急 阿克战士铁了心要拿下卢德公 自然不会轻易让老卢得逞 于是他使出了惯用套路 举报有假 他告诉于林 目前这些罪名够杀他失回 但如果他愿意举报同伙 可以酌情从轻发落 在死亡威胁面前 在卢德公一次次撇清关系 甚至要杀人灭口的对比之下 于林骑士不难选 小子看到这些事 都是卢大人默许的 你住口 卢德公赶紧痛斥对方是狗急跳墙 故意攀扯 并再三强调这是血口喷人 老卢的师太让阿克战颇为好笑 此事不拱火更待何时 于林彻底掉了 开始揭发卢德公的罪行 首先是收受贿赂的数额特别高 其次是 收银子的手段又当又理 更重要的是 阿克战整顿掩误期间 卢德公为了怕自己被牵连 居然让他绑架了汪马两家的孩子 此言一出 东南如林领袖卢德公 丢掉了自己最后一丝体面 出离愤怒的他 对于林犬角相加 撞落疯狗 卢德人 阿克战的这声提醒 让卢德公渐渐恢复理智 既然自己已经宰劫难逃 在这样疯癫下去 不仅于事无补 更是会丢掉一代文坛 巨匠最后的底库 明镜高悬之下 卢德公亲手摘掉了自己的顶带 从这一刻起 他就成了阿克战的接下球 而恢复气度的他 临走之前也不忘掉下狠话 阿大人厉害 但你并不高明 你不顾大局 搅乱扬州掩误 作茧自负 你败局一定 我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我等着这一天 卢德公倒了 这在两怀严商圈 引发了轩然大波 有人落井下石 也有人积极营救 更多的人则是别有用心 而随着老卢的入狱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变故发生 小二端上一盘怀阳烫干丝 马德昌立刻夸赞刀工不错 却遭到顶级吃货爆炎的疯狂嘲笑 你就这点出息啊 一块香肝 至少得切出上千条丝来 这种刀工上不得台面 老马被说的有点败气 结果老豹又挑出一颗虾米吐槽下来 给人吃的吗 金根儿春红秋红 鸽子脚都成啊 就这种大路货 他们是不是换厨子了 老马是真想拿交代让他闭嘴 跟你这老涛吃饭太扫兴了 双刀抱也安的美食品鉴被打断 他仍旧不安分 换个频道八卦汪朝宗的绯闻 老汪好几天都不露面了 是不是在家伺候那女会手呢 马德昌表示 天地会的女相助英子绝对是一匹猎马 足够老汪喝一壶 老豹身以为然 这皇上可真够狠的 明知道这汪家已经有一只母老虎了 刚醒过来又送过去一只 老马好不容易笑停 刚拿起筷子夹到鱼 就被报以安叫停 往上点那块 往下点 那块 鱼塞下边三寸 好不容易夹到 老马赶紧把鱼送到嘴里 表示味道相当不错 玄机二人就着热闹 开起了小镯模式 一杯酒下毒 老豹从怀中掏出秘制酱料 往碟子倒了一点后收起 然后加起一块水晶羊肉沾了沾 就准备开吃 老豹的秘料肯定是好东西 勾到马德昌也好奇下来 你尝尝 看到报以安一脸享受的模样 马德昌动心了 开始有样学药 按照同样的步骤吃了下来 第二杯酒下毒 没食品间会宣告结束 二人也终于聊起了正题 你说这阿克战把卢刀宫给抓了 这什么意思 阿大人凶声扼杀的 还不是想跟皇上交差吗 大头还在后边呢 你的意思是说 还会弄大的 嗯 这我就放心了 运窟那么大亏空 总得有人背黑锅 毫无疑问 迟早有只大老虎会承担一切 但是老马更为在意的是 你说这盐台大人给拘了 是不是再回不来了 谁知道 你说这皇上会再派个什么人来 那谁知道 反正每次都是上边派人 每次都是上边派来的 就在马德昌对盐运使知缺动心时 二人先前八卦的汪朝纵 已经被他们口中的小猎马 整得焦头烂额 汪府不是官府的牢运 我也不想这样 你知道如果你真的跑了 不仅是我汪朝宗替你背黑锅 所有的人都得受牵连 汪朝宗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既不能放跑这个天地会相助 更不能任由对方绝世抗争 名义上英子是皇帝遇刺的小老婆 而在心里 自己又拿他当未来小姨子 至于怎么忽悠他吃饭 老汪也拿不定主意 只能先使出美食诱惑试探一下 早先听妈妈说了 你从小就爱吃朴菜 我得差一人呢 去了淮安的小虎挖了些 顺道 还请了个淮安厨子 你尝尝看 英子不为所动 自己身为天地会相助 居然被汪朝宗像狗一样拴着 不但十分屈无 更是耽误自己的造反大业 他决定抗争到底 可是汪朝宗仿佛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 你安心 将来不管做什么 就算是造反 也得有力气才行 可能是担心他不好意思在自己面前吃饭 老汪十分干脆地转身离去 而英子则一脚踢翻饭菜 并拨弄起一块碎片 看这假事 似乎是打算下次送饭时 趁机挟持老汪逃脱 只是他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小动作 居然被汪朝宗在不经意间发现了 老汪气而不舍地送饭 小姨子则一如既往地跟他后 可无论自己说什么 英子都是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像 王朝宗知道 自己要用苦肉剂了 放我 也不童死 你干嘛 让早晚都是死 死在你手上 至少我不欠蒙蒙的了 老男人的坏总是层出不穷 老汪提起他姐姐 英子就下不了手 更过分的是 姬某得逞后还有后招 汪朝宗趁机假装晕血 然后趁势倒在小姨子怀里 你没事吧 你不是这么不禁打吧 我怎么跟我姐交的呀 你不能死 不就吃饭吗 我吃还不行吗 行行 快点吃 饭都凉了 不知何故 老汪非但不起身 反而突然开启撩妹模式 头一回看你笑 笑起来还挺好看 英子现在十分苦恼 被汪朝宗这个老男人套路后 他的处境相当尴尬 不吃又不行 逃又逃不掉 同样苦恼的还有马德昌 自从跟老报聊到卢德公后 他就惦记上了盐运使这个位置 为此他找到全武爷 开始运作了 八总山 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那卢大人 我就是想问问 对卢大人上面有什么说法 全武爷告诉他 上面要求将卢德公名正贬行 马总山是不是想求我捞人呢 不敢不敢 国有国法 我等一介言商 我就想问问 谁来顶替 全武爷瞬间明白 老马这样问话明显是动了心 他告诉马德昌 谁来顶替卢德公的位置 还没听说 但是马总山的想法 他是看出来了 被戳破心思 马德昌十分不好意思 赶紧否认 可是他越是否认 全武爷就越是肯定 马总山前些日子 把雪茹送给皇上 那时候就有想法了吧 老马还是不敢承认 商人惦记当官 在那个年代 绝对是痴心妄想 虽然有总山 接账严官的心理 可那毕竟是意外 看马德昌死活不承认 全武爷实在结了 省点事吧 我帮你把这扣结了吧 少于这个数 在何大人面前 免开足够 一万两 十万 十万两确实有点肉疼了 马德昌开始讨价还价 他表示自己没见过失明 也害怕事情 没成银子打了水漂 全武爷 您多担待点 替我多 试成之后 我必有忠心 马老板 马总商 算你有造化 后天我就回京 帮你在何大人面前 美言几句 有趣的是 这个招摇撞骗的 搓澡工权物 马上就要准备跑路了 那么马德昌的事情 又该怎么运作 外面疯传 山西巡抚 派人给我送来了五万两银子 花了五千两门包 你们就只给人打一收条 连通报都没有 有这回事吗 奴才该死 奴才管教不严 和谐的管家刘全正在给他休假 和大人抿了一口肠 终于悠悠地开口了 卢德公倒了 刘全心里已经 力道不受控的随之增大 轻点 想废了我是怎么着 奴才该死 刘全十分清楚 主子提到卢德公 是因为兔死湖北 阿克战干的吧 这老小子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油盐不尽 老爷 把他放在阳主作妖 不如把他 先解决了 你少拿着刀 在我脚底下发狠 和珅既是让刘全 下刀力度放心 也是告诫他 不可擅作主张下狠手 随后他有点不放心地嘱咐道 阿克战现在不好动 皇上是铁了心护着他 看出主子有点投树机器 刘全开始给他加油鼓劲 他再狠 也狠不过您呢 水大漫不过船去 高横高过久 前渡前童争 多显恨的角 爷 您轻轻地那么一问 也就都倒了 刘全的意思是 和珅手眼通天 让阿克战倒台的难度不到 但和珅可不这样认为 每扳倒一个人就是得罪一批人 在官场树敌过多向来都不是好事 更重要的是 现在皇帝有意维护阿克战 自己与其下狠手得罪人 不如找个人给他下半子 这卢德公倒了 盐运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该让谁去做呢 和珅询问自己人选 刘全也扇老爷的心思 这个至于阿克战的人 不但能力得出众 更重要的是靠得住 一奴才前见 让马德昌舔了算 以前也有 总商当盐运使的先例 在扬州的时候 他送了尊金服 分量可不轻呢 和珅怒了 捡起毛巾就丢向刘全 这奴才胆子实在太大 国家公器在他看来 就是私相授手的交易 现在他竟然替马德昌说谎 不知道私底下 又收了多少好处 结合之前山西巡赴 带五万两银子 拜见自己还被挡架的船 和珅认定这个老小子 黑了自己太多银子 我要你去查清楚 是谁这么大胆子 跟老子玩起黑吃黑来了 奴才一定 查到底 幻象也清白 恶奴只要把银子 偷出来一些 和珅自然不会深究 毕竟他办事向来得力 之前他推荐 马德昌出任炎院士的提议 现在想来也比较靠谱 马德昌 也算会做人 读过书 祖上 做过炎正 自己又是个总商 但也是个人选 能力上没问题 又经常给自己送礼 最关键的是 马德昌献给皇帝的山寨相飞 现在十分得宠 提议他做炎院士 乾隆肯定点头 既然已经敲定了 马德昌出任两环炎院士 其他来跑官的 就必须挡架了 于是和珅最后嘱咐道 最近给我把门看紧点 少不了有人来 不得不说 和珅虽然贪 但是效率是真的高 很快 马德昌继任两环炎院士的任命 就发到了炎院衙门 管家来通报喜宣的时候 此时的马德昌正在疏口 马德昌立马想到一种可能 自己运作的事情成功了 面对天大喜讯 老马激动的连书口水都吞了下去 立刻起身收拾赶往沿沿衙门 任命书宣读完毕 意味着马德昌完成了身份 转变和阶级跳跃 从一届上任到朝廷命官 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由不得老马不激动 话问好大 将此中任交回马某 先祖圈下有志 定当赶激涕铃 马某才智努顿 不堪此中任 不敢不丹经节律 历经图治 必报皇上护恩 上不服朝廷 下不服百姓 鞠躬尽醉 此而后一 而此时此刻 一旁的阿克战万万没想到 先任严韵使居然会是老马 但是心里在变 场面话总是要说的 马兄 两环严韵使一职 便由马兄来接掌 从今往后 咱俩就同朝为官 还望马兄多关掌 定当精力 定当建立 老马做的严韵使 不但是光样门眉 更是一举洗刷家族耻辱 他的外公张成照 曾两怀严韵 却被扬州严商 活活逼死 老马气文从商 忍辱负重多年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重振家族荣耀 现在梦想实现了 马德昌的精神面貌 都焕然一新 老爷 教大人 有钱无官 走到哪儿都是敌人一等 非但如此 官可以有报复 有作为 人活一世 年近五十 官聚三品 知足了 也许是担心 马德昌有点票 他的夫人提醒官 并不好做 要他务必小心谨慎 我知道 我是一个见过世面 栽过跟头的人 说得好 马老夫人自然是来提点儿子的 他告诉马德昌 要学会与过去和解 之前选择做严商 使人辱负重 吃了很多苦 遭了很多罪 不能因为一招 尚未就伺机饱腹 更重要的是 他担心马德昌 会因为身份的变化 迷失自我 做了严韵使 别人会做 一生严台大人 又一生严台大人 叫得你轻飘飘的 不知道方向 你是做过总商的 知道严商是怎么回事 不能什么都要 老母亲告诫 马德昌要懂得取舍 他自然明白 现在他既然 已经做了严韵使 那么总商的位置 必须放弃 娘的教会 儿记住了 看儿子态度诚恳 老夫人也给出了 最好的忠告 他要马德昌 尽量想办法 远离扬州 延伤这个是非玄悟 有机会 还是到京城去 做个平安官更好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母亲留给 马德昌的话 可谓震聋发魁 他对自己曾经的 无知和卑劣 感到深深的悔恨 最后 在老母亲的见证下 马总商倒掉了 自己家的公言 这意味着 他彻底放下了 严商这个金饭了 咱家从此再不斩伤 你现在是朝廷的严官 要让后人知道 张承赵的后人 一定会做一个好官 儿记住了 随着马德昌放弃总商身份 三大总商互相制衡的局面 被打破 没想到啊 抓了个卢德公 把天筒破了 卢德公招供 但口供涉及的官员 曾集合贪莫数额 令人发指 问题的根子 已经归结到 国舅高衡身上 他已经成为 横在阿克战面前的 巨大障碍 高衡是国舅 欲角能把我踩死 东王啊 为您着想 咱辞官吧 这字我已经写好了 干下去 命都不报 可阿克战从来都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 乾隆对他有知欲之恩 子官就是对皇帝最大的不负责 更关键的是 如果自己现在撂挑子不敢 就算皇帝放过他 之前他得罪的人 肯定会趁机疯狂反扑 身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这笔糊涂账我要是弄不清楚 这阎武就得永远背着这个包袱 为了阎武 为了朝廷 为了皇帐 这亏空必须追缴 银子必须交 这阎政 我还必须得干下去 就是倒 我也得倒在阳州 老阿没有理会师爷的建议 现在他以卢德公为突破口顺藤摸瓜 已经逐步拉开了炎炎的黑幕 半途而非不是他的作风 冒着于死网坡的危险 他最终决定将国舅高横的安情如是上奏 阿克战来折子了 别让丸子直说 和尚将阿克战的折子 原原本本地念给皇上听 其大致一丝事 高横在担任两怀严正期间大捞特捞 数额特别巨大 乾隆听完汇报非但波澜不惊 反而笑了起来 都叹到朕的头上来了 和尚 既然你们查得这么清楚 还在犹豫什么 和尚表示 高横毕竟是慧贤皇贵妃的哥哥 不敢擅自处置 乾隆也知道 这事情还得自己表态 皇贵妃 就是皇后的兄弟犯了法业的之随 于是 在皇帝的收益下 国舅高横被一律处死 卢德公也于同日被杀 受到消息的阿克战兴奋异常 第一时间就将情况通报 给了汪朝宗等人 他准备趁机讹诈 延伤一笔银子 这次 高横卢德公家产充公 虽说也可以抵消一部分亏空 可援改我们扬州本地负责的部分 我想大家也是责无旁贷吧 其实老阿爷不想逼延伤出银子 可是没有办法 乾隆让他彻查引延安指示手段 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补足运苦亏空 几百万两不补期 他在皇帝面前就难以过关 而听到阿克战又有银子 汪朝宗表示十分为难 并非朝宗等人推讨 今年的秋盐还没卖 银两还没回流 我等实在是有心无力 还望大人 在奏银皇上 以述详情 哪怕是秋后多交一些利息 汪朝宗的话虽然合情合理 可皇帝也只给了老阿半年时间 此时他无法做出让步 阿克战拿起一堆折子 解释道 言上难处 他早就如实沉奏了 可是皇帝就是不语 谁要是说我没替你们说话 你们自个儿看看 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就在局面陷入僵局的时候 马德昌打破了沉默 他表示 现在自己的身份是阎官 且马家的阎案和阎影 早已提醒上交 按照官商各副旗子的道理 缴纳亏况仪式已经与他无关 而这番话刚一说完 就遭到了老豹的强烈鄙视 我就知道 一酷脸就变 豹炎显然是误会马德昌了 因为他接下来说的话 足以让在场的人刮目相看 老王老抱 可我毕竟做了这么许多年的阎商 阎务与我有关 扬州与我有关 再次紧要关头 我马某不能置身事外 这么多年来 我马某作为总商 身至阎务之艰难 历年运辜的亏空 本来和阎商无关 此时逼迫 阎商拿银子 于情于理 均说不过去 老马跟阿克战畅队抬起 这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连汪朝宗都不由得佩服起来 马兄 不 马大人 朝宗 你挑了这么多年的大量 这最后一次机会 你就让给我吧 好 有了马德昌的公开支持 汪朝宗立刻顺刚往上爬 他表示现在不仅没有银子补亏空 武本堂还得拿出五十万两修和地 此言一出 阿克战真的怒了 汪总商是在装糊涂 还是跟我阿某叫板呢 老阿撂下狠话 高家印一日不倒 孕库就不会出银子修和地 老马希望阿克战再考虑考虑 老汪也跟着求情 没有报言一言不发 此时汪朝宗不爽了 狠狠地瞪下老报 示意他出来帮个枪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这个屋里头是个人就比我的 不管怎么说 我是实在拿不出来了 神经大条的报言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为朝廷做贡献 一场由和珅发起的 针对老报本人的文字语正在酝酿 之前老报献给皇上 又被和珅截火的那本退司集 现在终于被拿出来做文章了 退司集 看着纸样 本朝去做吧 诗也没什么特出之处 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和珅也不答话 静静地等着乾隆翻阅诗集 他相信画黄线的部分 皇帝一定会打开眼计 多诛非正色 胡乃一成王 每一处彪红的诗句都是一首反诗 乾隆越读越心惊 最后干脆翻到尾页 他十分好奇谁这样胆打包天 天宁寺书局报以安 看到是老报编转 乾隆已经明白和珅的歹读心思了 于是出言寻止 报以安好好的耸伤不做 花银子印这种反诗 报以安看不出来 难道你和珅也看不出来 和珅知道老头子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意 赶紧跪倒在地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还不走 乾隆放过了和珅 但不代表会放过报以安 他越想越生气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只要私印这种反诗 皇帝都无法容忍 又是扬州言相 很快 乾隆因为反诗雷霆震怒的消息 就传到了扬州 何思胜挤得像热锅蚂蚁 这本诗集本就是老和窜斗 报以安编的 而反诗作者又是阿克战能人 听说皇上在京里雷霆震怒 连杯子都摔了 大人 你也顶之灾啊 这东西怎么到皇上手里的 谁知道 大人 本朝在文字上发毒醉起 现在怎么办 由不得何思胜不紧张 深究起来 他才是始作俑者 而阿克战更是焦急一场 诗文的作者曾是贪功 他哪里知道怎么办 现在因为这本退司集 圣上雷霆震怒 阿克战焦躁一场 而神经大条的报以安 已经遇上了人生中最凶险的劫难 那么 到底老报能否逢凶化吉 到这种时候 你倒吹得一干二净了 还敢攀扯本院 你欣赏何解毒业 报以安战战兢兢的跪在地上 他一个资深吃货 哪会写什么反噬 现在有人将诗迹送到乾隆面前 构陷他图谋不轨 老报只能连声喊晕 我也不知道啊 徐魁 徐魁我已经说过话 何先生 何先生他提议 让我去看客的 还有卢大人 不 卢的公 他还写了个序啊 其他的 我就都不知道了 大人 老报一顿攀扯 将所有人都卷了进来 这无疑是在疯狂作死 阿克战大骂骑性歹毒 马德昌也赶紧提醒他闭嘴 别攀扯 老报也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 而老汪子上前一步替他说情 他表示 以报言的性子 段无可能堪印反尸陷害阿克战 以朝宗所见 这必定是当初卢德公布下的奸计 报总上受人窜落 一无所知 罪不至死阿达 别说了汪总上 凡事已经当面呈给了皇上 报一安思客凡事 罪不可恕 阿克战也清楚老报是个魂 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问题是卢德公已经肆无对证 皇帝又盯得紧 他也只能一律行事 随后老阿下令将其打入死牢 并查抄家产 含冤入狱的报一安 知道自己是碰到了皇帝逆临 也深知这次在劫难逃 只能央求汪朝宗帮忙照顾七小 老汪为了让他安心 自然是一口隐喻 并表示一定好好照顾他儿子 你放心老汪 从今天起 建红就是我汪朝宗的儿子 然而 就在老汪盘算怎么营救老汪的时候 偏偏扬州城又出了大事 老爷 不好了 黄金坝那河水抱着 怕是堤坝要漏水了 什么 原来 最近连日阴雨 运河上有洪水滔天 防护扬州城的多处堤坝 已经出现重大险侵 加固河堤防水抗洪 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 都需要提前布置 官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缺银子 现在的问题是 到哪去弄这么大一笔钱 何思胜告诉阿克战 以前扬州城有市银子都是盐商处 建议他再从盐商处想想办法 对于这个提议 老阿明显心存顾忌 盐商 现在盐商还能炸出油水来吗 阿克战说的没错 盐商们早已被他掏空 不仅如此 随着老爸被查办 以借老马的高声 总商已经四举其散 为了瞅措防洪救灾的银子 王总商决定走一步险棄 但问题的关节在于 这件事没有马德昌 点头就办不成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老王并没有直奔主题 因为他并不清楚 面前的马大人 是否还跟盐商一条心 更重要的是 他要确定马德昌是否在记恨自己 为此 汪朝宗开始主动示弱 他表示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总商 感觉十分孤单 老马 你是做过从商的 知道盐商的难受 往后 还要多多体谅 老王 我知道 你是担心 你我之间以前的过节 老马告诉汪朝宗 以前自己弃文从商 本是为了替先祖申张冤屈 证明张成赵的后人不是孬种 但后面处处针对汪朝宗 不是因为恨他 而是恨自己没有能力 现在呢 我做了这研韵室 我就是想让扬州人看看 我马德昌和张成赵一样 也是一名造福一方的好官 马德昌能站在扬州 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 已经彻底打消了汪朝宗的顾虑 他向老马表示敬意之后 开始欺入正体 老马 扬州要遭大灾了 嗯 老王开始渲染扬州灾情形势 他说自己刚从堤坝上过来 目前水位离井界限只有一尺高 如果雨水一直这样下去 指不定大坝夜之间就决跌了 听老王说的这么严重 马德昌也跟着眉头紧簇 他已经明白 老王找他肯定是为了赈灾银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已经被榨干的眼伤 是再也掏不出银子 只能另想办法 哎 这往年的发大水 朝廷不都有赈灾银吗 这包在的折子上去 皇上先带过目 户部特批 这银子才能运回来 到那时候 这堤坝早都垮了 两条路都被否定 马德昌彻底着急了 干脆询问汪朝宗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老王等的就是这一刻 开始亮明他找老马的目的 我想从上交的 亏空水银里 挪出一百万两了 你疯了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 没得商量 朝宗啊 这是欺君之罪啊 可这现在是唯一的办法 万一堤坝不垮呢 凡事得往最快出枪 万一堤坝垮了呢 你我背后 可是千千万万扬州百姓 这话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你得去问问阿大人 问问圣上 他同意不同意 这是必须咱们说了算 汪朝宗想冒死截流朝廷的库银震灾 马德昌极力劝阻 老王知道对方也是好意 于是他告诉老马后果自己一力承担 只要他默认就行 阿克战当然不敢 汪朝宗也知道老马说的在里 可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见老王心意已决 老马是既敬佩又担忧 汪朝宗啊 你这 你这又是何苦呢 汪朝宗深深的叹了口气 表示这事不得以而为之 言伤很难 言误艰难 洪灾更难 听到阿贵就在江苏的消息 汪朝宗立刻意识到 报言有救了 但眼下还不是聊这个的时候 玄机汪朝宗就开始跟马德昌 讨论起了赈灾事宜 不巧的是 这才刚刚起了头 阿克战就到了 二人赶紧起身迎接 老王 听说你们言商在开会 人呢 已经开吻了 大家都愿意处理 预计可抄的白银 一百万两 请大人放心 太好了 咱们空话少说 现在情况很危急 咱们得熬 熬过了这关就好了 汪朝宗现在真的是太难了 能用朝廷酷吟他不敢说 老包身陷领域还要设法营救 这是大清朝最牛叉的董秘馆下 对面就是两华盐业的董事长汪朝宗 吊诡的是 汪朝宗居然要请管夏吃饭 坐吧 今天我请的客人就是你 不是老爷 不是 管夏现在十分紧张 无视现一群飞奸击倒 何况宴请自己的还是主子 何况主子还亲自给他倒酒 而管夏的不安和局促 汪朝宗当然也能感受到 怎么了 不愿意跟我喝这杯酒 不是老爷 您这是蛇杀我了 一杯酒下毒 汪朝宗并没有说正事 反而继续招呼他喝酒吃菜 这下弄得管夏更紧张了 老爷您有事只管吩咐 老王刚才还发愁怎么开口 现在管夏自己问了 他也不再扰丸子 我要你帮我做件事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万万不可告知他人 老爷放心 你先别急着答应我 等我说完了 你可以不做 我不为难你 因为这件事 事关你我的身家性命 作为中国好员工的管夏自然清楚 既然领导有难言之意 先打消领导顾虑最要紧 老爷对管夏恩重如山 老爷决定的事 是看着起管夏 管夏就豁出这条命 不得不说 老王交给管夏的秘密任务 简直是胆打包天 为了凑齐一百万赈灾银 汪朝宗下了狠心 决意截留地精的运库税银 在得力助手管夏的帮助下 一百万两大小重量和税银一致的吸顶 被铸造成型 然后管夏再通过行货的方式掏梁换柱 而老王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抗洪争取时间 现在阵在阴到位后 扬州城的大小官员开始争分夺秒的修筑河堤 汪朝宗本人更是没闲着 为了营救报以安 他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阿贵的驻地青江谱 大人 什么大人 大哥 大哥 阿贵将军不见外 汪朝宗也很干脆地下跪表明来意 大哥 舅舅报以安 舅舅扬城 怎么了 朝宗 汪朝宗告诉阿贵 阿克战已经将报以安打入死牢 连同家产一并查朝充宫 问题是 老包思合反尸本是无心之师 他断无谋反之意 朝家去着的承接大家都无话可说 可是朝廷偏偏要问老包的死罪 大哥 这不公平 朝廷不能这么对老包 不能这么对严生 老王开始疯狂吐槽 他指出 近一年来 严商们交捐书纳亏空 紧乎被炸干 而再次紧要关口 偏偏还遭遇了洪灾 现在朝廷一边谢莫杀侣地问罪老包 一边只顾着逼严商补其怨苦亏空 而对扬州最紧迫的洪灾行动却极其迟缓 一句话 朝廷正对待扬州和老包让人喊息 等老王说完 首席军机阿贵终于开口了 赵总 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 所以我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住帐篷 我也有我的态度 清理延误击毙是皇上亲自过问的 财税上皇上依赖的只有和珅 我没有驳回的权利 可是你的话 我会一字不漏地奏命皇上 该说的话我一定会听你们说 至于老包已经被炒了家 我一定会保住他这条命 王朝宗也没想到 贵位首席军机的阿贵 会这样跟他推心致富 还相当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看来朝中有个结拜大哥就是好 遇到事情是真帮 我替老包谢谢大哥 有了阿贵大人的出手帮忙 报以安的事情很快就迎来了转机 乾隆知道前因后果后 立刻找来了和珅责问 你这么急认弄死报以安 什么意思 回皇上 报以安 司客反施一案 证据确凿 乾隆指出 拿掉报以安虽然可以填补一部分运苦亏苦 但却是把贪官的罪行转嫁到了商人头上 提饮亏空不能算在盐上的头上 这时候 以反施抄报以安 又借题发挥 这板子是打错屁股了 更重要的是 拿掉报以安容易 可收拾烂贪子的 你现在拿掉报以安 今年这盐 谁来收 谁去卖 何时没有正面回答问话 开始转嫁责任 奴才记得在热和的时候 皇上就教训阿客战 让他不要做苦力 可他一直都听不进去 乾隆眼睛朝他一等 四目相对 何身立即下跪 奴才 请皇上治奴才 举荐失察之责 别将决 虽然何身用心险恶 但是他的话 乾隆确实是听进去了 自从老阿上任以来 扬州就风波不断 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 岩上们接二连三的垮台 但两怀的岩叶也被弄得风雨飘摇 地方上更是怨声道在 想到这里乾隆有点生气 朕真是得不偿失啊 何山你说说 朕去扬州最看重的是什么 民心 民心俱不易 可是要是让他散了 那是一招一息的事 阿克战把个扬州弄得鸡飞狗跳 咋都是朕的民心 等乾隆好不容易消了气 这才给出了处理办法 对于鲍以安 乾隆的态度是施恩 把鲍以安放了 实实在在打上他鸡板子 让他长上记性 这谁让他脑袋长在屁股上 对于阿克战 乾隆的态度是警告 当然皇帝的警告可不是说得完的 他将自己的怒火撒到了 拉德恩人徐魁身上 徐魁些反尸 是和朕在争斗民心 徐魁死了 要抛官陆时 消瘦失重 徐魁的子孙兄弟 及兄弟之死 凡十六岁以上者皆战争 十五岁以下 及妻妾姊妹等 皇帝说得平淡 和珅却慌的不行 他心想老子贪了你几两 如果东窗事发 岂不是连家里的旺财 都要被错骨扬灰 朕的话你听懂了吗 恩惠病重 恩惠病重 奴才记下了 有了乾隆的旨意 宝言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和珅通过老包打击阿克战的企图 宣告落空 但这并不意味着扬州从此就风平浪静 扬州那边 马达昌总上的位置空下来 学末的人不少啊 要不问问青马头 他敢不敢 奴才也是这个意思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吗 青马头是和珅的堂兄和斯盛 他之所以将这颗暗棋推到台前 既是对阿克战釜底抽新 也是不能容忍和斯盛的不作为 在这个关键时刻 如果再不将和斯盛挪个职位 这个卧底就真成了阿克战的誓言了 何先生 何某已经不是先生了 何总上 这是我广泰旗下所有的账目 还望何总上过目 何斯盛摇身一变成了何总上 这对阿克战简直是致命一击 那么随着老何从幕后走向台前 扬州城里的乱局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何总上 这是我马某人个人的一点意思 还望以后 在和 相爷面前多多美严 马德昌真是最惨三品官 名义上他是何总上的主管领导 实际上他还得向何斯盛送我 但形势比人强 由不得他不送毕竟对方的弟弟是何深 马大人我告诉你 何某虽说有些仗势欺人 但毕竟读过圣贤书 几年之后你就会知道 我何斯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个人 你他妈就是个畜生 你是他妈王八蛋 得知何斯盛就是和申哥哥这个晴天霹雳后 阿哥占内心的愤闷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行路 我一直把你当亲兄弟蛋 就差把心掏出来给你了 你还出卖吗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人呢 天蜜蜜蜜 你笑的天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何斯盛那个王八蛋当总伤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打死我都没想到 何斯盛的背叛让阿克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以前不管去哪 二人都是携手同行 而现在 他只能带着老马去拜访消失好几天的汪朝纵 可是老阿很快就发现 老汪也有问题 朝纵 你没事了 有事 我正想着怎么向大人去请罪 老阿有点恍惚 玄机就看下马德昌 瞬间就意识到是赈灾阴出了问题 是 送往朝廷的五百万两躺阴 我做了些手脚 解留了一百万 换成了锡丁 你不要命了 大人 事情紧急 朝纵斗胆已深释法 还望大人降罪 还降个屁罪 目以成舟 现在看了你有用吗 大人息怒 老汪表示 事情是他一人所为 届时责任也将一例承担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防洪赈灾 等洪灾过去 他会向皇帝当面请罪 你想没想过朝座 万一皇上他跟你计较起来 你该怎么办 老汪告诉阿克战 眼下灾情火烧眉毛 自己真的顾不上那么多 在下 有一事相求 这一百万两躺印 细数交给阿大人 保管分拨 地霸加固堵漏 物资用料 朕在周米 郎中求医 重建房屋 处处地用得上 也罢也罢 阿克战很是感慨 老汪的一举令他喊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 汪朝宗就算末世天灾 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是对方却提着脑袋 将本属于自己的责任 一并承担 想到这里 老阿对这个熙热的对手 只声敬派 这是何苦啊 灾难向来凝聚人心 因为天灾 以前彼此争斗的官商 变得空前团结 扬州城的抗荒救灾 已经成了一场 全民自发保卫家园的壮举 就连一项与朝堂作对的天地会 也都参与启动 然而 即使是这样 总有极少数人 因为素颜而执迷不误 汪海昆 忍命吧 乔大人 我在这儿 你这三天三夜没喝痒了 别跟我耍苦流计 在我眼里 这就是朝廷的侵犯 天地会的反贼 人人得而诛之 风雨雷电 堤坝上人手短缺 官兵和百姓 全都忙着茶缺堵漏 而这个朝廷的英雄却拿着弓箭准备杀人 一边是堤坝上藏出不穷的险倾 一边是蒋成的步步紧逼 汪海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正常 你让我忙完这事 忙完了我再来跟你回去 不行 让我走 汪海昆被逼无奈 只能开启蛇行走位快速逃跑 蒋成则始终用弓箭瞄准他的后心 由于人多且对方走位飘忽 一时间静也无法射减 正在这时汪海昆发现堤坝毛处冒出巨大的关影 生死一线之间 他放弃了逃命 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将其堵住 这也让虎视眈眈的蒋成看准时机 一见正中汪海昆后心 这边的动静很快引起了骚动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无比惊讶 汪朝宗更是如遭重计 黄王奔向自己的侄子 而刽子手蒋成心中的信念也崩塌了 天地会就一定是坏人吗 那汪海昆的壮举又是什么 最终漏水的管用在汪海昆的舍身去一下被挡住了 而他却因此丢掉了性命 造成这一切的直接凶手当然是蒋成 而间接凶手则上阿克战 老阿爷深感愧疚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海昆下跪行李 你用一人之躯 挽救了整个扬州城 你是英雄 扬州人会以最隆重的葬礼 为你送行 英雄走了 扬州城转位为安 但是阿克战能挡住洪水 却挡不住来自京城的围攻 岩岩岸的揭露 已经威胁到了和慎等朝中重臣 他们群起而攻之 状告阿克战为了弥补延误 亏空 擅自截留高家燕维修款 引发大水 老阿的政治生命 也随着洪水的消散而走到了终点 阿克战 跪接圣旨 圣旨指责阿克战的婚姻和蛮横 竟是一些没营养的废话 最后以截留高家燕维修款的罪名 将其发配伊犁 皇上不叫你进京 叫你直接去伊犁 你该体恤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你我同殿成臣 我不催你 过些日子 自己起身吧 母行俄是你的老下属 你该知道 为什么派母行俄去伊犁了吧 阿贵的话已经十分透彻了 乾隆这安排是要把阿克战一条命 母行俄是老阿的旧步 更是他的生死兄弟 皇帝让穆兴俄担任伊犁将军 阿克战就不会遭到暗害 面对这份曲官霸职的圣旨 阿克战还能说什么 这已经比他料想的结局好太多了 既皇上 好大人 凡夫斗士阿克战还是倒了 他留在扬州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接下来老阿将与扬州的人情务士一一告别 不知大人家道 有失缘因 恕罪 这家兄弟 何必客气呢 首席军机大臣阿贵来到汪府 汪朝宗戏不自胜 这位结拜大哥可是帮了他大忙 正当老汪寻思着怎么款待时 阿贵又给了他一个惊喜 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 来人就是鲍以安 前些日子 他因为思客凡事背下大雨 姓的阿贵跟皇上求情 居然从乾隆的文字语中幸免于难 老鲍 二位哥哥 老鲍这次 全亏二位了 老鲍这顿饶饭没有白吃 按照乾隆的话说 他是脑袋长到了屁股上 而这几十天蹲下来 鲍以安也悟出一番道理 这次坐牢 那简直就是 报应 报应啊 我谁都不愿 我就愿我自己 哎呀 这次 我想明白了 我呀 从此以后 就做普通的老百姓 老婆孩子 热炕头 过几天安生日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老王一听 这可不成 阿克战被革职 马德昌坐了颜月室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总商 老鲍要是料挑子 那自己实在太孤单了 阿贵也表示不同 说皇帝已经降制发还他家产了 哪知道老鲍真是铁了心 不想再做总商呢 哥哥 我算是想明白了 啊 我呀 就不是干这个总商的料 你可千万别再吐我下水了 哎 从今以后 有横延旗下的隐暗 延引 全转给你了 不行 绝对不行 爹 小鲍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老鲍 没想到现在还能团聚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 而小鲍愣是抱着老爹的大腿不肯起身 此行此景 梁阿贵和汪朝宗都有些感怀 最后还是鲍以安扶起儿子 让他给两位伯伯见过 见过两位伯伯 老鲍 既然已经出来了 剑红的事情是不是在商量啊 对了老鲍 你既然不想管阳屋的事 那就让剑红接上来 你要不嫌弃 我可以辅助他 对于汪朝宗的提议 抱羊开始征求儿子的意见 可是小鲍同学却表示 自己对经商不感兴趣 在他看来 宇宙的箭头是编制 我只想好好读书 将来在科举上有一番作为 科举才是正途 阿贵对小鲍的想法极为赞赏 于是决定送他一份虔诚 那就跟我一起回京城 我送你去国子剑 拜几位名师 作为结拜兄弟 阿贵对抱羊简直是恩通再造 可是有人为兄弟两肋插刀 就会有人插兄弟一刀 在即将发配伊犁的阿克战看来 使用何思胜的背叛 比他丢官的打击来的还大 称呼上的疏离 让何思胜越发痛苦 如果自己不是何慎的哥哥 他会与好兄弟阿克战同行道了 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彼此的身份注定了 他俩不可能在一起 东王 你真不认我了 我是不认你 是不认识你了 东王 我是对不住你 可是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阿克战以前还担心阁墙有二 生怕得罪了何深 可自己一知一中的幕僚就是他哥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既然一切都已经明朗 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你去给何深传个话 说说 阿克战只要含有一口气 就会把他的罪恶昭示天下 阿克战的话让何思胜无比黯然 卧底的本职工作就是出卖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 自己居然被阿克战的魅力折服 是以至此 想取得老阿的谅解是痴心妄想 但他也不希望对方就此记恨自己 有些话必须要说 东王 跟了你这么久 如果你还存有一丝信任的话 请让我说完 我是经常给何深密报不假 但是我从来没有诋毁你 诬陷你 因为我知道 阎务事关朝廷碎路非同小可 我何思胜再居心叵测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阎上们倒下去 这样的话 我想当这个阎上还有什么意思 怎么着 那我还得谢你 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眼见大意惹得老阿更加恼火 何思胜只能发出憋在心底很久的最强意 东王 尽管你一直提醒我 帮我加薪水 张我外发 可是你什么时候真正把我 老何开始控诉这个负心汉 控诉阿克战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自从有了自血之后 我的话你根本就不听 所以天地会绑票好 我故意不去救他 浓浓的醋意被老阿捕捉到 他也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平心而论 自己好像是忽略了兄弟的感受 何思胜看老阿不资生 将自己搭救阿克战的事情 也一并说出来 他表示 前龙南巡后 何珅就对阿克战动了杀戏 并罗列了其四大罪名 这些罪名足够让老阿掉几回脑袋 何珅跟我说 他已经对我有了交代 我总得给他回报 你了折子让我连数 可是 就是铁石心肠 也经不住这么久的朝夕相处啊 所以 我私下把事情 给阿贵大人说了 他提前给皇上盛了折子 才有了你今天的流放 阿克战终于被何思胜的真情十一打动 但是现在 他已经丢官霸之万年俱灰了 现在跟我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等我 我已经不指望你对我的信任 我只是不想你带着 对我何某的怨恨离开扬州 阿克战没有再说话 反而更加努力的去掏墙角的鼻音壶 见他十分吃力 老何于是拿了一根毛笔递过去 阿克战接过工具使出吃奶的精干活 何思胜趁机在他耳旁嘀咕起来 我何某是有企图 但绝不会卖有求荣 老阿还是没有出声 只是掏虎的动作更加卖力 终于 墙角的鼻音壶还是被捣过了出来 何思胜定睛一看 阿克战的脸庞已经挂上了泪痕 我是一招被蛇咬 我没有 随着爽朗的笑声传出 也意味着他已经彻底释怀 老何家阿克战掺起后 拿一把拉过他的手 将自己掏出来的鼻音壶 塞到对方手上 留个念想 何思胜拿着临别礼物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阿克战则拍了拍他的肩膀 红着眼睛转身离去 他们彼此都清楚 这很可能江沙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乾隆将阿克战发佩一礼 他还没来得及与汪朝宗告别 杨州城就遭到不明瘟疫袭击 为防止疫情蔓延 老王一边发动严商 协助官府建立隔离区 一边动用所有资源便请名医 这位是阿贵大人请的名医 山羊一派的刘居通刘老先生 祖传秘诀 专制瘟疫 汪朝宗建立过后 急不可耐地请求刘老先生搭救患者 熟了 刘老头看病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规矩 一般我看病不亲自触碰 也不看 由中人相连 把病症告知 我就可以对症下药 不耗迈即可下药 证实 也就是说 刘老头想找个助手 替他观察患者病症 并由这个助手帮着端汤送药 这个破规矩 任谁听着都会怀疑对方怕死 汪朝宗更是气不打移出来 马德昌一听要坏事 赶紧把老汪拉到一边劝谨 见马大恒挺身而出 中人赶紧劝阻 所有人都清楚 这个助手最容易被感染 与主动送死无意 可马大恒心意已决 谁也拦不住 爹 你给我滚回去 爹 儿子不孝 这些年在扬州城 给你扔过很多货 小马开始隶属自己的罪状 他六鸟打架撒金伯 坐马飙车袭击阿克战 扬州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孽障 但是现在 他很想做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生死有命 老百姓的儿子是一条命 严商的儿子也是一条命 前两天 你们还拿王海昆来教导我吗 如果非要有一个人进去 你就让我进去吧 老马被大恒震住 但他不能松口 这是他的毒子 滚回去 爹 您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 我跟你吼 说您替我打的江山 我不稀罕 现在是儿子自己打江山的时候了 爹 你成全我吧 马德昌强忍着泪水 一步步走向这个令气刮目相看的儿子 大手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艰难地表示同意 大恒 这路可是你自己选的 老马的心仿佛被针扎头了一般 官商两街纵横半生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为的就是把最好的留给儿子 如今马大恒有了自己的选择 他只能做最后的嘱咐 在马大恒的挺身而出 和全阳州人的共同努力下 瘟疫得到了暂时的控制 但是大量灾民涌入扬州城 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就是镇灾 自从开放盐一仓 镇绩灾民开始 不少外地的灾民也闻讯蜂拥而至 这好像是还出现了一些混抢和冒领 老马表示 外地灾民和本地灾民 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轰强和冒领确实需要慎重对待 于是老马建议派兵维持镇灾量的发放秩序 这兵用都在大地上处理 再为这点小事 给衙门添乱 我看就不必了 马德昌的提议被否定后 众人一时间也没什么好点子 陷入僵局的时候 郑先生指出 可以采用以镇带量的方式 防止灾民轰强 郑先生的意思是 让他们以后再还 这样岂不是更麻烦 那人手就更不够了 是啊 再说了 这也不符合物本堂开设研艺舱的初衷啊 对啊 这肥肠时期 要懂得变痛 最终老汪拍完以后不再开舱放粮 敢用郑先生的提议给灾民带粮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是防止不是灾民的百姓混吃混喝 二是可以有效维持现场秩序 至于灾民借的粮食如何归还 汪朝宗则有自己的打算 什么时候还怎么还 我们到时候再说 但是 我们这儿留一本账 要知道谁家领了 是吧 到目前为止 疫情和赈灾都在汪朝宗的妥善恩牌下 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貌似调换官吟的事情 仍旧悬而未决 老汪心中坠坠不安 不知道自己头上顶的这颗雷 什么时候会突然炸开 等这边的事情告一段了 我就亲自上京 面见皇上请罪 我跟你一起去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 不行 你必须留在扬州 你还要主持扬州的大计 扬州还有太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对于汪朝宗来说 留下老马是为了以防万一 假如乾隆届时真的冠罪下来 起码能给扬州盐物留个火种 当然 老王虽说是要进京谢罪 也不至于冒冒失事的送人头 可口乾隆的银子自然先要还上 为此 他在郑先生的建议下 准备出售康山草堂 按照老郑的说法 这样做有两大好处 卖了康山草堂 一呢 皇上假信过 价钱不会低 只要你开价 肯定有人买 二来 皇上他就明白了 你破云无奈 已经倾家荡产了 他这么一行 心就软了 也许 欺君之罪 他就不计较了 很快 汪老板要出售康山草堂的消息 就在扬州城传开了 老汪特地选了一个干 盐商圈交集较少的人准备签约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自己平时积累的人望 就在签字盖章的时候 马大人来了 老马先是痛斥汪朝宗拿他当外人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跟自己商量 然后就开始了截户 表示如果老汪要出手 可以先转给他 当然 他的理由极其给力 这样 这个草堂我买了 诶 女孩 说不定哪一天 我跟你爹还能做个儿女亲戚 到时候这份家业 还不是一家的吗 马伯伯 您说什么吗 谁跟你是个家人 哎呦 还不好意思了 马德超横插一脚 自然让买方不痛快 毕竟做生意的 讲个先来后到 不能坏的规矩 老汪挥手打断了二人争论 开始询问老马是不是真心想满 那是此人 他出多少银子 我翻倍 我可出了五十万两 我出一百万两 蔡继川这个顶级舔狗也跑来捣乱 汪朝宗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扬州不仅仅是盐商的扬州 也是咱们大家的扬州 汪总商急功好义 顶着杀头的风险赈灾 难道我蔡某人连餐一股的权力也没有吗 最终老汪的草堂到底卖给了谁 剧情没有交代 不过银子肯定是凑足了 准备工作完成后 汪朝宗即将出发附近请罪 而在这之前 老汪最后拜访了阿客栈 既是为他践行 也是有要事商议 老汪开门见山的指出 老阿最大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 你以为是你一声灵瞎 那百万两捐书就顺着运河到了京城 也太高赶自己了 尹如海尹大人舍了命 办不到的事 你一个议诚 凭什么手倒进来 可到头来为了这笔捐书 你汪老爷还是屁点屁点往西南跑啊 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以为我去是为了你的面子 老汪告诉阿客栈 他之所以配合交捐书那亏空 就是不给朝廷下手整顿的口诗 这样既能保住严商贩满 又能勉强维护两怀延误大局的稳定 而阿客栈则扎进具体的事物出不来 不知道皇帝派他来扬州的身意 你真不是这块料 你不懂得揣摩圣衣 那是 那只有和珅和的人 才懂得揣摩圣衣 揣摩不是一味的缝衣 但是如果 韦尼上衣 那坐的越多 也就离得越远 你是说账策 皇上要的不是账策 也不是银子 而是人心 可是阿客站为了追查账策 把扬州弄得鸡飞狗跳 把朝廷官员弄得人人自危 甚至让江南的世子怨声载道 这不是皇帝想要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指责 老阿不是很服气 他狡辩道 可是在扬州我毕竟缴起了捐书 查清了阎影案 阿大人丰功伟绩 我帮某人看的年龄 但我真是急在心里 老汪之所以着急 是因为老阿的做法太短视 他将所有人一网打尽送进班房 这样做确实可以逼出一些银子 但是两怀的阎务也就随之瘫痪 实际上皇帝派阿客站来扬州 是希望他以调查阎影案为契机 摸清阎影制度的弊端 以及击中难返的原因 为后续的大力整顿做准备 立志不严 体隐为患 严正终归是积重难返 严正击毙盘根错节 连皇上都不好办 皇上不是不想办 这是时候没到 这时候要到了 阿大人 你责无旁贷 阿客站笑了 他终于明白自己败在哪里 但是现在谈论这些已经没了意义 毕竟他已经丢官罢职了 我打算在伊犁养马 聊此残生了 老阿的言不由衷 汪朝宗看得很明白 毫不客气地直接拆穿 就别再装了 伊犁之行 我送个人给你 进来吧 汪朝宗的管家管下走了进来 见老阿不明所以 老汪告诉他 其实账策还在 在哪 我就是 阿客站终于明白 汪朝宗比自己看得更远 这一对曾经的对手 其实是彻查阎影案的同盟 他相信 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将那些蛀虫绳之以发 一辆马车 两个男人 阿客站带着活胀侧管下 悄悄地踏上了流放伊犁的旅途 老阿没有带上紫雪 毕竟那里是苦寒之地 然而他不知道 紫雪已经在路口守候很久了 顶着 时空仿佛在刹那间凝固 滑发丛生的阿客站 在扬州的种种不如意 瞬间就从身体中抽离 他正正地走向远方的紫雪 直下感动的灵魂在云端起舞 老阿不曾想过 自己重叛亲历之下 还有家人愿意等他 而梳起夫人发际的紫雪 再也没有往日的浓妆艳望 看到一步步走向自己的阿客站 整个人逐渐绽放出莫名的光彩 带着七分惊喜 两分恼怒 还一分委屈 他与阿客站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你骗我 老阿曾经许诺要许紫雪 但最终却选择了不告而比 他从来没想过真的要舍弃他 只不过 伊犁是极寒蛮荒之地 我知道扬州也是 伊犁只不过是气候条件恶劣 但如果没有阿客站 留在扬州的他 将面临无止境的心灵孤寂 紫雪的表白 让阿客站不免有些动容 我不想连累你 谁知道 这一走 恐怕咱也回不来了 我知道 随你 阿客站赶紧转过脸去 他不敢看紫雪 而紫雪则寒情默默地盯着阿客站 等他回过头来 唯有一声叹息 你真傻 何思胜眼含泪珠 自己无言面对东欧 只能羡慕地看着阿客站和紫雪甜蜜相运 回忆起曾经的种种 他不由得心如刀脚 何思胜在为阿客站案人神伤 久久不能释怀 而他的弟弟和珅 却又开始对阿客站使唤 就在不久前 他查出扬州送来的官营 有一百万西顶 此时不发难 更待何时 奴才奉旨查问延延案 得知在西定进京之时 阿客站还没有八官 奴才以为 这一百万两西定 定和阿客站汪朝宗脱不了干系 要不然就是二人私分 请皇上降职 速速追拿 反观阿客站回京 并锁拿汪朝宗 进京回话 熟料乾隆听完和珅的弹劾 稍加思考之后就想通了关节 然后就仰天狂下布置 一百万两银子 也没长翅膀 他飞不远 和珅认为乾隆是在心软 毕竟二人都是他的铁杆小弟 于是跪地全输 一无不扫 何以扫天下 阿客站汪朝宗 目无圣上 如不严半 恐怕难以服众啊皇上 然而和珅怎么也不会想到 乾隆会将这番话 言封不动的还给自己 说得好 一无不扫 何以扫天下 乾隆死定着和珅 刚才的慈眉善目荡然无存 整个人怒目严征 熏神恶神 和珅啊 奴才才 古人这些话是有神意的 不是只拿来说的 是拿来做的 这下和珅彻底慌了 乾隆明显是在警告自己 他开始让刘权调查 到底是谁败坏了他的名声 果不其然 有个叫拳武爷的一只打着他的旗号行骗 您是哪庙的和尚 小的是 通州 陆河亿 龙银池 缩藻的 祖籍是 河北香河 大号是 孙福全 在家排行老五 所以人称拳武 文庭此言和深气诈了 这个拳武真是胆大包天 身份如此低微 还敢招摇撞骗 连他们奇人都不是 本以为 哪路尊神借我的 名号 好吗 是你这种不成气的东西 在败坏老子的名上 怪不得皇上数了我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我还琢磨 我哪屋没扫 原来就是你这屋子没扫 恋爱的我 别走 于是 在扬州城呼风唤雨的 全武爷 将马德昌和卢德公 骗得团团转的孙福全 就这样被直接宰了胃狗 和尚处理掉 全武爷没多久 刚刚和英子完婚的汪朝宗 来到了和府 这次过来 自然是跟乾隆解释 西定换银子的事情 但老汪担心和尚会当面阴烫 不得不提前带着厚礼登门拜访 能找到江湘秋晚图 实在是不容易 汪总上 免我会跟皇上说 严生挪用亏空 银也是不得已 还望大人多多关照 要说起来和尚是真的贪 但是他的优点也很突出 只要他收了礼 事情绝对能办妥 第二天 乾隆责问老汪 为何敢拿西定西弄天子的时候 众大臣要么见过寒蝉不滋生 要么落井下石要求处置汪朝宗 在场的除了阿贵 也只有和尚敢替老汪说好话 汪朝宗这一年先是压解捐书 解四川平叛兵响之计 后有赈灾济民 功不可没 况且救灾一世 势急从全 也算情有可原 这是明文势力的话 其实乾隆自从知道西定的前因后果时 就像放过汪朝宗 只不过老汪毕竟触犯了国防 总得有个合适的借口 才能堵住悠悠之口 而和尚的话就是皇帝的台阶 陛下的百姓都是朕的子民 扬州造了灾 朕当然要救了 但户部拨了银子 再压解到扬州 路上要耽搁不少时日 就会出事情 啊 王朝宗这一百万两银子这么一挪 就把这再兴给控制住了 王朝宗差事办得尽力 富而有人 其心可嘉 让国法威严 真虽说是法外开恩 下不为例 乾隆举重洛青的处置完西定案后 就将众大臣赶走 留下汪朝宗单独问话 这是大清言声中 乾隆和汪朝宗的最后一次对话 表面上看君臣二人无比亲密 实际上各怀鬼胎 彼此拉锯 乾隆迫切想了解严严案的真相 可又担心老汪心存顾忌 于是让对方与他同心而作 疯狂向汪朝宗使 能与朕同心而作的 普天之下 唯有你汪朝宗 乾隆将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算是给足了汪朝宗面子 老汪自然也不会不是好歹 立刻表示惩慌惩恐 看对方理解了他的意思 乾隆立刻开始施压 汪朝宗脸色一变 乾隆明显是在警告自己 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可以借题发挥 而没等他回话 皇帝又开始打苦情牌 乾隆告诉汪朝宗 每次朝廷有事都让言声出银子 他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三套组合拳打完 汪朝宗已经没了退路 还不自觉地欠下了皇帝人情 现在他既不能拿捐术过重 作为延误击逼的抗辩理由 更不能对皇帝说假话空话 而乾隆料定刚才的铺垫已经奏效 这才开始切入正题 询问汪朝宗对提引亏空的看法 汪朝宗的意思是 运库之所以亏空九百多万两 是延引制度本身的问题 如果不是延商们缴绝书纳亏空 帮着朝廷擦屁股 这两怀的延误早就成了烂摊子 但常年累月的交钱 扬州延商已经不堪重负了 这是扬州延商为盛名所累 岂失难付 乾隆忍不住笑了 汪朝宗替延商喊冤 已经成了职业习惯了 你汪朝宗也哭穷 假如这要是有急用 还能指望谁 咱们不绕圈子了 你就跟朕说说 银子没入国库 究竟下落何在 老汪没有正面回答皇帝的问话 他指出这次押送进京的五百万银子 一部分是阿克战朝家所得 其余都是延商上缴的 然后汪朝宗继续替扬州延商喊云 王朝宗的一番话 让乾隆感觉有些理愧 在追究延商的责任怕是不太妥当 但亏空的去向他还是非常关心的 听说你们这延商当中流传着一个什么账本 圣上明察 汪朝宗顿时紧张起来 求生欲满满的他赶紧解释起这本账策的用途 随后乾隆又询问账本去向 汪朝宗表示 他已经当着阿克战的面焚毁了 但是自己还留下了一个活账策 乾隆见汪朝宗用心良苦 也就放弃追问账策的下落 账策上有些什么人 就是不看 这也知道 然而还没等汪朝宗松口气 乾隆就问了一个让他冷汗直冒的问题 你跟朕说说 和珅有多少 老汪哪敢卖了和珅 只能硬着头皮回复 账策上并没有何大人 乾隆怒了 拍碎班纸的同一时间 汪朝宗的额头也磕上了桌子 那就更是其心可助 是 他不用 亲自自个儿在盐商那拿银子 自有大大小小的官 拿着银子立刻转成给他 真老了 眼前得有个可疑的人不是 可怜的汪朝宗一句话也不敢说 心里不禁犯嘀咕 说好的聊天 怎么拍起了桌子 连戒指都拍碎了也没下文 起来起来 说好了咱们是聊天吗 起来 等汪朝宗重新做好 这才知道乾隆为什么会这样生气 原来是老头子的疑心病犯了 本来有些事情 这就不相关了 可是账策上没有他 他为什么还要这个账策呢 那他一定是要捏入这账策上 大大小小官员的把柄 皇帝的疑神疑鬼 让汪朝宗坐立不安 只能安安静静的听着乾隆吐槽 老头子十分痛心 他告诉老汪 自己开设研引制度本是为民生计 没想到最终却成了滋生贪腐的温床 就连和珅张凤也把手伸向了扬州 令真痛心啊 想必你还是给朕留了点面子 朕历次难寻 花费也不少 张伯中只思未提吧 乾隆居然承认自己难寻的过失 汪朝宗却只能捏着鼻子 疯狂拍起龙屁 他表示乾隆所到之处 百姓空下而出只为一睹天岩 而扬州岩上能有今日 全靠皇帝圣财 皇帝南巡愚情愚礼都要报效 这番龙屁拍的乾隆也十分瘦了 不过他也没老糊涂 南巡虽有视察和公安抚百姓之意 但迷费好烦 也给贪婪之徒制造了机会 必多利少啊 老头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好不容易结束后 这才想起来汪朝宗还被晾在一边 并且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你有话说 汪朝宗这才接上刚开始的话题 他告诉乾隆 两怀之所以落下这么大魁空 其根本原因是旧的延印制度 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 从上至下的励志不严 让制度本身丧失了自我纠正的活力 现在不管派谁做延官或延圣 除非他们都是不贪不战的道德玩人 否则两怀延误仍旧是机中难返 臣斗胆见言 是到了废除延引制度的时候了 臣愿将两怀延误交还圣上 凭圣上圣彩 如果延误制度 依然积极活跃 那么阿克战大人 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 汪朝宗的一番话 让乾隆也有些动容 他伸着阿克战尸体朝廷汤了浑水 但沐以成都已经无法挽回 只能尽量想办法对他多些照顾 朝宗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替朕多照顾照顾他 臣已经这样做了 汪朝宗能提前想到照顾阿克战 其实是为皇帝排忧解难 结合老汪缴纳军书 接下赈灾等一系列功劳 老头子也投桃报李 给了他相当丰厚的赏赐 皇帝先是拿了三十万 帮他赎回草堂 紧接着明发上语 免除老汪浓用官吟的罪责 最后还给了一件皇马挂 这样的恩宠 连和珅都不由的羡慕 也不宜结交天子 汪大人 你可称得上是古今艺人了 现在 大清言上的拳击解说正是完结 拼的最后 让我们跟着旁白一起 聆听和珅的下场和严隐制度的消亡 嘉庆四年 公元1799年正月 太上皇乾隆驾崩 几世中王念孙等 发起弹劾和珅 和珅以二十大罪状 赐死 死后吉莫家产 共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 道光年间 刚研制改为票研制 票研制取消了研瘾 取消了行研地界的限制 商人 不论资本多寡 皆可量力行研 自此 扬州研商的辉煌 成为过去 历史 走到了新的岔路口上 中文字幕开启事中文字幕提供